可恶 我敬你为师尊 你却对我做出 如此离经叛道之事 好徒儿 为师也不想 可你看上去 真是太好欺负了 我追了三年的小说 作者因为更新他那 被毒者记了刀片 竟然开始放飞自我 原书中男主角第九千叶 邪魅妖异 大闹自负 他修得乃是杀道 凤星以杀指杀 可谓威名赫赫 说外人敬仰 修真戒称之千叶老祖 结果他被变态的师尊 抓入囚禁了 玩我呢 师尊只是个配角啊 什么规矩性 你才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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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头很约 这是谁 沈长君 我一定会杀了你 沈长君 那不是变态师尊的名字 啊嘞 传叔 我捏盘到了变态师尊的身上 那我眼前的岂不是 不愧是做这亲儿子 太帅了 你 我持之急 啊 费力无事 费力无事 成为恶毒师尊 第一件事就是讨好男主角了吧 怎么讨好呢 不慌不慌 还好我熟读各种文 我肯定死不了的 这是 好恐怖的杀 南安独腾 天下之毒 无药可解 好冷 好痛苦 原来这就是死亡的感觉 沈长君 我会杀了你 我还活着 这是 九华宗 可是 沈长君不是很久之前就断为邪修 被赶出做门了吗 一不小心掉下来了 你分明是在故意施主吧 另一锁点 今日九华宗 开山收徒 你不是答应了宗主 今年一定会选下手徒吗 别转移话题啊 等等 选下手徒 我的手徒 不就是杀死我的男主角吗 我 涅槃了 在多年之前 一切故事的开始 原书中 九华宗 开山收徒 我与男主角第一次见面 如今 我是大陆第一天才 九华宗宗主之妹 九华宗 金云峰峰峰主 年纪二十岁 突破军男期 修真界 顶级白富美 长君真人 而如今的男主角 肯定还是个小猜忌 天助我也 我要抢先干掉男主角 在他有势力杀死我之前 哼 你笑得好像反派 那个小子又上山拜师了 是叫什么第九千叶吗 凭你也想派入我们九华宗门下为徒 给我打 拜见长君真人 好美好赛 长君真人 大陆第一天才 果然和书中一致 当初第九千叶想上山拜师 被龙套反派们阻挠霸凌 恰逢那日沈长君心情好 路过时救了他一命 那么如果我做事不管 放任反派们对他下手的话 我就能躲过被杀死的 好可爱 原来当年他还这么小 这么小的孩子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书中第九千叶绅士悲惨 又凝固苦飘零 后来他被师尊救下 本以为从此有了依靠 却最终成了他一生的噩梦 或许只要好好待他 我也可以躲过被杀死的命运呢 你做我的徒弟吧 你做我的徒弟吧 涅槃前我就是这样被你欺骗 后来哪怕亲手杀死你 我也没能解开心结 最终导致我心境不稳 一生失败落得个身影 伤的下场 天主我眼 让我有机会涅槃 这一次 我要你死的更残千万倍 好啊 师尊 这一次 这一次 我要做个好师尊 我一定要让你死的更残千万倍 前世 你欠下的 你做这就要你 好可爱 叶叶好棒棒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什么 老子的南安独腾呢 南安独腾天下制度 又有森林扛霸子 第九千业本命木铃 理论上此时距离本师第九千业收复他 还有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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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时辰 这偌大的金云风尚你是为师唯一的清传弟子 本座现在还太弱 要先学会折服 四级提升实力 师会将自己所有的功法秘籍倾囊相赠 师尊对我真好 我长大后一定要好好孝敬师尊 成军之人对徒弟真好 我也想喝成军之人的徒弟 好羡慕地主千业 怎么样 徒儿若是喜欢 这些功法都是你的 啊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方才一切乃是幻术 徒儿学会了吗 这个女人究竟在搞什么 不说这些了 为师送你几件体面的道袍和法器吧 方才仍是幻术 苍天啊 我这到底是个什么奇葩反派人帅啊 苍天 这个女人到底在搞什么 还好的这是个小孩子 应该什么都不懂吧 本座已经忍不了了 真想立马弄死她 青云风尚简直危机四伏 敢说我得仔细排查一番 把那些玩意儿全烧了 我今晚可不能让她乱跑了 别把孩子吓着了 不会吧 这个女人要做什么 她带本座来自己的寝宫做什么 徒儿 想必你也累了 今晚就在这里歇着吧 还愣着干嘛 快过来呀 徒儿 你这辈子哪儿也去不了了 你永远和我在一起吧 怎么跑了 她不会讨厌我吧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吗 看来 我得加快提高第九千叶好感度的步伐了 有了 我想到一个人 第九千叶在月光小师妹 我的第二位徒弟 微生柔 不愧是微生家的大小姐 她一定能成为长老的清传弟子 这是今天最好的苗子 谁让人家命好 出生在微生世家 鸡犬也能升天 哇 妈妈 我看见菩萨了 圆主神美真棒 徒弟无意不是人中龙凤啊 我突然上去套借户 他不会把我当成什么怪阿姨吧 长君真人来了 两大女神碰面了 诶 淡定 圆主一直掩藏得很好 如今还无人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变态 我 您 就是传说中的 那个无敌貌美 又超级厉害的长君真人吧 你 我 特别崇拜您 您是我从小的偶像 我就是为了您才来九华宗拜师的 我 等等 我是不是被反向攻略了 今晚此时 静云风后山来见我 为师友入门大礼包送你 嘘 什么却是为了人啊 我这个妹妹挑徒弟的眼光不一般呢 你今晚要送小丫头这么多法宝 不怕你的大徒弟怪你偏心吗 怕 但只要讨好了他未来的小师妹 帮他牵好这一根红线 他以后肯定会原谅我的 爷爷 你 你怎么来了 沈长君 今晚我就留在这里了 死心吧 今晚 我是不会让你去见他的 你叫我什么 我要睡觉叫 快哄我 如果注定有人被这妖女折磨 那么还是选我吧 哎呀呀 外面快下雨了 快到此时了吧 我得快点 我的乖徒儿柔柔还在等着我呢 被无视了 不可以 今晚你哪也不能去 此过的汗子 被人以往的孤独 万体刚进入的恐惧 深深铭刻在心底的阴影 永远无法追求我的梦魇 小家伙 原来你害怕打雷呀 放心 以后有我陪着你 下雨了呀 长君真人 现在在做什么呢 终于哄睡着了 崽子 害怕就直说嘛 我说怎么今晚一直缠着我呢 嗯 安心睡吧 长君真人 我一定会等着你的 好温暖的感觉 他现在毫无防备 潜在难逢 既不可施 有啥气 被察觉到了 不是沈长君 是来自静云峰之外的 一股熟悉的气息 竟然能在千里之外 察觉到我对沈长君的 一丝杀意 是谁 若是此刻下手 怕是我也无法活着离开此处 罢了 他还不配与本座同归于尽 改日 另寻他发吧 啊 爷爷 昨晚睡得好不好呀 衣裳合不合身呢 衣裳 昨晚你睡着了 我亲手帮你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 妖女 本座现在就要和你同归于尽 因为 昨晚你下的尿床了 这个世界 本座已经没有留念了 毁灭吧 妹妹 你和徒弟的关系还真不错呀 为什么心中一阵酸涩 是这具身体里的情绪吗 再次见到唯一的亲人 一看到他就快要哭出来了 这就是爱吧 血浓以水的爱 哥哥 我的好哥哥 哥不短短 哥仔 这就是王八吗 沈长明 我要杀了你 好呀 我正确一个大义面前的借口 我算是明白 为什么一见他就想哭了 原来是他 沈长明 前世 本座一直与他不对付 果然 刚才那一股遥远的杀意 就是来自于他 看来他很在乎自己的妹妹 我看你这个徒弟颇合演员 可以给我吗 我会好好教导他的 疯了 他果然在怀疑方才对沈长 军起了杀意的人是我 沈长明为人精明至极 怎么办 你要收叶叶为徒 这倒是个好法子呀 祸水东引 第九千叶的未来再也与我无关 我就不会被杀死了 完了 我没法解释 方才为何对沈长军起了杀心 涅槃之事 绝不能被他发现 事到如今 只好豁出去了 叶叶最爱是尊了 师尊是天下最好的师尊 原来这孩子这么爱我的吗 原来我是这么棒的师尊吗 这个世界 我彻底被有留念了 师尊 不要赶我走嘛 好好好 怪兔啊 师尊都赢你 这个哥哥凶凶 叶叶不喜欢他 小兔崽子 天哪 他好可怕 叶叶胖胖 迟了 沈长军 你也有今日 仔细想想 这点牺牲也算不得什么 你小兔崽子 我把柔柔给忘了 叶叶 你在家乖乖的 我去去就回 等等 师尊 我不允许你去见卫生容 你 男孩子不要太爱撒娇啊 我 我哪有 除外的床单洗干净啊 说了多少遍了 那是你自己不小心打饭的茶水啊 哼 你以为本作 没别的办法阻止你了吗 长军真人 您来了 对不起 柔柔 我家宰宰太黏人了 一时忘了抽身见你 没关系 其实 我也是刚刚才到了 菩萨 你是菩萨啊 那好 明日选途大会好好表现 选途大会的第一名 可以随先认选师尊 并提出任何一个要求 天哪 这么多高级功法和俘虏 原书中 微生柔和第九千叶 就相识于九华宗的选途大会 一介废物 竟然与世家千金打得不分伯仲 最终 二人并列第一 齐生要求败在同一师们之下 成就一段佳话 只要柔柔能够独得第一名 我就可以勉为其难答应他的要求 做他的师尊了 叶叶也不好怪我 两边都不得罪 哈哈哈哈哈哈 选途大会第一名 一脚千叶 听说这小孩已经被长军真人说为首徒了呢 长军真人眼光果然厉害 他会提出什么要求呢 沈长军 我要你起誓 今生今世 只收我一人为徒 剧情走向怎么歪了 师尊被坏蛋抢走了 若有来生 我们下辈子再做师徒 柔柔可是今年最好的苗子 就让他败在你的门下吧 我说过 我只对你新收的那个小子感兴趣 何况 这丫头看上去脑袋空空的 比你那傻徒弟蠢多了 我岂不是亏大了 快放开 看见你们两个相处得这么自然 我就放心了 柔柔我就拜托你了 希望沈长明和柔柔日后 能够继续好好相处 爷爷 这下你满意了吧 依我看 那小子一定没别好屁 大家都这么说 那小子整天黏着长军真人 指不定电机上 真人府上那些秘籍丹药了 他不会听到了吧 真是头大 剧情怎么往反方向发展了 功法 秘籍都是我的呢 天哪 崽子被我养歪了 这个女人竟然真的怀疑我 等等 她如今误会徒弟对她有益 会不会加速她露出真面目 她对我下手之势 会不会提前 不行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得趁早拜证她 这样慢吞吞的修炼下去 我随时可能冲到前世覆辙 等不了了 我必须立马提升实力 爷爷 休息一会吧 哎呀 你看 维师一不小心掉了一本书呢 你快帮维师看看 掉的是什么书呢 不 不看也行 说起来 帮师尊挑一个伴侣吧 你想哪个做你的师爹呢 太老了吧 维师就喜欢老男人 越老越好 这都该入土了吧 他到底什么意思 他根本不是这样的神秘 也不会吃醋了吧 我要立刻恢复实力 弄死他 看来要想办法前往腰跃森林 提前得到本作之前的本命木铃 难安独腾 再用一次 就再用一次这个法子 师尊 人家想出去玩 想下山去历练 想去传闻中的腰跃森林 最后一次 本作发誓这是最后一次败萌 不可以哦 你还太弱 不能下山哦 竟然没用 我不嘛 我就要去 就要去 就要去 天呐 我到底在干什么了 好好好 师尊答应你 唉 崽子太小 只能宠着 突然觉得没脸活下去了 用别了 这个世界 我不同意 随意把一个菜鸡放下山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九花宗是养鸡场呢 有我在呢 我陪叶叶一起去 会全场保护他的安危 哦 原来是两个菜鸡 不许师尊说 成亲真人的坏话 呀 沈昌明虽然毒蛇 我临走前 他却送了这么多防身的宝贝 南安独藤七夕的腰跃森林 危机四伏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里 这里随便一个漩涡 都有可能杀死一个金丹气的秋氏 待会儿 我只需要伺机而动 叶叶 拿好 留着防身吧 全都给我 你自己一件都没留吗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蠢 真不知道最强 我为什么会栽在她的手里 哇 这就是原书中描述的腰跃森林吗 沈长军 沈长军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 内地 你为什么要说我为徒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乖徒儿再受人欺凌呀 还有 你这个小家伙 怎么总对我知乎其名呀 要叫师尊 来 跟我一起念 师 师尊 小心 不好 你 徒儿 你先走一步 宗主秘制的宝贝 天底下一等一的起药 浮生一梦 哪怕原因级别的大人物中了他 也得给我乖乖跪下 让我们吸食真远 小心收好 别惹了什么麻烦 宗主说了 这是静影 瞧 这不是有个小东西送上门了吗 好吧 跑吧 浮生一梦一旦中毒 便会功力尽失 浮生一梦 又是他 真便宜了你了 趁现在吸了他的真远 功力就能大大提升了 你也别客气 见者有份 咱们一起吸干他 难道这一世又要 你们想对我的弟子做什么 爷爷 爷爷 师尊 既然浮生一梦没有解药 精炭气强者 他要做什么 弯弯 我便以半生修为 助你重塑血肉 脱胎换骨 有为是在 不会再让你重蹈覆辙了 那名剑 完了 我知道他是谁了 我们完了 此事与我无关 想一走了之 没这么容易 你们伤我爱徒 我当一棒还一棒 饶命啊 长军真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前辈 您救救我们 长军真人不知为何误会了我们 我们哪敢得罪他呀 对对对 长军真人 莫要冲动 听我一眼 滚 九华宗乃五大宗之首 堂有容人之心 莫要玷污了领雄的名车 沦为滥杀之礼 你 怎么 你很意外 康他人之楷 便要做好替他人还债的觉悟 你简直不可理喻 糟了 我自尊内待 伤势太重 再打下去 恐怕会两败俱伤 呃 呃 叶叶 不能冲动 我若出事 叶叶便无人保护 他日 我定会向药宗和望神宗讨个说法 沈长军 不要放走他们 现在 你们滚吧 他日 我亦会向九华宗宗主 说明今日情形 公道自在人心 沈长军 你为什么要放他们走 你明明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等等 我不是中了扶生一梦吗 我怎么没有感觉了 叶叶 过些时日 为师在替你讨回公道 沈长军救了我 不可能 这女人蛇蝎性肠 怎 怎么会 别碰我 你别看着我 这气氛不对劲 叶叶别动 有危险 南安独腾 躲在我身后 断然不可乱跑 天助我也 若是能见南安独腾杀死他 你 小心 沈长军 你怎么突然 变得这么弱了 等等 体内有一股莫名而来的能量 这是什么 难道 不能让陀弟 看了笑话呀 神长军 在闯调什么 跑啊 不要管我了 使自己跑啊 不要欠你的 你也不欠 我作语 你了 我听你一句说 心情与你欠 神经心 若有其中法 回天命 改因果 你乾坤 幻觉吗 此禁术 一次只能维持片刻 曾经的神区和势力 只能恢复这短短一瞬 若想再次施展 估计还要缓三五年 现在 沈长明不在 沈长军昏迷 此刻若要杀他 定能成功 已不会有任何后果 但是 叶叶 拿好 留着防身吧 以后 有我陪着你 你 做我的徒弟吧 但是 本座 还有一个问题 要问他 这不是长军真人的手术吗 怎么回事 长军真人受伤了 又疼 师兄 哪来这么多牧草 听说 宗主连夜下山 带着微生小姐 把妖院森林给铲平了 修真界生存之道 不要得罪长军真人 沈长军 我说过 我不会欠你的 满恩的 不要可见 唯有以德功能 以藤为真 依次赐入他的 神瓶穴 零穴 玄机穴 丹 丹中 丹什么穴 什么中穴 丹中什么 为君子者 非礼物事 本座 岂能与他这变态 师尊一般行径 丹中穴 与缺穴 神缺穴 最后一出 丹田 这是 我体内的那半颗内丹 果然是他为了我 我 他不该救你 我以为他解毒 他应该不久就会醒来 应该是多该 不久是多久 一天 一月 一年 一会就此沉眠下去 他救你时 根本没有想过 自己是否可以安然无恙 你救他时 却如此心安理得 只需尽力便好吗 哪怕他永远沉眠下去 甚至因你而死 你也毫无愧疚于悔恨之心吗 沈长军会死 因我而死 也对 他说的没错 他内丹重创 神兽重伤 又遭剧毒 当初 若不是我执意要去腰月森林 我不会允许有下一次了 你不配他为你牺牲到如此地步 沈长军 你说的对 钱 怎么还没醒 不会吧 我不会允许有下一次了 你不配他为你牺牲到如此地步 沈长军 连你也有真心爱你的人 原来 你死了也会有人难过 喂 小子 你多少试一点吧 这都多少天了 我们都知道你担心长军真人 但长军真人吉人自有天相 放心吧 他肯定死不了的 我看上去 有那么担心沈长军吗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欠他的吗 不 本作只是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他 今生今世 他究竟为何如此待悟 沈长军 你不许就这样死掉 你只能死在我手里 宗主让准备的棺材已经做好了 马上抬走 叶叶 走啊 这两口棺材 是用妖月森林的上好木材 以蛆泥作为粘合 层层叠叠码起来的 你们把这两口棺材送去药宗 表示一下我们九花宗的心意 对了 我突然发现 这棺材里好像进去了一只耗材 我口子在哪儿啊 看上去 应该被吓跑了 我就带上我吧 我要去药宗给长军真人报仇 一个小不点 自己倒不小 虽然我个子还小 但我眼睛比尸顿大呀 他们都说 这些日子以来 多亏了你费尽心力的照顾为师 为师很 他终于醒了 难道我很高兴吗 为师很高兴 醒来后再次见到你 也很 停 停下来 不要再说下去了 庆幸 曾收你为徒 完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神长剧 我要是再不杀死你 我这辈子都杀不死你了 燕燕 你虽获得了我的半生修为 并吸纳了南安独腾 我将亲自教导你 直到你总会惯主 实力大增的那一日 没错 集中注意力 你只差这最后一 失踪 失踪 劳烦通报沈宗主 我已从药宗处得知了 一年前在一月三菱之事的原委 想亲自向长君真人道歉 我已经跟你讲了整整一天了 您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长君真人操劳过度 旧伤复发 半年前突然吐血昏迷 已被宗主强制闭关了 您现在不但见不到长君真人 连宗主也不可能愿意见您呢 那我就一直等在这里 直到长君真人出关为止 既有一封后山的花开了 叶叶 好好修炼 期待与你日后相见 那时你一定会变得很厉害吧 三年后见 叶叶 三年了 我终于出关了 话说连一个来接我的人都没有吗 大家都去哪了 啊 等等 这么多新仙主前来九华宗 难道是为了原书中的开篇 一切故事的起点 北荒大典 算算日子 的确快到这一日了 原书中以九华宗举办本届北荒大典为开篇 讲述了修真界天之骄子 第九千叶 与凡间最大王朝的公主殿下韩孝孝 经历了一系列冒险旅途的故事 赶紧让叶叶和他的红玫瑰凑一起 然后担他俩去冒险 叶叶最爱十尊了 想想好像还有点舍不得 不能犹豫 犹豫就会败北 金云峰上空空港道 大家应该都去处逢掌握了吧 我的叶叶去哪了 也不在金云峰吗 什么人 三 三年了 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这个人也太帅了吧 等等 好像有点眼熟 月下瀑布偶遇帅哥 多狗血的邂逅剧情啊 难道他是我命中注定的男主角 不是吧 不是吧 为什么我一个贪指一挥 就能一扇天海的金丹气强者 会被一颗狮子绊倒 那个 我是来找我家徒儿的 帅哥 你见过他吗 小小一只又软又萌还爱哭 世尊 好久不见 天啊 再多久没见啊 怎么就长这么高了 蒋天哪 我还以为我遇到白马王子 这原家徒儿怎么这么快就长大了 要见命了呀 喂喂喂 我只是长大了 不是死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我还记得他刚出生时的模样 仿佛就在昨日 一转眼他已经断奶了 停 我认识你的那年就已经十八了 那些都是你的幻想 长军真人 柔柔 我好想你呀 我也是 三年了 坏蛋哥哥没有欺负你吧 没关系 降妖除魔 乃无备结束 等我超渡完坏大师尊 你也拧走冰块徒弟 我再来拜您为师吧 我今晚来是通知你 三日后九华宗要举办北荒大典 阎王朝的公主要先来火灵神器 你向修真界示好 也或许是示威 我明白 作为九华宗宗主之妹 修真界百年来的第一天才 三日后我一定会准时到场 别自作多情 你爱来不来 我是来告诉你 这些日子会有很多修真界的人物到来 可九华宗山门前有个碍眼的家伙 挡路又丢人 需要你亲自处理 碍眼的家伙 和我有关 另外 现在的修真界中 你沈长军已经不是百年来的第一天才了 你身边那个才是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你这样除了感动自己 又能有什么用呢 你也未想到 南安毒藤会突然现实 不怪你 你走吧 你当初放走陷害爷爷的歹人 你当亲自向爷爷道歉才是 三日后参加北荒大典吧 到时候好好和爷爷说一说 莫再要犯你那执拥的脾气了 沈长军 这是我最后一次下决心杀死你 此次 我若仍然无法下手 那么 我就彻底奉向执念 而我一直无法下手的缘由 不过是由于如今的你截然不同 可我始终无法确定 我只是你的伪装 所以接下来将会让你再次面临和之前一样的选择 沈长军就让我看看 再次面对那样的我 会不会遗应起那般邪灭吧 这哪是攻略啊 没有一本能用得上的 罢了 还是活不出去 就算是为了迎合他的喜好 动作还是下不去手 实在不行的话 用幻术控梦吧 什么人 这些是 珍藏的 稀奇法器吗 看上去好厉害呀 能不能在坏蛋师尊身上 试试威力呀 拿恩独特来万毒之手 但若仅有微量毒素 便仅有麻痹作用而已 在被毒素麻痹后 便可任我事长幻术入梦 从而窥探他的真实想法 沈长军 如果你胆敢在梦境深处 对我心存歹念的话 你就永远不会再醒过来 反正 你我从此两情 愿愿就此作罢 沈长军 就让我看看 你真正的内心吧 我在哪里 这是谁 我见你为师尊 已经对我做出如此下流之事 雷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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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捏盘了 为什么 因为剧情歪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师尊 你将我囚禁在此 想对我做什么 这是梦吧 这是假的吧 快醒过来呀 亲手 亲手 师尊 打你呀 你疯了 这画面太可怕了 我不肯看 让我走啊 我不要按照这个剧情进行下去啊 师尊 你跑什么 难道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我感受到了她的梦境中涌出一次悲伤的情绪 你 你 你不是她 你不是我的业业 我想我的业业 你是男主角第九千业 你不是我的业业 又重来一遍 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我的那个业业了 我对我的徒儿那么好 我那么用心的把我的徒儿养大 还是为了让她给我捏腰吹腿断茶倒水好好孝敬我的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你只一来束缚着我的枷锁 在这一瞬间当然无存 别哭了 你只是在做梦 一会儿就醒了 沈长菊 从此 往后不相牵 火灵神器 其余四大宗竟想将这个烫手山芋 掏给景华宗 我店中进了人 什么人 不好意思啊 我本来想拿这些偷袭您的 可是这些法器 我还不大会用啊 嗯 这样的吗 不 不是 那您教教我好不好 啊 啊 竖风大帝 你死得好惨啊 脏了 不能要了 我接冰块师兄的奇怪法器还在里面啊 哦 不好意思啊 需不需要我帮你把他们再救出来 你可千万别跟为师客气 这是梦吗 那真的只是在做梦吗 好香呀 师尊 您足足睡了两天两夜 想起来吃点东西吗 虽说修仙者大多屁股 但我从小总听您念叨凡间的美食 所以专门为您做了一些 果然这是梦 师尊 您做噩梦了吗 梦都是反的了 习惊一场罢了 是吗 那就好 哦 托儿果然长大了 懂得孝敬师哥了 饿我吃了 手艺真棒棒 我这豆花怎么是咸的 为师是甜豆花的 饱了 吃饱喝足 明日就是北荒大典了 好期待啊 月月 你明日作为我的亲传弟子 与为师一起出席好不好 我们师徒二人要经验四座 然后我就可以为你与你的红玫瑰牵线搭桥了 谨遵师命 三年没睡床了 昨晚睡得我腰疼 我去为师尊端茶 茶壶不就在这儿吗 哎 托儿变了 会为我端茶倒水 拧腰捶腿 孝敬师尊了 看来梦境果然与现实相反呀 这种梦会不会是某种预兆呢 剧情已经越来越歪了 万一梦境成真 明日一定要让叶叶与他的红玫瑰顺利结识 让他从此离开九华宗 让季情回到正轨 师尊 感谢您多年教我 但托儿要离开了 就此别过 不必寻我 再见 第九千叶 既然你与我恩怨两清 我便没有了留在你身边的必要 沈长军 从此你我两不相欠 愿此生此世 不必再见 有变 叶爷 你怎么会在这啊 你大声出狱 托儿担心你身体再有变数 就让我守着你吧 你明日记得早点叫醒我 我想要去帮沈长明镇厂子 其余四大宗 没一个时候的都 对了 我明日还想吃你做的早点 好不好 好 叶神啊 睡吧 晚安 至今 我杀死沈长军和武器 天下突遭劫难 武灵神器被一个神秘人盗走 世间灵气 轴然枯竭 如今 我一定要阻止武灵神器被盗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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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水灵神器有窥探真相的能力 所以神秘人第一个盗走的 并是他 我记得 他就在凡间落河 听说了没 今日北荒大典出事了 听说火灵神器被盗 救火灵神器被盗 避免 避免 为什么 为什么神机被盗 避免提前了 可以死 夜夜 夜夜 发生什么了 你有没有受伤 我刚刚被一声巨响吵醒 就匆忙赶来嘱咐 师尊 徒儿没事 让您担心了 对了 您刚醒来吗 您还没有 看到那封信吗 什么信 为师没有留意 对了 你去哪了 怎么没有早早叫醒为师 如人您不是说 爱吃甜的豆花吗 徒儿想渡吾望海 去凡间为您买来做早点尝一尝 哇 原来是这样啊 夜夜 如果离开是你的选择 或许这样也好 对你我二人都好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离开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回来 可能 你也有必须要解开的心结吧 夜夜 过去种种 就让他过去吧 如今 你不再是那个杀死过我的男人 你是我的徒儿 第九千亿 你不再是那个杀死过我的女人 你是万人敬仰的沈长君 夜夜 你以后不要再为我去买甜豆花了 为师突然不喜欢吃甜了 好 再也不去了 哇 敌人好凶残 竹风大殿都被破坏成这样了 不 据说这个 是昨夜宗主亲手回的 听说 那神秘人 羞地出现在北荒大殿上 当着五大宗宗主的面 抢走火灵神器 然后羞地一下 就消失了 这一下子 北荒大殿估计要推迟举办了 长君真人 若是专程为当年之事来道歉的话 大可不必 慢走不送 夜夜 既然突 不 杜明月成心忏悔 不如先听听她的诚意 胡言乱语 不知所云 神奇在九华宗的地盘被盗 将事成人交出来 旺神宗眼下受四大宗委托 定要向沈长明讨个说法 杜明月 这真的是你的意思吗 长君真人 受四大宗之托 请您唤沈长明宗主出来 跟我前往旺神宗 与四大宗商讨 寻回神器事宜 我倒不知 旺神宗的老秃驴也会打狂语 前去商讨 分明是沈讯 你说 我找不就是商讨 沈长明乃一宗之主 不可能随你们前去 杜明月 我替我哥哥去 不可 长君这人 你不可去 哼 有何不可 不就是商讨吗 我沈长君又不是没长嘴 这样僵持下去 对诸位都没有好处 不如这样 我前往凡间落合 将水灵神器带来 以弥补九华宗丢失火灵神器之过 还能借水灵神器 窥探神秘人踪迹 如何 也可 我前往凡间落合 三个月内将水灵神器带来 北荒大典如期举办 否则 我沈长君任四大宗处置 如此也好 一言为定 前辈 就这样走了吗 前辈 我们如何向四大宗解释 世子 我已经长大了 下次遇到这种事情 我不会再是您的拖累 说什么呢 在为师眼里 你永远是 小 小 小孩子 行吧 你想和我一起去班间就去吧 师尊 来 这样可以了吗 嗯 你就是我的小朋友吗 公主 公主殿下 火灵神器被盗 五大宗承诺 三个月后自会给一个说法 眼下 我等先护送您返回黄都吧 本公主 信不过那帮不识人间烟火的修真宗门 听说他们要去我们凡间的落合 寻找水灵神器对吧 我也去凑凑热闹 哇 凡间好热闹呀 师尊 我们衣着与凡间百姓戒然不同 未免引人注目 不如 我们去布装买一身凡人的衣裳 好啊好啊 买买买 正好遇见飞行数日 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累死爹了 哇 这里一定就是飞生之后的仙界了吧 常言道 只献鸳鸯不献仙 您与夫君郎才女貌 于是献煞旁人 何须所谓飞生求仙 您误会了 我们不是夫妻的关系 哦 那二位是 如果说是师徒的话 一听就知道来自修仙界了吧 哈哈 我们算是婆孙吧 这这这 喂 用不着这么夸张吧 舍妹还小 爱开玩笑 您不要误会 我们二人是兄妹 我去 凑近一看 腿好帅 哈哈 我说呢 小姑娘还挺幽默 快去选衣裳吧 赶紧把这身换了去 哇 好帅啊 自打宁踏进这个门戚 来我店里的女客人 就直进不出了 舍妹还未换好衣裳吗 宁桥 她来了 瞧瞧 多么美丽的女子 你二人的衣裳 也真是般配登队呢 等一下 你为我二人所选的衣裳 可不像兄妹之间该穿的款式 你们二人 并非轻生兄妹吧 你方才望向她的眼神 不像在看血缘之亲 而像在看一个女人 她 她自然是一个女人 但我与她也并非是 叶叶 我这身好看吗 还行吧 我觉得叶叶这身衣裳很帅呢 是吗 是啊 不过也有可能是你长得帅吧 行了 快走吧 等等我 叶叶 快看 桃花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世孙 徒儿不是小孩子了 这种幼稚有花哨的东西 我没兴趣 那个 不会是你自己想要吧 我 我不想要 一点也不想 神术吉福 三文一对 这可是千年神术 许元特灵 尤其是阴远 我们二人是兄妹了 那姑娘不如起个福吧 愿日后寻衣郎君 一生一世白头偕老 什么也还小 不想了 女大当价 姑娘生得美丽 迟早会找到一户好人家的 嘴上说着不要 可终究是抵不过身体的诚实啊 等等 我去 叶叶崽子呢 师尊 给 我突然想吃甜的 师尊 可以陪我一起吃吗 好呀 师尊 您怎么不吃 太可爱了 舍不得下口 哇 师尊 我又想吃糖葫芦了 我还想吃麦芽糖 芝麻酥 糖瓜 桂花糕 蜜枝藕 咦 这个 别说了 我想要 下一个 叶叶 你好可爱啊 小心 叶叶 这最后一串 这最后一串了 美食的最后一颗总是最好吃的 来 叶叶 张嘴 快吃呀 别客气 好吃吧 好了 走吧 我们去找一家客栈歇一碗 这家客栈看起来不错啊 防飞全免 您二位能不能多住几晚 虎儿 你也先行休息吧 明日我们再启程赶路 好的 师尊 哎 累了一天了 终于可以躺床上了 来来来 床床 我就不客气了 好快 终于可以睡觉了 软乎乎的 真舒服 什么动静 是谁在这里 火红的长发 麦四的床边 等等 那是韩笑笑 且慢 师尊 徒儿没事 不必但 来吧 继续 师尊 您对我可真放心 嗯 放心得很 还敢奏神 这就是修真界第一天才的实力吗 不过如此 咦 好奇怪 叶叶如今的实力 应该是碾牙含笑笑的呀 难道 叶叶开窍了 等得连相惜日了 好歹是涅槃前的好哥们 我万一随便一拳下去 不小心把他做死 放了 放了 怎么停手了 我和他的比试 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 为什么 因为 你 喜欢我吧 你以为刻意不还手 就能讨好本公主 你这样调媚的男子 我见多了 模样倒是不错 但无趣的很 至于你 你就是传说中的沈长军 不如 你来与我比试一二 为什么感觉一阵恶寒 阎王朝的国师都不是我师尊的对手 你也配与我师尊比试 深夜道法究竟有什么目的 直说吧 哇 夜夜阻止韩笑笑与我比试 是为了保护红玫瑰不受伤吗 师尊怎么总是这么受欢迎 好烦啊 哼 口是心非的男人 这么做 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吗 听说你们要去洛河 寻找水灵神器 我看你们的实力也就那样嘛 我不太放心啊 所以 接下来我要与你们同行 你们二人要好好协助本公主 口气不小 一个凡间公主罢了 就是你皇兄来了 也得给我师尊恭恭敬敬的 我同意 师尊 何必读此一举 没事了 夜夜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为师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对了 这间客栈只剩下你们这两间房了 所以今晚本公主就勉为其难 和你们住一起吧 行吧 你就住我这间 我和师尊先去休息了 做梦了 当然是女孩子和女孩子睡一起了 这两天 我有个朋友在洛河等着咱们 他是男的 到时候你和他一起睡吧 哇 师尊 我们要去找常君子 噓 不要换我师尊 不可巴鲁尼娃儿人来自修诊街 记住了吗 让我猜猜 您二位是兄妹 不是了 是夫妻了 得 我就没猜对过 这家客栈看起来不错呀 抱歉 今晚小店没有客房了 但是客官 您可以住进我的新房 也不知道常君真人他们到哪里了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夫君 我们快一点吧 早点赶到洛河找到他们 没大没小 谁让你挽着我的手 我偏要 据说 最近深夜洛河秘境频繁开启 我们今日可以等到午夜蓬蓬运气 对了 我那个朋友应该也快到了 你来了 杜明月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杜前辈是阎国的国师 就是我之前和你们提到的那位朋友呀 你们认识 我 我 我心知火灵神器被盗 并非九华宗之过 却无力在其余四宗面前力挽狂澜 如今洛河秘境将其 我便也想尽一份绵薄之力 你这个人倒也不必如此较真 归根到底错不在你 杜明月 你总是如此执着 究竟是为了自己慈悲的名号 还是天下苍生的命运 诸位多虑了 我今日前来 并非探求一个好名声 好 前辈今日的歉意 晚辈暂且收下 希望日后 不要忘记今日所言 涅槃前 天下大劫将至 杜明月以身陷阱 忽了藏身片和光明 归根到底 她本性良善 行了行了 你们干嘛这么严肃 听说 洛河是古往今来 众多侠客仙家们的历史之地 我们也来效仿一番吧 这里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轨迹 那我呢 我在追求什么 逃避注定死亡的悲惨结局吗 回到过去 重新过着每日 平淡乏味的生活吗 师尊 但是 不知不觉间 我如今或许也有了想做的事情 南安毒藤 不 是南安藤 凡间一种常见植物罢了 南安藤性子猎 会攻击靠近的一切活物 除了一种红色的雀鸟 你没有听说过 南安与红雀的千年传说吗 喂 小子 我看你师尊蛮漂亮的嘛 有仙旅了没有 尚武 我看 国师大人和长君真人就蛮配的 你觉得呢 什么意思 紫面意思呀 再说了 二人实力和地位也很般配呀 而且 就算不是国师大人 总会有别的修仙者追求你师尊吧 迟早的事嘛 传说中 千年前有一位公主 为了平息战乱 主动请应向敌国太子和亲 最终 她与敌国太子二人双双自尽与大婚当一 公主死后 一身鲜红血色嫁衣化为红雀 太子死后 那被令人肝肠寸淡的毒酒化为毒藤 二人生前不能相伴 死后 却还眷恋着对方的灵魂 世人皆被情自扰 如梦一场 长军真人 你说 多情苦的 还是无情苦的 不 你不该这样想她 若你对她好奇 你该多看一看 她本身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 而不是只知着眼 与她未来会配一个什么样的男子 杜前辈的问题 我还没有答案 不过 我倒从方才的故事中 看到了公主 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与子民的义无反顾 我钦佩她 如果换作是我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那样的勇气 妖礼 倒是我狭隘了 何况 我师尊不喜欢突吕 喂 你今日白天还称呼人家杜前辈呢 这画柔上面的 便是我师尊喜欢的类型 改日公主若是找到合适的人 再来做美也不迟 这 叶眼 石尊 托儿突然觉得这河边过燥了 咱们还是和外人分开走吧 亲近些 这是 石尊 小心 叶眼 叶眼 不可逐动 我已经进了落合蜜镜了吗 嗨 为什么 为什么这种事情总被我遇到 以我全力一击 就无法在他身上留下半分伤害 糟了 红雀快撑不住了 不能硬碰下去 不可能 哪怕原因强者 又不可能在红雀的攻击下 毫发无伤 看来 他将所有的修炼 都集中在了肉体上 先动走 再从长记忆吧 好快 躲不开了 他怎么不攻击了 难道 他无言 靠死敢攻击 用联系术 原来如此 但联系术 是木系修仙者的专修仙术 可我乃是间隙 不会联系术啊 我会一直在你睡 屠儿实力尚弱 无法击败他 师尊不会联系术 无法靠近他 不如你我师徒联手 屠儿用联系术照住师尊 师尊便可肆意靠近他 对他全力一击 好 安心 我不离你走 水系腰单 这水系腰单对木系修仙者 极有好处 对我精细倒是增益一般 叶叶 你快说着 师尊 谢谢你 咱俩还客气什么呀 我是说 谢谢你 四年前 在腰月森林就像 没有抛弃我 师尊 屠儿这一身道行 都是您给的 以后不会再让您 受到一丝伤害 水灵神器 传说中触摸到水灵神器 有可能看到自己的未来 也不知传闻是真是假 是真是假 一事便利 怎么样 你看到什么了 绝对是假的 放开我 我要弄死他 叶哥 别冲动 别冲动 算了算了 显然叶叶看到了什么画面 看来这的确是 货真价实的水灵神器 糟了 神经病情 已经不稳定了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叶 我们得赶紧找出口 出口找 赶紧 我们别 这是 长军真人 秘境将乱 我在秘境之外 助你们空间瞬移出来 此外缠组秘法 且随我掖你而行 杜明月 助我 杜明月 九华宗丢失火灵神器 这水灵神器就将功补过 由你带给其余四大宗做交代吧 这便是水灵神器 水灵神器可预知亏敬者的未来 我把它裹好 你再拿吧 本来还对自己的未来有点好奇心 看他和叶叶这模样 我还是别摸了 万一我又在镜子里看见自己 被男安独腾杀死一遍 看到了什么能如此震惊 我还从未见他流露出这种神情 难道他与我情况一样 出家人也不老实 对了爷爷 你是怎么知道左右的弱点的 藏书阁里查到的 公主殿下终于找到您了 长军真人 公主殿下给九华宗贴麻烦了 怎么回事 韩笑笑送来的火灵神器 在我九华宗丢失 所以我们与他一同来落 长军真人 我想您误会了 阎国的确向修真戒 送去神器已是友好 但派出的人员之中 并没有公主殿下 他到底是贪玩 便偷随着使团 溜去了修真戒罢了 不是贪玩 我为什么不能代表阎国出使 凭什么我存在的意义 只能是为了和亲 如今是我拿回了水灵神器 作为弥补 是我 您做得很好 可和亲一事已经定了 即日启程 不行 因为我已与他司令终身 他做我的驸马 本公主的婚事 要自己做主 皇兄若是不愿的话 便叫他来为我收尸吧 朕隐了 皇兄 哇 这就是人间的帝王吗 模样还挺好看的 九华宗除了沈长明以外 乱起辈分全都比我小 平日里见了我跟见了老祖宗似的 唉 要么就是像杜明月这种出家人 我还很少能见到这种同辈的帅哥呀 若公主殿下喜欢别家男子 是万万不能的 但对方若是长军真人的清传弟子 那我们颜国倒是与九华宗亲上加亲了 啊 亲上加亲 我们九华宗还与颜国有什么亲属关系吗 说起来陛下与老臣今日请来 还有一件事情 颜国国君愿与九华宗长军真人地界良缘 云称珠莲碧河之庙 啊 九华宗没有人和我同一个名号的 我怎么没听说过 沈长军 朕要娶你为后 啊 无礼之位 也配想娶我师 我猎徒呀 这可是为师侄儿八经的第一个头话 何况 东方可是真龙天子 数凡间万万人信奉膜拜 像历代人结先祖庇佑 可为顶级气云保身 别跟他赶我孝心遭天浅啊 神啊 黄蝶 究竟有什么目的 又是对我师尊不利的 我杀了你 可 长天啊 我的桃花没了 朕的皇妹 倒是看上了一个不一般的小子 长军真人 朕没有别的目的 不过是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罢了 今日是朕心急了 唐突了家人 但你迟早会成为朕的女人 这是什么霸道总裁语录啊 不过他确实有霸总的资本 不对 他不是霸总 是霸王 说了两句轻浮之语 你高兴成这样 不必了 我师尊喜欢老男人 几百岁的那种 活得太短了 另外 我与师尊也该回修真界了 如果你否定了咱俩的关系 我就要被原家和亲了 一路顺风 这就是你吸引本公主的方式吗 很好 你做到了 小哥 别冲动 别冲动 算了算了 这兄妹俩某些方面 还挺像的 不必急着回修真界 先随朕一起回黄都吧 沈长明也在朕的宫里 你们兄妹二人 可以先在宫里会合 再决定日后的事情 我哥哥来返街了 那我的柔柔呢 你是说那个女帝子 自然是和她也在一起了 柔柔也在 我正好有礼物想送给她 我们和她们会合之后 再一起回修真界吧 好不好 好 好吧 耶 柔柔是谁 那之前分明不愿配合 怎么一听这个女子在 就同意回黄都了 原来凡间已经学会 将灵力遵处在灵石中 又在生活上了 那岂不是灵力驱动的 机器革命 了不起 不过应该只有 王公贵族能用得起吧 听说 秘境已经开启过了 仅过了一夜没有关闭了 这么快 一定是长军真人 顺利拿到了水灵神器 可是他们人呢 听说 阎国皇族的人 近日来过此地 奇怪 我皇兄有那么多妃子 可是我今日第一次听他许诺女人皇后之位 你在干嘛 算时间 什么时间 按理 我已经可以再次施展那个技术 喂 你怎么不回答我 什么时间 本就再算一条虫子的死期 哇 阎国的皇多好繁华呀 喜宝 以后这天下都是你 对不起嘛 你突然站在我身后 我条件反射啊 我就轻轻拍了你一下下 无 无妨 朕有真龙护体 气韵七甲 自小到大 从来不会受伤 朕可能只是凑巧晕车了 派送陛下回宫 宣御医 宣御医 长军真人 此处乃陛下特意赠予您的福底 并受您宗师封号 时候不早了 您今夜在宫外歇息一晚 明日再入宫吧 爷爷 时候不早了 早点睡吧 你要是怕打雷的话 我也是房间的地板 可以提供给你 爷爷 你怎么总是这么没有防备心呢 万一有些人想对你 图抹不轨呢 你可是我的弟子啊 我不需要对你防备 师尊 托儿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呀 你能不能不叫我爷爷了 听上去很幼稚 那你想让我叫你什么 叫千叶 千叶 那我以后都这样叫你 好不好 你在干嘛 你脸这么红 是不是发烧了 还是 先按从前的脚吧 我先去睡了 你也早些休息 哎 等一下 祖幼的水属性腰单 对你木系修行正合适 或许可助你的本命木铃 南安独腾 气灵化形 给你 你在笑什么 十尊十刻记挂这 我很开心 等一下 你我一人一半 明日进宫 我要把我的这一半送给柔柔 柔柔是水系修行 他收到我的礼物 一定也和你一样开心 是 快拿着呀 别更为时客气 十尊不如将两半都送给小宋 那肯定更开心 我无所谓 也不是十分想念 可这是我第一次送你东西呢 好 好了 明日一早 我们还要进宫找沈长明他们呢 是 会心悦于他吗 谁 韩笑 或者 别的什么男子 虽说修仙者 大多岁月漫长 悲生成神后 甚至会绝情寡欲 可维师 其实还是更享受 这世间烟火气 想平淡喜乐地度过一生 有朝一日 若真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一生一世一双人 也不错呀 何况 你那日不是还在客栈说过 为师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了吗 韩笑 并非良人 那便寻一良人呀 总有一日会遇到吧 而且 就算不是国师大人 总会有别的修仙者 追求你世尊吧 迟早的事嘛 的确如此 好 便愿世尊早日寻得良人 但若是那日 明发现自己所托非人 偷尔不会轻易放过那个人的 哎呀 感情的事情 如人饮水冷碗自知 也也不用为我这么操心的 我觉得我自己能行 也对 我只是您的徒弟 与您非亲非故 哪怕真有那一日 也会有沈唐明为您出逃 还有九花 万千弟子护着您 并不一定需要我 并不是非我不可 你去哪里 房间不在那边 修炼 是错觉吗 哎 不管了 睡觉 明日期间柔柔了 反正剧情已经彻底歪了 随缘吧 沈姑娘 及时已到 公子您醒了 今日是沈姑娘与吴皇成亲的几日 您用膳后 可以前往公主府 与公主殿下一起入宫 狗皇帝也爱做梦 我师尊不可能答应他的 更别提如此仓促 你还不知道吗 沈姑娘一大早便已离开府内 早已前往皇宫进行丰厚大典了呀 是 什么 我终于想起来了 除了韩啸啸之外 原书中我在哪里听说过 盐国这个地方了 卫生家族 天下最了不起的商骨世家 贸易遍布南北荒的任何一个角落 而他们宗族最核心的一脉 就在盐国 而北荒凡间帝王 极其忌惮惮威生世家 最终灌制以攻敌叛国的罪名 满门诛杀 行刑当日 男主角赶到 就像昔日同门小师妹 威生柔 他便成了全族唯一的幸存者 总之 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威生世家的故事 再次走向那样的结局 没人 什么东西 感觉浑身使不上力气 是灵石做成的机关笼 我的法力正在被他不断地吸收 原本 朕想要威生世家为朕所用 后来 朕听说威生家的嫡女 成了九华宗宗主沈昌明的唯一清传弟子 朕突然就觉得 比起威生世家 还是九华宗更有价值 朕没想到 沈昌明唯一的妹妹来到了饭间 听说她很爱她的魅力 显然 你要比她那个弟子更加好用 可你为诱我前来 已经昭告天下 我是你的皇后 一国之后的一生都被关在笼子里 你如何向天下百姓交代 有什么关系 你和后宫里那些旁的妃子 也没什么区别 这金丝龙里 亦获工强之嫩 没什么区别 朕只需将你藏起来 你便生死犹阵 以前总听人说 交汇徒弟 饿死师父 如今看来 我也没那么无私 天下第一天交的名号 被别人给抢走了 哪怕那人是自己最宠的徒弟 我也有些不甘心 埋头哭攒了四年的修为 本想着能后肌勃发一下 便一直没急着突破 结果却招来了一堆虫子 整日在耳边 嗡嗡嗡嗡嗡嗡嗡 烦死了 自打来了凡间 整日什么沈氏沈姑娘的 我不配有名字吗 千年来 第一个二十四岁的过缘英奇 我乃修真剑 百宗之手 九华宗第一封主 如当皆当尊我一生 长军尊人 韩潇 看仔细了 本座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 武将 赶气于九华宗的力量 九华宗除了沈长宁以外 本座 就是他最大的力量 全都一起上吧 韩潇 今日 九华宗与盐国 就在你我之间 一决胜负吧 小人 巧蕾 还是凡间的美食美味啊 甜甜的牛乳茶真好喝啊 长军真人 那个 听说 外面传言说 那个 哎呀 柔柔 你快来尝尝我做的这个牛乳茶 可太好喝了 可以让你们卫生家推广推广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盐国皇城上下都在传言 说你今日要嫁给一条虫子 沈宗主 你礼貌吗 皇上 这是您的百姓说的 或许 我听错了 哎 此事说来话长 够皇帝 老娘今日淹了你做太监 来啊 有本事打死爸爸 你你你你你 老子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婆妇 婆妇 白瞎了这副好皮呢 二位莫要冲动 国师 请听平僧一眼 方才 沈宗主已破结界 入了皇宫大门 他若是亲眼见了此景 恐怕 再也无法收场 不如 二位各退一步 哼 可以 但狗皇帝要先将那些罪证烧掉 再以君王之名启事 此次放过卫生世家 哼 可以 反正 朕现在想要的是九华宗的力量 你若能心甘情愿地成为朕的皇后 朕还懒得管你呢 因此 我们便以一个月为期限 在北光大典之前 我都待在凡间 若陛下能令我真心心动 便是一桩美事 若是不能 他便以君王之名启事 不再纠缠于我 美人真是一口伶牙俐齿 说得比唱得都好听 事情的经过 正是如此 那日 我在水灵神奇中好像看到了什么 自打那日起 总是做噩梦 可梦醒了 便将你全忘 本公主说了不嫁就不嫁 谁也不行 本公主又离开炎国 再也不回来了 你走不了的 要么招千叶公子为驸马 要么嫁去南荒 明是公主 生在这个皇宫 死也在这个皇宫 你获另一个皇宫 这金丝龙内 亦或宫墙之内 没什么区别 都是一些没有翅膀的鸟 飞不出去 看仔细了 本座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 无师大人 您这是 公主殿下 保重 保重 无师大人 后会有期 客官 来些蜜枝藕吗 拜桂花糕咯 客官 蜜枝藕 麦芽糖 芝麻酥糖瓜 您这是把这条街的甜食 买了个遍呢 圣妹爱吃 上次不小心没吃成 这次再买些给她吧 您给我拿些桂花糕吧 好嘞 您妹妹待会儿瞧见 您对她这么好 保准高兴坏了 真的吗 那当然 你老实交代吧 唉 一个月的时间 我不会喜欢上你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故意想把我和沈昌明 留在凡间 你看 天快黑了 皇城内的百姓们 快点灯了 哼 不想回答就算了 哇 对了 你那个徒弟 看上去很在乎 那当然 我是一点一点 看着他长大的 不过 不过什么 你讨厌这个弟子 当然不 我很爱他的 可我总觉得 他心里装着事 他小时候看向我的眼神 就总是冷冷的 偶尔我会觉得 他不像一个小孩子 我全看在眼里 便一直想弥补 拉近这段关系 直到他长大后 有一日我突然就想明白了 他的心不在九华宗 他属于更大的世界 哦 原来如此 原来 你一直认为他迟早会离开 哟 客官 您快过来 您不是要给妹妹买糖葫芦吗 刚才卖完了 我又新做好了 来一串 不了 以后有人会为他买了 哎呀 那您就自己尝尝呗 最后一串了 我送您了 甜吧 有些苦 啊 对了 您笑说您来自吴望海 据说那儿有一棵千年神树 许愿可灵了 写个许愿牌 我树上一挂 才三文钱 您许了什么愿望没 没有 我不识字 千年爱恨如梦 空遗恨 两世情愁恩怨 转成空 估计迟大悦女足够多了 没必要再多你一份遗憾 第九千夜 你笑说四年 有日听你内心深处念叨着师尊 听个老夫耳朵都快起剪子了 第九千夜 就让老夫来推你 让你看清自己对师尊的心意 所以 待你那徒儿出师之日 你便撒手任他自己去闯荡吗 不 他若想走 我不拦着 但他若想与我一起 我也不会再擅自做主推开他了 哦 那若是日后 你嫁与他人 你的徒儿舍不得怎么办 不会啦 他迫不及待我嫁出去呢 师尊 夜夜 你怎么来了 因为想你 你不要总跟这个男人在一起说话 我不比他帅吗 啊 那个 等等 夜夜 你好像有些不对劲 走 我们回家 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讲 只讲给你一个人 有意思 夜夜 噓 夜夜 你在干嘛 你疯了 你想把我的身体对我的师尊做什么 老夫看不下去了 这就是你自己心底前一世真正想做的 你自己意识不到对他的心意吗 神长君 春宵苦短 我等这一刻很久 我们 藏天啊 你在干什么 不对 是我在干什么 你知道你不在的每一个瞬间 我有多想你 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 停下来啊 夜夜 你是不是不舒服 这些话不像是你会说的 为什么 师尊你为什么觉得 这不像徒儿会说的 我知道你尊重我 尽我为师 可是 这些年 偶尔 为师会有一丝错觉 或许真的只是错觉吧 那就是 你的心不在九华宗 不在我这里 或许 他从未对我敞开过 不 不是这样的 师尊 那些话 就是我真心想说的 是我心底里 最想告诉你的话 金云峰后山的花 开得比这凡间的美 往后余生 年年岁岁 暮暮朝朝 我都想和你一起看那里的花开 永不别离 我的心就在你这里 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不能那样说我 夜夜 好好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是为师错了 是为师说错了话 为师以后再也不乱想了 自始至终 为师也是真心待你的 你一直是为师的宝贝啊 乖 乖 夜深了 你早些回房休息吧 那今晚留下来 和为师一起睡 好痒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像养了一条小狗 那你想要师尊怎么哄哄你啊 你再说一遍刚刚那句话 刚刚的话 哦 你是为师的 爱撒娇的小朋友呀 师尊 今夜就说到这儿了 早些休息 至于还有一些别的话 我与你来日方长 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功成身退 不必太感谢老夫 再会 饶命啊 老夫是在帮你啊 明明已经弄情 却没意识到自己的心意 难道要一直到失去的那一刻 才追悔莫及吗 那我真是谢谢你了 让我用那样的方式 向师尊表明心计 但在那之后 后面的话都是你自己 真心实意 亲口说出来的呀 这次 你倒也确实替我 让我意识到我自己 小子 终于承认自己喜欢师尊了 但此事不能操之过急 怕吓到他 反倒搞砸了 话说回来 你看上去只是一个年轻人模样 你什么总自称老夫啊 小子 老夫乃是千年目灵 你给老夫放尊重点 听见没有 人家 说话了 你刚刚 称呼本做什么 大哥 我错了 其实 小弟我也只是 初有千年修为 没有什么记忆的 整日浑浑噩噩噩 知道你吃了那半颗腰单 我才能聚临滑行 重生已至 小弟我初出茅庐 不懂人群事故 还请您大人有大量原谅小弟无知啊 小弟如今只有一心魔物回忆 千年前 好似有一个故人 公平大小姐回忆 欢迎回家 祖母爹爹娘亲 大伯二伯小叔 大伯母二伯母 大哥二哥三哥 大嫂二嫂三嫂 小只豆子丁丁毛毛 四年不见 我好想你们呀 跟随大小姐后面的那个人是谁啊 大小姐说她是买来的仆人 花了二十两银子呢 哦 贵了 来来来 多吃点 小柔 怎么吃得这么急 是不是饿坏了 主要是好久没吃过 没下毒的饭了 平时尊都会在饭里下毒 让我自己解 解胖了才能吃 有时候馋死我了 却一口也吃不到 那个 听说 你们九华宗的宗主 可怕得很 据说她长得凶神恶煞 手段凶狠毒辣 是修真剑一霸 呀 那小柔岂不是整日活得水深火热 哇 我师尊是天下最好的师尊 啊 真的吗 嗯 师尊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他其实 很会照顾人 我知道他很关心我 师尊 他是北荒大陆第一强者 是无数人崇敬的对象 师尊 从小 只要有他在 就会很安心 师尊长得优帅 厨艺超好 有时候 你会觉得他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我知道 他一直在默默看着我 北荒大陆 整个修真界以他为首 他受万人崇敬 但也肩负着很多 这些年 我从师尊身上学到了很多 我一直希望可以快点成长 早日为他分担 总之 能遇见师尊 真是太好了 哎呦 原来如此 那就好 哦 对了 我的那位仆人最喜欢吃辣 爹爹 您帮我告诉膳房 为他准备一份超级辣的饭菜吧 但最好是明面上看不出有辣椒的那种 因为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呢 呃 这边的人这么能吃辣吗 陛下 您真的决定履行承诺 放过卫生师家吗 嘿嘿 谁知道呢 你去宣审 长君真人入宫吧 涅槃前 自始至终 无人得知窃取五星神器的神秘人的真面目 因为 他盗走了阎国皇宫一剑 让任何人都无法识别出真凶蛛丝马迹的法器 遮云天 上次火灵神器被盗 神秘人胜在出其不意 这次 神秘人若没了这件法器棒身 必丢马脚 近时 便可以探其身份 陛下 您用命鲜花将成 近日可有喜事 千年来 北荒势力分散 远不如南荒大陆在圣殿的统领下 上下一心 如铁板一块 朕从来不止着眼于微生师家 亦或九华宗 北荒大殿即将开启 朕的目的是拉拢整个北荒修真剑 陛下 奉您的旨意 长君真人已经入宫了 人在哪呢 不好意思 飞太快了 一不小心被杀猪车差点弄死你 抱歉哈 你这是在故意试君 试君 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你惊讶什么 别生气了哈 你又打不过我 只能干生气 当心气坏了身子 这些是修真剑的人 这么多 自打你和沈长明答应留在房间 整个修真剑都以为九华宗与朕交好 朕已经将本届北荒大殿举办的地点 拦在了我阎国皇城 朕只是利用你 朕根本不喜欢你 哦 无所谓 我管你喜不喜欢我 女人 你在玩火 虽然你这种类型很流行了啦 但我不喜欢你这种霸道总裁型 我还是更加喜欢温柔深情型 最好会做饭 肯听我话 感情专一 聚家时乖巧 在外要成熟 最好骑着白马 踏着鲜花和七彩祥云 降临在我身边 话说回来 叶叶属于前者吧 为什么这些年相处下来 他反倒越来越像后者了 越来越像我会喜欢的类型了 诶 我在说什么 啊 我的脑子不干净了 是藏宝阁的方向 藏宝阁出事了 藏宝阁 难道是想到水灵神器 我得去探探 国师大人 有贼人擅重皇宫 烦请问您水灵神器是否安然无恙 安心 无恙 那就好 祭祀人选选定了 还请您在大典前交出神器 有趣 我刚想去盗取这云天 便被人杰族先登了 上次盗取火灵神器 胜在出气不易 如今 各个宗门皆有防备 那个审常军还突破了云英计 没有遮云天 万一缠斗过久 暴露身份 报了 看来 想要水灵神器光明正大的丢失 还需要我的 但时机 北荒大典 这次 就让他安稳地举办吧 杜明月啊杜明月 这几年 连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吧 你心经的每次动摇 都与他有关 我何时才能有机可乘 彻底占据这具身体 而不是只能在你沉睡时处了 何人行器 给我站住 哎 哟 还算有点本事 不过 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得给我留下 你究竟是谁 为何只知躲闪 不知反击 危险 这要是你 就会下意识地保护 石子 原来你当初也是这样的心情 思念了吗 时间过得真快 你终于有一日 你换我来救你 奇怪的人 师尊 叶叶 叶叶 你今天去哪了 师尊 待北黄大典结束后 我有话想对您说 好呀 启禀陛下 方才一个神秘男子 送来这些金子 说赔偿您的损失 哦 赔朕的什么损失 他说 别多管闲事 呃 朕最近得罪的人 是不是很多 急报 启禀陛下 南荒大陆圣殿的人 突然到访 据说是关于和亲一事 因为公主殿下 未能及时前往南荒大陆 圣女发怒 近年以临时为能量研制的法器颇为成功 我又努力拉拢修真戒和卫生世家的势力 用不了多少年了 待北荒诸多力量凝聚 上下一心 我北荒的公主就再也不必像这千年以来一样 远嫁和亲了 陛下 南荒圣女是天下最强者 请您三思 公主殿下他 罢了 随他去了 君王死射击 如今局势暗流涌动 若有一招灾祸骤降 我这个哥哥怎么着 也得死在他前面吧 姑娘 这是你要的 十下最流行的侠女套装 哇 从今日起 我终于可以行侠仗义 浪迹江湖了 若不能非生成神 凡人寿命也不过百年 小柔 你也长大了 愿不愿意寻一门亲事 你可有什么重义的狼君类型 全凭你意 像长君这人那样的就好 最好用男子来举例 那就像师尊那样的就好 大逆不道 小柔 明日就要北荒大典了 听说你明日要作为这次的祭司 主持本届的北荒大典 我仿佛回到了当年 一夜恶不半年的知识的日子 压力好大啊 不过说是祭司 其实就是将祭品门线上高台 展示一圈 再拿下来罢了 师尊 待到北荒大典平安结束之后 停 别说这种话 大臣会以悲剧手为 或许你过了明日 便再也见不到他了 别问我为什么 我就是有这么一种不祥的即适感 好像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似的 没人 原书中一切的开端 北荒大典终于举办了 它是北荒大陆最盛大的节日 向天神祈福 可鼓舞民心 据说线上的祭品越高级 便越能祈愿成功 尽管这一世 他举办的时间地点祭品 和上一世完全不一样了 哥哥 安心 我会尽力的 即日晨凉 目于天神 愿其恩光 普佑世人 驱拙玉灵 万古同歌 好旺盛的灵力 好奇怪 过去也未曾见过水灵神器如此波动 是因为我吗 也好 既然如此 倒也是一个时机 自从我来到阎国皇城之后 我一直想要窥探一件事情的未来 水灵神器 告诉我 这一世 微生世家还会不会重蹈覆辙 无奈水灵神器 可洞察过去与未来 可窥探一切之因果 此乃世界法则 因果铁律 注定不可改变丝毫 不知道北荒大典 举办得怎么样了呢 然 汝之灵魂 似是柔杂 你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 因此并不受这个世界的铁律法则束缚 自打你来了阎国 这些书你都翻了快一个月了 你究竟在找什么 找办法 因此 在这个世界 为乳方可逆转因果 我愿任您为主 听后差遣 谁 水灵神器 现在告诉我 这一世 微生世家的未来是什么 来放何人 微生世家的人 我沈长明保下了 石砖 好了 石砖 怕什么 你不是说你知道我会一直看着你吗 果然是很温柔的人呐 奇怪 就这么走了吗 说起来 那人的实力就与我不相上下 弹指一挥 移山填海 北荒大陆何时有这样的强者了 糟了 圣东击西 神器 神器认主 甚好 带上他 随我走 你将成为下一任圣女 为止 杀 谁要去做什么狗屁圣女 尔等如此行径 进入北荒大陆 觊觎神器 手段下作 你盗贼合一 我的股肠 女人一臂之力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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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笑 箭 灵 北方大陆怎么会有如此隐士强者 本座不属于北方大陆 也不属于任何世 是单纯 杀死 谁死 是吗 如果圣殿都不存在 那么就不需要圣殿 很好 我记住你了 尊身吗 竞术的时间也快到了 师尊 又是他 红军 好恐怖的杀气 掩刺量机 最容易轻易地得到了水灵神器 而且各大宗高手上是惨烈 厉害了一个也不胜 顺手把他们都灭了吧 你身处的神器 即使得到有或使用 如果 待会杀了那个神长军就行 这里每个人都会死 啊 月 你真想跟着我吧 早有医学 可彻底抹杀 你做何人 滚出来 好了 月 你的脚梁 还是功成 是病人逃了 各大宗死伤惨重 我了 今要走速度治疗 我们北风大陆远石脸大神器 又得罪了南荒圣殿 我们要完了 终于 结束了吗 柔柔 哥哥 看来是赶上了 奇怪 夜夜 哪去了 什么 长军真人终于醒来了 我要去找他 跑慢点 什么 夜夜离开了 自从北荒大典过后 第九千夜便没了踪影 你昏迷的第一夜里 我发现在你昏睡的枕边 被留下了这封信 以及 被修复好的红雀剑 至于你昏迷的这一个月里 南北荒大陆发生了很多事 还记得北荒大典上 出手击退圣女的那名强者吗 他化身为隐 在北荒大典结束的第二日 突然间陷在南荒圣殿 袭击了整个孙殿 百年来 无人能想到有人 单敢挑衅圣殿为隐 彼时 圣女尚未归去 圣殿上下猝不及防 元气打伤 自此 短短两日 此人纵横北荒大典 与南荒圣殿 无人能敌 一战成名 由于他持有的法器 遮云天的缘故 无人知其样貌 法术体系 绅士来历 故而 也无人知其这么做的目的 短短两日内 本座连续两次使用禁术 接下来的反噬恐怕会很大 何况 如今天下局势暗流涌动 师尊 你是唯一能使用水灵神器的人 可谓重视之约 在本座找回武灵神器 并彻底镇压圣殿这个隐患之前 师尊 你和苍生都会有危险 但愿我们还会再见 任长君 长君这人刚苏醒 就立马去闭关修炼了 我都没有见到他 他没有执着大师兄的事吗 我还以为他会冲出去找他呢 他什么都没说 一个字也没多问 他和他都知道自己的使命 皇兄 北荒大典上发生的事情 我已有所耳闻 当你收到这封信时 我应该已经抵达南荒了 此番 是我自愿与南荒王朝和亲 我希望从此之后 两国不再兵戎相见 百姓安居乐业 只可惜 你我兄妹一场 余生无法再见 我此生 怕是没有机会 再重回炎国故土 炎国公主 韩世 前辈 您当真要孤身离开 却寻找那日盗走神器的恶人 那红武恶人 实力强劲 如今又有两大神器榜神 宁三思啊 无须再劝 我去已决 必要找到那红武之人的下落 将水火两大神器带回 若未找到 余生便一直找下去 不死不归 长军真人 你出关了 听说 传来了关于 木灵神器的线索 我已得到哥哥的许可 此番由我亲自去走一趟 对了 线索是何人传来的 是否可靠 线索由这位传来 可靠得很 你是 杜明月 不过一年未见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形象 巧装法术罢了 这一年来 我形变各处 难免需要隐姓埋名 不能叫人瞧出身份 免生事端 今日总算有所收获 便将木灵神器的线索传来 刚巧碰到你出关 正好 你我二人结伴而行 一起去寻闹木灵神器吧 好啊 也不知道我闭关的这一年来 外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去路迢迢 你想听什么 我可以慢慢讲给你 自一年前 圣殿遭袭 元气大声 原本紧张的局势 也由此暂时缓和 本是自愿前往和亲的 韩笑笑公主殿下 由此便没有了和亲的必要 南北大陆的交界 有一个南荒与北荒 两不管的法外之地 世人称其为混乱之地 混乱之地的幕后之主 千百年来 无一不是狠角色 前些时日有传闻 幕后之主 得到了能够开启 木灵神器的钥匙 只是 没多久 混乱之地 便易主了 据说 一个神秘的人 近日成为了 混乱之地的新主人 得到了能够开启 木灵神器的钥匙 啊 我明白了 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 拿到开启 木灵神器的钥匙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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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前面那是 圣殿上下接任的我们二人 你看我干什么 看我背后 他们走了吗 还没 那就再等会儿 好 嘿 什么呀 看来 对方早有准备 我等你很久了 一年不见 神长君 竟然是你 他就是打倒 上一任幕后之主的 神秘强者 新一任的幕后之主 看来 钥匙就在他手里 方才 你认输得也太快了吧 还没开始挡呢 拜托 那可是传说中的眼 举世无双的第一强者 华神器巅峰 已是半步成神 我还没有鲁莽到那个地步 真巧呀 全都是我最爱吃的菜呢 都花还是我最爱的甜的 说是软劲 但愿还真不赖呀 那么 现在你做何打算 趁机溜走 放弃木灵神器的钥匙吗 不 这不是我的打算 偷袭 杜明月 你对我怎么这么不设防呢 长军之人 你不要乱来 明面刚不过瘾 我便按着来试试 但只我一人便够了 没必要再多搭上你一条性命 此行我若一去不归 你便速速逃走吧 我的打算是 做一个孤零零的饱死鬼 长军之人 你若一去不回 我耗尽必胜经历 也要让你 我在说什么 我 心动了杀心 整个府邸都被我探了一遍 未见钥匙的痕迹 只剩下这里 爷 他在修炼 连我进来了都没发现 不 不可能 若我猜得没错 他此刻 这是闭关调息的关键时刻 不能强行停止 否则会气血倒涌 走火入魔 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要不要看一看 他的真面目 第一次 在花车上 他似乎护了我 第二次 在北荒大典 他击退圣女 也算是间接住了我 若说他是与我有恩 倒也不为过 历任混乱之地的幕后之主 皆是恶人 可他毕竟坐了这位子 才没几日 钥匙也是他从上一任 恶人手中夺来的 传言说 一年前圣殿遭袭 元气大伤 却无一人丧命 如此想来 若要我趁人之危 对他不利 我做不出来 罢了 他究竟是谁与我何干 反正又不认识 找到钥匙 我就留之大吉吧 诶 怎么找不到呢 哦 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找 嗯 上我看看 师尊 你饶了我吧 真想直接告诉他在哪 拿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从什么时候醒的 一直 一直 一直醒着 哎 哎 你看你的这个锦囊 他他 他 他多么黑呀 哎 嘿嘿 我在说什么 我要凉了 哈哈哈哈 好可爱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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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笑了 因为想到马上要杀死我 所以感到心情愉悦吗 你对他们很感兴趣吗 他们是开启木灵神器的钥匙 名为比翼鸟和灵灵质 是最顶级的法器 不过 我尚不清楚具体用法 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是让我死得明白一点 不过 我不能将他们交给你 众矢之地 太危险了 你明日 便与杜明月回酒吧 我傻心 嗯 本是奔着神奇钥匙而来 却没想到 会遇到熟人 沈长驹 跑 他不是化神器吗 怎么变得这么弱了 难道与方才的走火入魔有关 第三次 这是他第三次救我 一时 他第二次对我赶尽杀绝 圣女 今日我沈长驹立室 来日定叫你付出代价 你我二人 不死不休 不必来日 今日 你就会死在我的手下 一个圆英妻 也敢对化神器叫嚣 不治死活的东西 呵呵 今日 谁死 谁死 还未可知呢 有点意思 本座让你三招 让你死得漂亮点 你 出招吧 逃跑了 我刚刚明明说的那么热心 本座 是不是被耍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搜 奉圣女之命 搜遍整片混乱之地 一定要找到他们二人的下落 你们 去那边搜 这封信 是在软禁着我的房间中找到的 这里面 记载着混乱之地 丽人幕后之处的所有人口贩卖 和肮脏脚义的详细名目 爷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若能亲自将他们搅到陛下手上 或许可以终结此处 长达千年的混乱与罪恶 只是 如今 长军真人身处险境 我说离开此处 等等 我在想什么 数万人性命 叫他一人性命 我就要犹豫这种问题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我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 娘 你别冲动呀 那毕竟是堂堂的神器之药 实在取不下来就别取了呀 再拽的话 手指要折了呀 爷 喂 你怎么样 还好吗 等等 我虽仍然看不清他的面貌 但现在已经逐渐可以看出 他的大致身形体貌 看来 眼的灵力已经稀少至极 却撑不了法器的消耗了 他的伤太重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 得把我的灵力输给他 修真者千人千法 每个人体制与功法都截然不同 若是我与他灵力相斥 他根本吸收不了多少 罢了 只能看他的造火了 奇怪 他的身体对我的灵力吸收得极好 怎么会呢 好温暖的感觉 我和他的灵力仿佛亲密无间 我对这股灵力的感觉 就好像兜兜转转的重逢 你醒了 怎么是你 你何必带我一个累赘 你速速逃命去 我们分开行动 喂 我好不容易救醒你 你给我听话点 你为什么三番两次救我 救你不需要理由 我师尊教我 修仙先修己 理应争气浩然 即是旧人 你有失诚 我一直以为你是散修呢 我不是散修 但我的确自幼无依无靠 直到一日 我遇到了 遇到了谁 你师尊吗 爷 喂 直到一日 我遇到了我的心上人 可惜 当时我还没来得及数出口 便只能别离 只于靠 藏于心 喂 你没事吧 我还会看看 糟了 圣灵师族们搜到这里了 师尊好厉害 自从一年前北荒大典之后 你怎么突然转了镜子 学会说人话了 师尊这么厉害 还不许我夸赞几句肺腑之言呢 你已成年 当懂男女有别 离维师远点 维师不想传染上你的傻气 啊 长军之人不在这里 杜明月飞音传信 说整个混乱之地 都在搜捕她 受女坐镇 她逃不出去 那么 她应该会向混乱之地 更深处去 混乱之地的最深处有什么 千年前的南荒荒城 自千年前 那次无比盛大的和亲之后 如今那里 已沦为一片死寂 结结诡异 至今不处 那会不会有危险 话说回来 杜明月去哪了 她说 她必须立刻去阎谷 见寒笑一趟 醒一醒 醒一醒 说好梁 难道她连力已耗尽 如今不过肉体翻胎 男女有别 但如今你性命危在旦夕 不论你是谁 我不能欠你的 好热 心跳好快 是错觉吗 原因期也会怕热吗 我现在一定很暖和吧 那再离她近点 给她暖一暖身子 你醒了 怎么样 我 没事 这还说没事 从今日起 你哪里都别去 什么都别干 老老实实听我的话 直到把伤全部养好 听到了没有 冷 冷 现在呢 还冷不冷 还有一点点 那我再抱紧一点 好些了没 好多了 曾经的情 知与口 藏与心 当年 别离的一瞬间 我便后悔了 这三百个日日夜夜 无时无刻不提醒着自己 若能再次相见的话 我绝对不会对你放手 这里 就是混乱之地的最深处吗 这里姐姐好强 行动致患 无法再前进来 神器之药 姐姐打开了 难道 木灵神器 在混乱之地的最深处 这是 这就是 千年前的国度吗 黄雀 怎么不受控制了 可爱吗呀 快刹车 谢谢 不客气 那是 神术 它与北荒的那棵千年神术一样 也在南荒 矗立了千年吗 哇 好凄美的爱情故事啊 没想到 他们二人是青梅竹马 彼此深深相爱啊 你懂得好多 再多给我讲讲吧 我还想听 接下来呢 你以前对画本子毫无关系 怎么今年这么爱听这些情情爱爱的东西 女孩子少听这些情爱故事 会把脑子听蠢的 还是专心修炼最为靠谱 记住了没 好 师尊说得对 结界好像打开了 我们进去看看 好 师尊说得对 这就是错过嘛 如果南荒太子与北荒公主 当年做出别的选择 结局会不会不同 不过我也不是很懂这些情情爱爱了 你呢 你都化神奇巅峰了 应该几百岁了吧 岁月漫长 你有没有遇到过喜欢的女子 我不信 那是名字为隐吗 好奇怪的名字 我有一位心上人 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隐字 我才化名为隐 哇 绝世强者的心上人 他一定很厉害吧 或者超级美貌 大佬 方不方便讲一讲 是世上最美 最了不起的人 是世上对我最好的人 亦是我眼中的 举世为一 沈长俊 我的心上人 就是你 你 你 喜欢我 我很久以前的心 你就喜欢上你 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也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我喜欢你 沈长俊 再见你千千万万遍 我还是会为你信 啊 被 被 表白了 沈长俊 其实 我是 我 我怎么 小心 听 什么动静 我请 突然好晕啊 好像要睡着了 神奇 果然在这里 哈哈哈 举满掌公主 我又在欺负南荒来的质子了 哎 长公主 谁是长公主 我是沈成军啊 妈爷 我又涅槃了 可这套娃娃 长公主 我竟成千年前的北荒悲剧虐恋你主角了 你说对了 恭喜宿主 涅槃到千年前的虐恋故事中 您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完成任务 全员皆走出幻境 反正 全员迷失 完成初遇事件 妖蛮公主与傲娇太子的冤家初相逢 这个任务超级简单 只需要和太子打几句话即可 宁可自由发挥哦 曾天哪 为什么还会有系统啊 等等 你睡 神器大哥 小弟记得自己的主子好像很需要隐藏身份 您能不能帮小弟个忙 让他的容貌不被幻境里的熟人们认出来 您不知道我主子生起气来有多可怕 帮帮小弟的忙吧 求求了 OK 准了 好可爱 好好软啊 哈哈 长公主又在欺负她了 等等 这是 哦 长公主和她拉手手了 这不是神器之药吗 等等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小正太的宿主不会是 呃 除我以外 别的宿主都没有自身记忆 帮有自身性格 啊 你 你 你敢欺负我 我以后一定要娶了你 呃 小朋友们的脑子里都是什么逻辑啊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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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不放 放啥 不放 你 你给我听好了 等我长大 我要娶你 你给我等着 他们二人超得好凶啊 任务完成 十年来 南荒兵力骤增 明星所向 十年前 南荒质子早已返还故土 如今 竟也轮到北荒公主要靠远驾和亲求和 千年前的剧情 终于要正式拉开帷幕了 穿上抑郁风俗的衣裳 踏上神秘未知的路途 再次见到那个她 人呢 送本公主去和亲的队伍呢 假装呢 是臣呢 人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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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怎么还在这里 那方才进了轿子的人是谁 难道 难道是从小斋界寄养在寺中 昨日才归来的小公主 你干的 不是 除了几个大事件 别的事情我都不参与 自由度极高哦 难道 这个小公主也是宿主 这个性格 听上去机灵又胆大 会是谁呢 希望她平安无事吧 毕竟 若宿主在这幻境中死去 便是真的死了 那不耽误时间了 我这就独自前往南荒 见到眼 完成任务二 你就是天下第一刺客 你叫 诸事念来国道 不错 正是我 三万斤 请你出山 杀死前来和亲的北荒公主 很值 小公主殿下 不管怎么说 您决定替长公主和亲 实在是太冒险了 奴婢多嘴了 先退下来 我最爱黄姐了 才不要黄姐加入魔窟呢 原来你不是真正的长公主 不知你的脑袋 值多少斤 您是刺客 刺客先生 很高兴认识您 因为我 好像很喜欢您 我倒也不缺这点钱 好嘞 肉皮凡胎 不会遇见飞行 跨了一个大路 半条命都没了 我现在开始休闲 还来得及吗 哎 终于到南荒了 话说回来 之前的幻境外 也为什么莫名其妙 向我表白啊 那还是我第一次被表白 这会不会是什么阴谋啊 不过人家是天下第一强者 能偷我什么 十年未见 他小时候那么可爱 长大后会不会更可爱了 我记得现实中 他好像是一个和平爱好者 待人温柔 宽人善良 幻境中 他应该长成了一个温润如玉的 翩翩家公子吧 快看 太子殿下来了 啊 据说 太子殿下应用无双 将那贼寇窝子 杀得血流成河 图境整山贼寇 剩下整整三千人 他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 难道 这才是真正的他吗 好强的杀机 好浓的血腥气 这样的他 突然让我想起一个人 原著 书中就是这样描写第九千页的 他霸道自负 可谓威名赫赫 受万人敬仰 因此 他修的乃是杀道 凤行以杀指杀 何人挡落 我为什么会想起原书的叶叶呢 说起来 从什么时候起 叶叶开始变得和原本的他 完全不一样了呢 太像了 这种致命的危险气息 像极了 我被第九千页杀死的那一瞬间的感觉 压迫感好重 我只是一个凡人 感觉要被杀了 等等 殿下 我记得他 他是我的妻子 北荒的长公 你还记得我 一眼就认出了 他记得我 他果然心里有我 把他抓起来 锁进关押俘虏的囚车里 是 我 我是未来的太子妃啊 我是来和谦的 是 所以 你存在的意义 就是给北光一个像马威 错一错他们的锐气 必要的 必要的话 还会拿你 血迹我军军席 太子妾虾威武 太子妾虾问贵 我刚刚听见了什么可怕的话 错觉 一定是错觉 妖兽了 不是错觉啊 原来他的真实性格竟然是也性这么强吗 我之前为什么会觉得他是一个恋爱脑啊 听令 回宫 这里才是真实的世界吧 世界外面的世界才是美好的环境吧 我不会真的死在他手下吧 不过反正我也算欠他三次救命真了 可我还是不想死啊 任务二 再度重逢完成 太子殿下回宫 哇 这就是混乱之地最深处千年前的模样吗 昔日如此繁华的皇城 千年后却沦落为一片废墟 不论什么都抵不过漫漫岁月呀 公主 太子殿下交代给您些吃的 这些我吃不贵 我还是更爱吃甜的 另外 大总管吩咐 从今日起 您最好不要踏出这个房间半步 嗨 我懂 软件嘛 放心 我怕死得很 我不会去招惹他的 我躲他远远的 开启任务四 与他同床共枕一晚 检测到您有强烈的排斥情绪 因此提醒 无法走出千年前的故事线 您会永远迷失在这场幻境中 等我回到现实 我要砍突你 OK 如果您有命活着出去的话 公主殿下 您在对着空气说话 没 没有了 话说回来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眼熟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你叫什么名字 公 公主殿下说笑了 您如此尊贵的人 怎么会见过我这样下等卑劣的仆人呢 我 我也没有姓名 我是大总管 花了三个铜笔买来的 你很可爱啊 怎么可以这么说自己 我给你起个姓名吧 你看你穿得白白净净的 多漂亮呀 姓白怎么样 名字还没想好 要不以后我教你写字 然后你给自己起 好不好 真的吗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呢 您是第一个 圣灵殿下 他们逃进了结界内 如今大帝陷入幻境 结界已关 庞然无法进入 我们只能守在外面 守株待兔 一千年了 真是怀念呐 等他们出来 把这里轰平吧 我不喜欢这里 不吵醒他 我在他床上待一晚 明日一早 趁他没醒 我再早早溜走 这样应该也算 字面意义上能完成任务吧 你在我床边傻笑半个时辰了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 你不会是来刺杀我的吧 怎么可能 我只是来睡觉的而已 哦 这样 那来吧 大哥 你怎么能一脸淡定的说出这样的话 利索点 明日还要早起上朝 等等 等一下 你怎么这么自然 你是不是见过很多女人这样 我在说什么 为什么要说出这种天上去像在吃醋的话 没有 十年前 自从做质子归来 我便混于滨江军营 鲜少见过女子 他在解释什么 为什么要说出这种丈夫向妻子保障的话 你将会是我的妻子 你想对我做什么 都是情理之重 都是对的 可 可是 可是你白日不是还说要拿我血迹军旗 还让人软禁我 我有我的立场 你如今的身份 只是北光的公主 一个月后 你与我大婚 你才是南光的太子妃 若是有朝一日 你诞下我的孩子 那么 哎 天天天 打住 八字还没一撇呢 怎么就说起孩子了 好帅 你好想说出什么 哎 快给我失忆 我说了这么多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我们才在小时候见过一面而已 你就确定自己不会后悔吗 啊 心脏跳得好快 我还没答应表白呢 怎么就直接求婚了 为什么会后悔 你看不出来吗 我对你 一见钟情 啊 你 你 你喜欢我 说出来你可能不行 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爱上了你 就好像 我已经爱了你很久很久 你说 一千年前 我们会不会就已经是恋人了 完了 大脑当机了 心脏要炸了 不着急 来日方长 你不会再被软禁了 你知道吗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好像已经等了你很久 不止这十年 仿佛从上一世开始 我就已经在等你了 等你喜欢我 你说 这是不是就叫宿命 宿命吗 可我的宿命 是在这个世界里 杀死你 任务四完成 发布任务五 活过今夜 老丑 你好 长公主殿下 我是来娶你狗命的 哥哥 不对 宿主只有性情 没有记忆 他不认识我了 就你 值三万斤 确实是他 为什么连他也有武功 为什么只有我 穿过来是个废物 我要是有法力 直接一统南北荒 成为女帝 省得整着眼巴巴 看这些男人 斗来斗去 走心得很 阁下的目的 是毁了这次南北和亲 对吧 现在说出幕后指使之 我可保你一个全尸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夜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气得很 就好像 我与你 积藏了好几世的仇怨 巧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 说起来 袁书中哥哥好像也有 这么一个不对付的死对头 是谁来着 好像也是袁书中的 第九千叶吧 喂 你们不要再打了 在我的故事线走完全 如果你们在幻境里死去 就会真的死去啊 你护得了他一时 护得了他一世吗 你是太子 又不能整日贴身黏着他 只要他死去 南北荒就可以重新乱起来 无数只眼睛盯着他呢 不止我一个 后会有期 难攻证 他走了 你没受伤吧 你怎么了 我若是有功力 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打起来 而无能为力 你笑什么 你在担心我吗 早知道 我应该故意输给他 在受血伤 你会不会更担心 你 喂 刚刚多浪漫的情节 你怎么半路跑了 你之前说 我的任务就是一步步走完千年前的公主的事件 那么 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是不是做出和千年前的公主一样的决定 那就是 在大婚之夜 杀死太子 然后自吻 No No 你只需要杀死太子 这就已经足够虐猎了 你不需要自吻 幻境便会解开 那我哥哥呢 只要你完成所有故事线 所有宿主皆会摆脱幻境 除了 已死之人 也就是说 要么 我们永远被课幻境 生生世世 要么 牺牲引一人 换其余人解脱出去 公主殿下 太子殿下 刚刚连夜带兵离开皇宫了 说要去剿匪 太疯了 刚刚打完仗回来 劳累奔波 怎么要去 小白听闻 刚刚 太子殿下自宁离开他的寝宫后 大半夜的 去面见陛下 说要军功 陛下说 他若能再立一大功 便将精灵神器赐予他 精灵神器 您不知道吗 那可是鼎鼎有名的镇国神器 凡人若能吸纳他 便可脱胎换骨 移山填海 平天百年功力 殿下 您不能出城 南宫章 你不要去 我什么都不要 我不能再欠你的了 有听到 好像有人在唤太子殿下 今夜风雪太大 我什么也没听到 荣若 黄浅 多年不见 我好想你啊 你也来了 你是担心我 所以和哥哥一起来找我对吗 哥哥 黄兄没有来 只有我来了 谢谢你们 你值得呀 公主殿下 刚刚大总管说 太子殿下临走前 还交代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 等待太苦了 您不要等他 从很久以前起 我就喜欢上你 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也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他究竟是谁 他等了我很久吗 他从什么时候起 喜欢上我的 黄姐 你去哪里 去草书阁 好好学习 谁都会离开我 唯有学习不会 他好热血 燃起来了 对吧对吧 他冲涌的 小公主 你觉得自己拦得住我吗 我可以追您吗 我太喜欢您了 你出生的时候 脑浆是不是漏了不少 所以我做什么都容易漏性 喜欢您也是 你倒也不用称我为您 你毕竟是一国公主 我就想称呼您 这样就可以把你放在心上了呀 你几岁 十八了 你我二人相差整整十岁 你出身尊贵 你可以有安定优渥的生活 而我注定与阴谋和死亡相伴一生 你离我越远越好 明白 你能不能别说话了 你一说话 我之后几天就会满脑子 都是你的声音 做什么都做不进去 你能不能听明白我的话 你清醒一点 我与你的身份 注定不可能 你一共有本事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不然 我看见你一次 我就喜欢一次 太子殿下昨日才离开 你莫要太忧心了 黄姐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见的人 是不是想见一个人的心 根本藏不住 公主殿下 您不要等了 大婚看来要推迟了 太子殿下他可能 他也这样等过我吗 他也曾这么想要见到我吗 都这么久了吗 他已经走了整整三百 呀 那个 公主殿下 太子殿下才走了三十天 这么多正字 您是按照时辰化的吗 不 可能是按课中化的吧 太子殿下还没有回来啊 明明三五日的路程 太子殿下往日不可能耽误这么久的 大家都在传 说太子殿下发生是回不来了 公主殿下 他们乱说的 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 小孙子殿下 四十位家 开局直接收管 六六六 正直到 陛下有职 太子殿下 凯旋而归 特赏赐 公主殿下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好厉害 我记得一月前 你我第一次相见时 大抵是因为我身上血腥气太重 好像吓到了 此次剿匪八千人 悉数活着 无疑滥杀 因此多费了些功夫和时日 这次 你还怕我吗 他还活着 太好了 来 走 回家 哦 太子已经回来了 离大婚只差三日了 真是可惜 那天下第一次课诸室 今日再也没有出现在皇宫中国 有意思 看来 需要我亲自出马了 完了 虽说见他平安回来很高兴 可是突然这么走在一起 又觉得有点尴尬 这个场景好像约会啊 你好像又把心理想法说出声了 快给我十一 走 我陪你逛逛 哇 好美啊 千 千长 心跳好快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约会一样 我与你分别的近些日子 我一直想等再见到你时问问你 是否想清楚 是否愿意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我 已死之人 其实 但是 但是 今日与你重逢的一瞬间 我突然觉得 该想清楚的人是我 我是否愿意做好准备 哪怕你不接受我 我也一直喜欢着你 现在 我想清楚了 你该是自由的 我会一直喜欢着你 不论你接受与否 不论日后 你我相爱还是分别 阿兵 曾经 我只求与你年年岁岁长相伴 但如今 我只愿你往后余生 平安喜乐 永远幸福 但若有朝一日你我分别 我也希望你一个人 可以平安顺遂地度过余生 走吧 我们回家 你 发什么呆啊 走啊 我 救命真是邪门 我 小朋友让开 救命 东西 谢谢你 大哥哥 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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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皇姐失踪了 这可不是我干的 我只顾着夺你 近日没有来过皇宫 你是不是很厉害 我请你去救她好不好 你一个公主 月凤才多少 请不起我的 我可是很贵的 我把我的嫁妆全卖了 换钱给你 如果还不够的话 只要你当意救我皇姐 我以后 就再也不缠着你了 我再也不烦你了 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成交 我 我在哪 爹爹 系统正在重新启动 什么情况 我怎么掉下了一阵子 局面就变成这样了 你在哪儿这是 你最近跑哪儿去了 怎么是你 多明月 你认错了人 公主殿下 我不过是南荒王朝的一个 想要欺君犯上的乱臣贼子罢了 我要这天下越乱越好 我最见不得太平盛世 你 你不是他 他不会这样 穆灵 你说句话 稍等 我现在顾不上你 这阵子我莫名休眠 剧情已经彻底跑偏了 很好 就是这副表情 我喜欢 你是我的了 哥哥 可怜 长公主人是美的 脑子是傻的 怎么总是认错人 我说是谁能这么快找来 原来是一条繁瑶竹子的狗 你不也是一条繁瑶竹子的狗吗 你这 得意不良踩脚了 好安心的感觉 只要有大家在 那个公主殿下 我对你这个类型没兴趣 旁边这位的目光快要杀死我三百遍了 明日本是你我的大婚之日 我待会去面见父皇 让他推迟明日的大婚 我想等你真正想好的那一日 你才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好 也好 这样 血色婚宴的那一夜残剧 也可以推迟些使人 太子殿下 陛下有令 将北荒长公主带去天牢审问 你们要做什么 凡是进了天牢的犯人 就没有活着出来的 太子殿下 今日 陛下曾赏赐给您的镇国神器 精灵神器 在您的太子殿里 丢失了 若是叫那精灵神器 落入北荒手里 南北荒的局势便会逆转 北荒公主 是最大的嫌疑者 是你吗 不是我 真的 好 我信你 你们转达陛下 我与公主殿下明日便会大婚 自明日起 她便是这南荒王朝的太子妃 她是最没有嫌疑的人 因为 她已怀有身孕 这 原来如此 奴才这就向陛下禀报 她在说什么 什么怀有身孕啊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等等 明日大婚如今举行 弟弟 任务最后一到关卡 大婚之夜 杀死太子 完了 虽然只是在幻境里 但一切又是那么的真实 我将嫁给她 然后杀死她 吉时宜到 你今日很美 今日婚宴 两国联姻 你深夜潜入皇宫 是想来杀太子 还是想来杀长公主 不过 无论如何 他们的命 我保了 自然是全部杀死 一个不留 最好连那个昏庸的狗皇帝 一块弄死 你一个沾满鲜血的亡命之徒 竟比我这所谓的 既是圣僧 更有仁慈之心 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吧 你有没有发现 我和长公主 模样很像 没准 她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呢 现在正在里面 洞房花猪叶的 可就是我的妹妹妹夫了 你给我正经点 木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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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奇怪 系统怎么又掉线了 娘子 乱叫什么 我好像闻到了酒的味道 你喝酒了 若你不喜欢 我就再也不碰酒了 你倒也不必如此向我保证 这种承诺听上去 好像一对真正的夫妻啊 你生气了 这有什么声 你看 我没骗你吧 真的只长了一点点 我的猪吻啊 请太子殿下与太子妃 共饮交杯酒 来 娘子 你还好 我很好 我们洞房吗 我现在 无所畏惧 那你可以叫我一身 夫君吗 抱歉 我 我还 不 该抱歉的是我 是我心急了 是我贪心了 人生能有此时此刻 与你一起 便足以 脸颜下好烫 是因为酒精吗 还是因为他刚刚说的话 你 你干什么 大婚之夜 你说接下来该干什么 蒼天的 不会吧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这是 男公正 这两杯交杯酒 其中左边是必死的毒酒 皇命难违 今夜杀死北荒长公主 这是陛下的死命令 你是吹响发起战争的后脚 真是遗憾 时间不够了 没有等到你喜欢上我 怎么回事 为什么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明明还没有出手 为什么和系统说的不一样 爷 爷 你拦不住我 就凭你 怎么回事 突然好运 我中毒了 什么时候 从我第一次见你起 我付给你的每一笔酬金 上面都涂抹了慢性的剧毒 算算日子 今日也该发作了 死定了 我不开了 什么 你 你在为我 难过吗 我早已看淡生死 何况如今身中剧毒 本就时日无毒 你 你何须如此 也好啊 在你余生的时光里 你既不是 每声 每刻 都会记得我 对了 我还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我 罢了 下辈子 再问吧 千年前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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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双双自尽 太子是 眼下 独久而死 公主 恐怕是内疚至极 自我而死 系统发布 让我刺杀 她的任务 从一开始 就是骗局 她在转移我的注意力 从一开始 正确答案根本就不在选项里 所有人都会死去 我什么都没能阻止 这就是千年前 公主和太子的心情 无论选择什么 最终都无法改变 注定的结局 滴滴 千年前的悲剧已重演 你失去了一切 理论上 宿主已陷入 极度悲伤情绪 三直狂调 原来 从一开始 我就没得选 所有人都会死 滴滴 达成逼翼结局 自吻而死 自从金灵神器丢失 两国注定一战 此后 便陷入了长达 数十年的战火纷飞 这幻境中的剧情 不论怎么选 注定是悲剧收尾 难怪所有进入 混乱之地最深处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 活着回来的 此剑乃是 北荒公主的陪嫁 你可以用她自吻 也可以继续 在幻境中 孤独地活着 我突然好奇一件事 慕灵 你的本体是什么 我以前一直以为 你的本体 是这棵千年神术 可是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神器是天地精华 凝聚而成的器皿 它们往往小巧精致 灵力却极其旺盛 再后来 我又发现这两枚 作为和亲的聘礼 与嫁妆的戒指 当初便是产自 这棵千年神术 在千年前 世人竟然根本没有记载 关于木灵神器 有所谓钥匙 这么一说 你之所以总休眠 是因为 我在偷偷地尝试 毁了这个戒指 果然 在我每次偷偷尝试后 你的系统 都会休眠一段时间 这世上根本没有 所谓开启 木灵神器的钥匙 所以我猜 它就是神器本身 谁说没有人 能改变悲剧的结局 幻境 眼 幻境解除了 你醒了 看来 大家都活下来了 太好了 见到它活了下来 我好开心 发生什么了 你都不记得了 也好 不记得最好 你想让我想起来吗 你些约会 同床共诊 大婚之夜 接吻之类的 停电停 那你还记得 进入幻境之前 我的话吗 哦对 进入幻境之前 它 它向我表白了 而我 何必给它答复呢 关于你对我的心意 我 我也不是不能考虑了 不过我们还不了解 我们可以慢慢来 天哪 天下你一个大佬 在追求我 梦幻开局 有一件事 我想向你坦白 现在由于第九千夜的身份 我无法解释自己 实力仇增之事 我前世由因它而死 若它多疑我的目的 难免解释不清 都无增误会 而且 因你的身份 属地颇多 如今多方实力 对我虎实淡淡 若抱入我是第九千夜 它作为我的师尊 定会被牵连 而它若知道 我是第九千夜 定不会抛下我不惯 若是后 我岂不是将它 置于更多的危险之中 啊 先前是我冲突 我与它 暂时还是要保持距离为好 谢谢 我还是独自一人心动 我有一些暂时 不可说的秘密 但我从未欺骗过你 我远起誓 对你从未有半句谎言 否则天前降生 不入轮回 啊 不不不 不用这么严肃 我能理解 每个人都有隐私 我也有我的秘密 你本就与我有恩 我一直亏欠着你 我愿意相信你 实在要说的话 没有人的秘密比我更大了吧 我可是同生者 你我之间的亏欠与恩情 早就已经说不清了 千年来 还从未有人能从幻境中解脱 恭喜二位 从今日起 二位便是我的主人 只是沈长君为了脱离幻境 他手上的神器有了裂缝 暂时无法使用 而隐的可以使用 他有目灵治愈的功效 可助您快速恢复尽数的反噬 你去哪儿 我猜到精灵神器的下落了 你莫要跟来 太危险了 你 等我回来 带我一起走吧 我不想只是原地等待 这一世 我不是娇贵的公主殿下 我是元英七巅峰的沈长君 我能做的事情有很多 我可以帮到你 我要和你一起去寻精灵神器 也好 师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心思 我们去哪儿 千年前 由于精灵神器丢失 天下大乱 太子与公主双双自尽后 所谓圣女横空出世 一举统一难荒 我想 当初精灵神器 就是落到了圣女手中 她拿到这精灵神器 哼扫千军 活了一千年 所以 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 就是南荒 圣城 好 那我给哥哥和柔柔缠个信 师尊 你终于醒了 发生什么了 你不记得在幻境中 发生的事情了吗 不记得了 看来是因为你修位太低 所以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不过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脑子不太够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师尊呢 你还记得吗 我自然记得 我可是跨神器 哪怕神器 也得让我三分 想听我讲讲 幻境里发生了什么吗 师尊想讲就讲 不想讲就不讲 我都听师尊的呀 不了 没什么可讲的 都是些无聊的事情 那便不讲 对了 在进入幻境之前 我们聊到哪了 聊到 一些情情爱爱的画本子 不过 我突然不喜欢听那些故事了 总是悲剧收尾 我不爱听了 这就对了 那以后就不再讲了 嗯 禀圣女免下 看来 他们已经得到了木铃神器 并且已经离开了 我们此行 怕是没有什么收获了 一千年了呀 公主殿下 太子殿下还未归来 您却思念的头发都白了 小白 我不求得到金铃神器了 我只希望 他能平安归来 太子殿下讨伐匪寇有功 陛下赏赐给他镇国之宝 精灵神器 太子殿下随公主殿下去逛夜市了 奴婢带他们归来后转家 对不起 公主殿下 我不想再做人下人了 我想改变我的命运 只要我有了神器 我也能成为人上人 我会成为 我会成为 比公主还要尊贵的人 我要受万人敬仰 我要受天下磨败 圣女勉下 木灵神器已被他们带走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回圣城 没有人能阻碍我 我要做永远的天下地义 站住 你这个人很可疑 你是什么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奇怪 方才他专门施展了一荣术 现在在寻常人眼里 应该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男子而已啊 有什么问题呢 普通人 寻常男子会这样不守难得 一个人在外面抛头露面 没有女人看护吗 如今南北大陆局势动荡 你不会是北荒来的奸细吧 啊嘞 原来圣城是以女子为尊的吗 不 我不是独行艺人 我有七主 此番就是他带我回家 啊 对对对 没错 他是我的小郎君 真的吗 我看姑娘你容貌美丽 为何选这么个外貌 普普通通的男子 你们不会是在骗我吧 哎 七主 他七主我容貌平平 我好委屈 嗯 沈章君 管住 为了大局 为了金雷神气 不要把蜘蛛啊 不能穿帮 我就是看上了他的容貌平平 怎么了 原来如此 这位男子 想必有什么过人的特长 嗯 有道理 原来如此 哪两间客房 一个男人 哪能一个人独自住一间房 叫人看了要说些话的 张口闭口就是男人女人 有完没完 我说两间就是两间 我和卫生柔 一回九华宗 与寒霄一起 清算混乱之地人口贩卖的事情 一切多加小心 哥哥和柔柔和九华宗处理事情了 估计一时半会不会来我这里了 哥哥杜明月怎么一直没有回我的消息 他去哪了 罢了 先找到进入圣殿的办法 寻找精灵神器的下落 圣城中的圣殿 结界固若金汤 估计便是借了精灵神器的功能 旁人根本无法闯入 只能想办法混进去 我的容貌 圣殿之人恐怕还有印象 红卷 你去帮我打探一下消息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混进圣殿 交给我吧 有了木灵神器的增幅效果 你已经凝聚成了完全形态 可以离开我一定的距离 独自行动了 交给我吧 好熟悉的感觉 是故人吗 到了 我竟然一身上千年 哪还有什么故人 这就是你调查出来的 进入圣殿的唯一办法 圣殿中的圣殿 本就皆被森严 再加上一年前 隐突袭圣殿 如今 非一般人 绝不可能混入其中 除非 堂堂正正地 被圣殿的人挑选进去 据说 圣殿经常会在这里 挑选貌美的男子 民间也常常会将 貌美的男子 进贡给圣殿 二位姑娘 进来吧 我这儿可是圣殿 最大的花楼 你爱的样子 我们这里都有 不了不了 又是个副馆严的 乖儿子们 天快黑了 都起来接客吧 是 老板 请问您这里 还收不收男人 卖艺不卖身 圣殿 我一定得混进去 公子宁英俊潇洒 我们以兰楼自然欢迎 只是 我得先看看您的手段 那儿有一位女客人 在那儿坐了一下午了 你要是能把她拿下 我们就收下你 交给我吧 女人最懂女人心 我最了解女孩子 喜欢什么类型了 这位客官 您愿不愿意让我来陪您 我 我愿意 为什么会在这里 还用艺绒术上 寻常人把她当做了女子 幸亏我修为高 能识破艺绒术 这位小官 你是要来俯视我吗 老板 这下您铁定得收下我了 这位姑娘 可是我过去的老主顾 早已经被我拿下了 所以老板 您就直接收下我吧 我说的对不对啊 大哥 快说句话 说句话我就能留下了 我认识你吗 别平嘴了 快去吧 我看好你 小少年 姑娘 来 我为您倒酒 老板一直盯着这边 看来得好好做个戏 你不亲自喂我吗 我见过别的小官 都是这么伺候客人的 这家伙不会是个妇妃吧 他不是温柔那一挂的吗 有意思 好呀 小娘子 你想要我用杯子喂 还是用嘴喂 尿啊 尿啊 还是用杯子吧 你忘了 那叶已经清空喂过了 我是一个失败者 我说的彻彻底底 那个 哼 老板 这座倚兰楼 我买了 以后 我是老板娘 她是老板 她想做什么 你们尽管听命 哇 她这么有钱啊 也对 已经历人互乱之主的金银财宝 最终大多都进了她的口袋 您想投钱可以 这以兰楼的收益日后可以有您的一份分成 但若是全部买下 还得看我们老板想不想卖 你不是老板吗 我只是个管事的 这盛城最大的青楼的老板 可不是一般人 他就是我们以兰楼的头牌花魁 您随我来 与我们以兰楼的头牌花魁见上一面 等一下 小娘子 干得不错 这是给你的奖励 没人相赠 确之不公 老板 有人花重金 想为咱们以兰楼出钱 估计是想插手今年进贡 给圣殿的男子名额 哦 花魁邀您进去详谈 花魁何在 哟 来新客了 你就是花魁 光鲜好暗 但她的容貌 和杜明月似乎十分相似 气质却戒然不同 杜明月不是去北黄炎国找憨笑了吗 不可能 这位美人 听说 你想成为这以兰楼的新主人 我是这儿的花魁 你若成了她的主人 那便也是我的主人了 好了 这位兄太 卖我一份商骨的份额便好 我听闻这里即将举办夜宴 热闹得很 夺得头牌的小官 并有资格被进贡给圣殿 记得给我留上一个上等的雅间 我到时 也来凑一凑热闹 看到刚刚叫我兄太 我被到兄弟了 我被误视了吗 这还是我第一次被女人误视 老板 他看上的就是 楼下那位新来的小公子 沈长军 原来如此 他已经得了木铃神器 如今又盯上了精灵神器吗 来得正好 你决定了 日后万一后悔 哭着求我 都没办法挽回了 我 我决定了 谢谢师尊多年教诲 但徒儿 不愿再留在九花宗了 就此别过 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吗 因为每多留在这里一刻 多见到那个人一眼 我便多痛苦一分 我与您的师徒缘分已尽 从今日起 我微深柔与您 再无瓜葛 您就当做 将我逐出师门便好 沈长冥 再见了 小师妹 你真的要走啊 宗主 她虽然看上去不正经 但她其实最疼你了 宗主 小师妹 她是微生世家的嫡小姐 又当过九花宗 宗主的清传弟子 离开这里 她会变成 诸多势力眼中的一块肥肉的 宗主 这都是 我的错 圣女面下回圣城 下令以兰楼 参见圣女面下 最近 你们这儿 可有什么不错的官人 有的有的 最近新来了一位 那位小公子 死呢 还没混进圣殿 这圣女怎么亲自来了 绝不能叫她认出来 等等 隐去哪了 竟然有人敢窥四这本座 糟了 她差距到我了 她认得遮云天的气息 怎么办 什么人 沈朝明 你这鬼一定在救死了吧 沈朝明 你迟早是我的 长得倒是有几分男子气感 你是以兰楼的新人 别碰我 很好 我就喜欢有脾气 你 随我回圣殿 所以 那座雅间里的女子 被圣女带走了 啥 那雅间里明明是个英俊 潇洒的美男子 完了 隐仙间走火入魔 如今实力还未完全恢复 太有危险 小公子 不要急 我们老板已经决定 将您进攻给圣殿 行 立刻送我去圣殿 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得去救她 听说 城中刚进攻一个清秀的小公子 我倒是谁 原来是老熟人啊 说吧 想怎么个死法 一年前 水灵神器任我为主 你要我做圣殿的候选圣女 如今 木灵神器也任我为主 我且问你 还愿不愿意收下我 封我为候选圣女 笑话 你两次三番忤逆我 如今还想成为我的继人者 是吗 你若不答应 我就彻底毁了木灵神器 大家都别得到了 不要预示去分威 近日 胆敢忤逆我的人 还真不少 不过 我答应你 你若真心投靠圣殿 圣殿会给你一生想不尽的荣耀 对了 我听闻 近日 你将她从蚁兰楼带走了 她可是自愿跟我回来的 至于现在 我想如何处置你们俩 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可恶 事到如今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哎 好在 圣女说她今日刚回圣城 又要是忙碌 暂时顾不上眼 看来 尹暂时还是安全呢 等一下 我是在高兴她没有遇到危险 还是在高兴她和圣女之前 还什么都没有发生 哎 前面那个身影是 啊 千严公子 圣女殿下 虽允许您在圣殿内自由活动 但唯独这里 未经许可 绝不可进去 南安说 圣殿由精灵神器的结界笼罩 整座圣殿我都找了一遍 唯独此处 无法进入 想必 精灵神器 很有可能就在这密格之中 可我如何能够进去呢 第九千叶 真的是你 爷爷 维师好想你 我也想你师尊了 一年前你不辞而别 独自闯荡修行 维师虽然守不得你 但也明白 好男儿志在四方 时隔一年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在这南荒的 的圣殿 Ida呢 等一下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们刚刚好像叫你圣子 不 会是我想的那样吗 这一年间 我的崴子 脱落了 师尊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这一年 只是在四处历练 你不必担心 圣子身份 不过是我用来调查 精灵神器的由头而已 那你在圣殿 有没有见到尹 就是圣女今日 从以兰楼掳来的那个人 你很 关心他吗 他救过维师 维师不能不管 一 叶叶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是不是已经见过他了 这个嘛 我的确见过他 他现在很好 他现在十分开心 开心极了 是吗 他很开心 看来 是我瞎操心了 他为什么生气了 他到底希望尹现在过得好 还是不好 眼他现在在哪里 前面走廊右拐第一个房间 行 叶叶 我去去就回 好 难道他心里有我 等一下 尹就在这里呀 完了 有人在吗 爷 圣女还没有来吗 还是已经走了 我要被人发现 生死可不能与别的女子偷偷优惠 谁要和你优惠了 害我白担心 原来你一开始就想跟圣女在一起 既然你无事还有心情开玩笑 那我就不打扰了 放手 你在说话 你是在关心我 对不对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好烦躁 自从得知他被圣女看上后带走 就一直静不下心来 阁下 我还要去调查精灵神器的下落 数不奉陪 你叫我什么 他刚刚不是对九千叶说 很关心我吗 到底哪一句话是真的 无事在意 后悔无期 再见 神 当反应过来的时候 所有言不由衷的话 都已经说出口了 他心里没我 我究竟在干什么 莫名其妙对人家发了一通脾气 人家什么也没有做错 人家本来也没有义务 为了我和别的女人划清界限 我也没有权利要求人家 说起来 他之前说过喜欢我 他是真心的吗 即使他喜欢我 我也没有资格利用这份喜欢来束缚他 让他去追求真正属于他的幸福 这样才不愧对他对我的这份喜欢和信任 不过什么才是喜欢呢 好选少女勉下 您的圣子已入房了 祝您愉快 诶 长君勉下 我刚刚是在为了什么事情烦恼来着 突然完全不记得了 长君勉下 张嘴 啊 长君勉下 啊 啊 啊 长君勉下 您怎么了 啊 眼花了 我怎么会想到他 话说回来 他现在正在干什么呢 啊 啊 长君勉下 您又怎么了 我要出去一趟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天凉了 圣城该一主了 木灵神器的治愈功能果然举世无双 我上次禁术的反噬几乎已经康复 很快就可以施展下一次禁术 届时 圣女也不敌我 只是 精灵神器乃天下至强至尖的法器 圣女究竟将它藏在了哪里 目前仍未知晓 精灵神器的下落交给我吧 我这就去探知一二 我们能被圣殿选中 真是光宗耀祖的好福气啊 圣殿又招来这么多圣子啊 男荒一直是以女子为尊吗 我记忆中怎么不是这样的呢 奇怪 我总有一种对男荒很了解的感觉 我究竟是谁 啊 熟悉的感觉 你 你 你瞅啥 瞅你咋的 你这是哪来的臭丫头 该不会是我那失散多年的不孝女儿吧 哟 你又是哪来的混小子 敢这么跟你爹讲话 臭丫头 我是你爹 你是狗 啊 啊 啊 圣子 圣女免下今夜找你 哼 刚刚用那种不好的态度对待她 她会不会还在生我的气 是你 我是来救你的 我想你可能不愿意为生于圣女 还有 刚刚对你那样不好的态度 全都是我的不对 不尴尬 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全都是我的不对 你原谅我好不好 她在 颤抖 哪怕你不喜欢我 也不要把我推开 你可不可以 不要讨厌我 哎 她这么害怕失去我吗 我从没想到 我的几句话 竟然对她有这么大的伤害吗 明明是我的错 她却这样小心翼翼 我没有讨厌你 真的吗 真的 我想见你 很想很想 你是谁 今晚来的应该是第九千夜 而不是以兰楼的花魁 她的心不在这里 在沈长军那里 我要心做什么 我要的是人 我可以让你把她的人 和心都得到 只要有这个 浮生一梦 不哭不哭 我再也不生你气了 本族刚刚都说了些什么肉麻的话 没脸活了 我可可 想喝水水 我的天 本族说话怎么这个吊吊了 她好可爱 可爱果然是最高级的赞美 她是不是觉得我优质 有一个红衣女子 有一个蓝衣男子 搭起来了 听说打的天翻地覆 拉都搭不开 又让我来看看 圣殿的秘密吧 这里是一座地牢 好重的血腥器 这是 难怪圣殿每年都需进攻这么多人 看来圣殿女子 是汲取无辜圣子们的生命力 堂堂圣殿 竟温为滥杀之流 你不怕吗 怕 但我要牢牢记住眼前的一切 我不能让他们白白死在这里 我要让伤害他们的人 付出代价 好 我与你一起 哼 原来如此 阿洛 距离尽数本身恢复的时间 还差半个时辰 我早该想到 原来她就是你啊 尹 还没有找到微生柔的下落吗 回禀宗主 小师妹自从那日下山后 就再也没了踪影 弟子们把她跟丢了 请宗主责罚 不怪你们 怪我 我该亲自跟着她 叔弟子多嘴 从一开始 您就不该让小师妹离开她 你们不懂 罢了 继续探查她的下落 天涯海角 也要找到她 头好痛 这是哪儿 我不是在混乱之地吗 我记得 圣女突然袭击了混乱之地 这里门窗都被一股强大的结界疯子 出不去 出不去了 那是 长军真人 怎么回事 长军真人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 浮生遗茂 糟了 难道 我和长军真人同时中了浮生遗茂 想不到 九华宗一个小小的长老青传弟子 竟然能够爆发出举世无敌的修为 你应该是使用了什么技术吧 连你的师尊都不知道这件事 不过 你已经被我惯下了这传说中的浮生遗茂 愿你是天神下凡 也使不上一丝力气 密阁中是被你迫害的男子 他们被你汲取了生命力 所以你虽为非生尘神 但却可以在人间活上千年 那么 精灵神器究竟在哪里 省省吧 想套我的话 本座能活到今日 靠的可不全是实力 而是本座 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 原来如此 你不信任何人 也不信任何存放精灵神器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精灵神器就在 你的身体 准确地说 你抛弃了肉身 与精灵神器合而为一 你已经不是 你是一个活了上千年的 没有血肉心肝的坏 你为什么还能动 你明明中了浮生一梦 我听不懂 方才在密格前 你强行分开我们 然后给我灌下了液体 对我一点效果 什么 不可能 那可是传说中的浮生一梦 难道 难道 原来如此 三瓶浮生一梦 丢了瓶是真 可我的那瓶 竟是假货 你说什么 那两瓶真的被拥在了哪里 我师尊在哪里 你最好选择立刻杀死我 不过 我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万一和我传斗的时间 耽误了你救下你的师尊 傻子 真好偏 杜明月 已经没有呼吸了 这伤势 她是以自己的权力一击 重重击碎了自己的心脉 也就是说 于是你自禁而死 为什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师尊 您要做什么 我是第九千叶 您清醒一点 不 你不是爷爷 你是爷 我不会认错你的 我认错谁 也不会认错你的 师尊 你怎么了 叫我审查你 有人来了 逃了 第九千叶的禁术 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你们逃不掉的 浮生一梦 没有解药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 你是眼 你是我喜欢的人 有你这句话 我自身无憾 沈长军 沈长军 我爱你 但是 我却不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你 好像和你一直在一起 只是 可惜 我永远也无法等到那一日了 五年前 摇曳森林 你对我生命相救 如今 我便炮弹唤世 你 有了这半壳 没有被浮生一梦惊染过的内丹 你便能爱过这次的毒 并且能一举突破化身 哪怕圣女 你也有实力一战 这半壳内丹 本就是你的 你借我五年 我今日 你将他还原来 你将他还与你吧 沈长军 我不亏 五年来 你曾赐予过我的那些爱意和心动 我都留下了 留在了心地最深处 不要哭 你的体内有我的半壳内丹 你难过 我也会难过的 睡吧 过了今夜 我便会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人了 不论是第九千夜 还是尹 都不会再出现在这个世界了 我将遮云天 付出在你的那单上 只是 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从此 你将遗忘我的容貌 不论是尹 还是第九千夜 诗人 将再也回想不起 他们二人的模样 你还是会记得 我们过去发生的一切点点滴滴 一切经历过往 但你终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 将他们一点点遗忘 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因为你是当时强者 而我是一介非人之躯 我不能成为你的软肋 还想再多看你一眼 最后一眼 沈长军 以往的每一次离别 我都无比期待着重逢 但唯有这一次 我不愿再相见 你醒了 发生了什么 我这是在哪里 野呢 叶叶呢 我好像 遗忘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可太懂这种感觉了 但一切 总会被漫长的岁月冲淡 直到最后 你甚至不记得你曾遗忘过 你只遗忘了遗忘 上天必须给个交代 我们送去的男阵呢 把我的弟弟还给我 上天必须给个交代 我要见我的孩子 上天 让我们进去 受您面下 昨夜 密隔地牢的事情被走漏了风声 现在整个圣城都知道了 哦 封城了吗 第一时间变封了 既然如此 杀光他们不就好了吗 你 您要屠城 哈哈哈哈 蚪蚁的命运 生来不就是被强者欺辱抹杀的吗 快看 天空那是什么 他要杀人灭口吗 不要 救命啊 救命啊 圣女面下 快住手啊 那些都是无辜的百姓啊 蚪蚁从不无辜 弱者千生有罪 什么人 竟能拦下我全力一击 我 沈长军 你怎么会实力骤增到如此地步 难道 他把他的内担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他可真是爱你呢 干得漂亮 沈长军 让我来看看现在的你究竟有多强吧 曾经 混乱去地域重伤你 我曾立誓 你我二人不死不休 如今这一件 不只为我 因为他 更为这下方千千万万无辜百姓 可笑 你一个北荒修真者 如今竟然想逞英雄 你还不够资格 你 你是 空主 殿下 是 是 幻觉吗 空主 殿下 我 是 大尉 大尉 去受我们了 去受我们了 请留步 我认得你吗 您给我的感觉非常熟悉 你认错人了 您是了不起的英雄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背包 为什么心中突然酸酸 好难过 我没死 我 我背 妈妈 春天来了 好温暖的力量 发生了什么 对了 长军真人 长军真人 炎 是长军 如今 长军真人可是南荒大陆的英雄 咱们北荒大陆或许要强于南荒了 对了 长军真人传来密信 他和杜明月要前往花火城 长军真人猜测 盗取火灵神器的红雾胆人 您还未能找到使用方法 因此想先一步从花火城获得使用方法 逼迫红雾胆人现身 嗯 我知道了 宗主 您是不是还在担心小师妹的下落 唉 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牧林幻境回来后 您和小师妹的气氛就怪怪的 你想多了 微生柔已经不是九花宗的人了 不是我的徒弟 亦不是你的师妹 对对对 您最近几个月查不思饭不想 一点都不是因为担心小师妹的下落不明呢 我们的宗主大人又酷又威名赫赫 完全不会在意这种芝麻大点的小事呢 什么人 沈床九花宗 找死 看来沈宗主今日心情不好 你信不信 我接下来会让你的心情更不好 沈宗主莫要心急 先看看我手里的东西吧 我手里捏着一个小姑娘的性命 她的行囊里有很多这样的画像 她直到昏倒前都大喊着她师尊的名讳 这是由纯度极高的静灵石打造的枷锁 能令修真者凌厉被封 哪怕绝世强者一旦被束缚也无法挣脱 不知沈宗主是否愿意 随我走一趟 好美 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大帝也猜到了一些 尹大帝是为了我散见修为 如今下落不明 叶叶也失踪了 而且我竟然离奇地回忆不起她的模样 心灵神器则被红雀剑牺牲 长军真人 走吧 长军真人一路上郁郁寡欢 似乎有心事啊 长军真人 我们叫一家客栈 稍作休息 再去找关于使用火灵神器方法的线索吧 走走走 游游游 不学无术 不发愁 逢人不说真心话 全屏三寸 烂舌头 二位 请留步 二位 今日遇到我赛神仙 可真是走运 要来试试吗 对着这个临时许愿 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不必了 让一让 若真那么容易 世间的悲欢别离能烧九成 我掐指一算 姑娘你愁容满面的 是因为相思之苦吧 相思 姑娘 这是一颗极高品质的傀儡石 比花火城中 最棒的傀儡恋人商铺的品质还要好 只要你向他注入林里 他就可以幻化成为 你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姑娘 试试吧 你将美梦成真 得到一个完全属于你的 完美傀儡 果然猜中了 老大 你如今功法尽散 沦为一介凡人 还来这花火城凑什么热闹 不过也对 如果说 金灵神器是天下最坚不可摧的盾 那火灵神器 便是天下最无坚不摧的毛 您若能得到它 没准能重新凝聚内丹 重回实力巅峰 二位客官楼上哑尖请 不过那可真是难上加难哪 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用他做出的傀儡 无旦自然灵斗 完全可以媲美正主 而且十分拐巧听话 完全受您掌控 收了您五万斤 是您赚了呀 您知道是骗人的 也忍不住抱着一丝侥幸心灵 哪怕只是个傀儡 我也好想再见他一面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悲伤落寞的神奇啊 难道长君真人他心中已有心悦之恩 姑娘 现在请向灵石中输入林立 同时脑海中回忆您想见的人 灵石就会幻化成 您想要的傀儡模样了 怎么回事 今日财神眷顾小爷 又骗了两个傻子 客官 您的雅间就在前面 您慢走 老大 您先去歇息吧 我去打探一下情报 是这件 怎么这么大的武器 你 是 怎么会这么巧 冷静 他应该认不出我是谁 爷 真的是你吗 等一下 木铃神器 傀儡师竟然连他的模样都幻化了出来 哪怕仅仅是傀儡 也好想触碰他 想和他说说话 想多看他一眼 他就是长君真人中意的男子吗 又来了 那种感觉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长君真人 我有事先离开一下 原来 这就是你的真实面目吗 不知为何 我竟对你这张脸 有几分熟悉的感觉 能再次见到你 就像做梦一样 爷 沈长君 虽然只是个傀儡 但还是忍不住想揍啊 你 为什么 你小子跑哪里去了 我此而别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 等等 他是不是不知道 他现在能轻轻松松一巴掌拍死我 我有多么担心你 多么的 想你 我对他而已 什么重要的 我在干什么 我在对一个傀儡 对这些有什么用 可是还是忍不住 对不起 我不要听道歉 我要听甜蜜语 我要听你给我承诺 再也不离开我 我 我还不能给你这个承诺 你 你也太聪明了吧 连这种清醒有理智的话 怎么也模仿得和他本人一模一样 我不要再看见你了 沈长君 尽管我无法承诺余生常伴你左右 但是我想告诉你 请 停下来 不要再说下去了 我不后悔认识过你 我想 我或许耗尽了几十的运气 就是为了今世与你相遇 但我不后悔 因为遇见你 一定是我最幸运的事情 完了 沈长君 你完了 姑娘 您听我解释 您这款傀儡真的超级逼真呢 却连说话语气都一模一样 五万金 值 超值 天呐 天呐 兄弟 你究竟是从哪蹦出来的 原来如此 都是你小子搞的鬼 不过大师 您不是说这款傀儡乖巧听话完全受我掌控吗 但是他一点也不听话 刚刚他还想逃跑来着 都给抓回来了 兄弟 你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对不住了啊 姑娘 这叫延灵红线 您用它连接您二人 延灵红线 延出法随 一千情定 主仆契城 命运的红线 一旦纠缠上了 就再也无法分开了 姑娘 我看好你哦 哦 耶 延灵红线平日隐形 使用时才会显现 不过 它的使用次数有限 江湖路远 有缘再见吧二位 沈长君 我哪里值得你如此费心相留 你还是让我走吧 我如今手无缚继之力 只会成为你的软肋 你 站住 以后 你不得主动离开我的视线 我要你眼里只有我 老大 我怎么才去打探了一小会儿情报 你这边就直接白给了 谁 哟 哪来的狗子 爱偷听别人的 嘘 小声点 不要打扰他们 邪门了 你一块石头换画的傀儡 哪来的这么觉得气象 乖乖听话不好吗 这个触感好熟悉 那也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着一个傀儡想如飞飞 会不会 会不会有点猥琐 被握了 被握了 老大 我真的为你们二人付出了很多 天亮了吗 啊 发生了什么 老教 沈长君 他只是个傀儡而已 你倒是学乖了 一整晚也没逃跑 肉体烦胎 跑不了啊 你先别动 你先别动 你终于发现我的存在了 可是 你敢面对我妈妈 我对那些记忆 面对我的团案 九花家 北荒大天 五菱花家 生长生 我这一路一来用你的身体 是多少 我都说起了 有何不敢 我都迷远 亦是诞弦正义之事 从来不会前程 只请问心文贵 你做的便是除掉的 哪怕心情 才起 心色子不息 你不会入院子 鱼肉鱼子不息上 你将彻底占据的重生局 那却是有时 我也能操控它 哈哈哈哈哈哈 祝你愿 愿是博明 愿能滋生最深的黑暗 是你的心魔 是你无限崇敬的心理中 唯一莫归 杜明月 一路要彻底 便要彻底 做一个凡人的一切业 好 什么 一个人说明了七七六 和一个石头 就要生气 杜明月 我们出发吧 好 这拍烂会场好漂亮 金光灿灿 是用黄金打造的吗 不 这是用专刻修真者的 金灵石的服务 做的肚子 没错 数字以来 哪怕再强大的修真者 也无法发挥出实力 当年 阎国的火灵神器 就是从火焰城的拍卖会得来的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拍卖会中 查到一些关于火灵神器的信息 据说这个拍卖会场有地下版本 暗地里专门拍卖一些 尚不得台面的东西 只是一般人 连入场资格都没有 好帅啊 长针针人 火焰城拍卖会 承邀您参加地下拍卖会 若您有兴趣 请随我了 原来全部费功夫呀 嗯 不过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你之前在盛城的壮举 数据也将你解释 好 想来以强制和财富为尊 拍卖会会有你的信息 也不奇怪呀 行 下路吧 诸位一定会对今夜的拍卖满 满意的 因为今夜拍卖会的压轴 重要性仅次于当年一举惊艳天下的火灵神器 重要性仅次于神器的商品 难道是极品法器 还是极品弹药 我 是一个人 长军真人 我们为您安排了最尊贵的包厢 拍卖会马上开始 您可以在他们的陪伴下 有一个舒心的拍卖体验 主人 需要什么服务吗 主人 需要马杀鸡吗 主人 看看我 长军真人 这些都是最顶级的恋人型归类 祝您享用愉快 姐姐 你真漂亮 好可爱 怎么感觉背后一阵冷汗 它 会不会吃醋呢 它是在生气吗 主人 您不需要我们陪您了吗 我不用你们陪 我有人陪了 话说回来 我干嘛这么在乎一个傀儡的心思 您是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吗 我可以改 我 喊卖会开始了 欢迎诸位 远道而来 今夜的圣会 保准是近年来 最隆重的一次 那么 接下来 就让我们用今夜第一件商品 作为一切的开场 我保准 哪怕只是第一件商品 都堪比以往寻常拍卖会的压重 一件商品 妖族领地 九尾狐妖族族 起拍价五万斤 诸位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九尾妖族 在大陆外围的妖族领地中 身份高贵尊 容貌举世无双 花火城作为独立城邦 难道就没有立法元术吗 嗯 我手里的钱 基本都是隐不辞而别之前 他留给我的 我现在当着他的傀儡的面 用他离别前留给我的钱 我是不是太嚣张了 我知道 你只是单纯想救人性 你不必多想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吧 谢谢你 不必行 我只是一个傀儡吧 不 我相信哪怕他本人在这里 也必然会说出和你一样的话来 我知道他了解我 就像我了解他一样 恭喜二号包厢的客人 成功拍下今夜的第一件商品 妖族首领 拍卖晚会结束后 我会将他送去您的房间 恭喜这位客人拍下了这支奴隶军队 恭喜这位客人拍下了这座城邦的独成拳 恭喜这位客人拍下了这位国军的一个秘密 太多了 商品实在太多了 我根本没有能力和财力 全部拍下这些 终于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来了 我们今夜的压重商品 亦是近年来花火城最重要的商品 即将为诸位揭晓 当世最积极的强者之一 北华修真界五大宗之首 九华宗宗主 沈长明 哥哥 本次压重商品 沈长明 起拍价一千万斤 哥哥 那座金龙 与当初在燕国寒霄囚禁你的金鸟龙是同一种材质 全部由纯粹的金灵石打发 可沈长明 是怎么被关进去的 莫慌 好在 这些人昏蓝之地收缴来的资金还十分充误 一千五十万 一千一百万 七千二百万 两千万斤 二号包销 两千万斤 大手笔 没有人要出价的 两千万第一次 两千万两次 两千一百万 了不起 又有贵客出到了两千一百万 继续 二千二百万 今夜耗尽一切 一定要拍下沈长明 一亿斤 一号包厢的贵宾 一亿斤 哇 太有情了吧 一亿斤第一次 一亿斤第二次 一亿斤第三 一亿零五十万 好 又有人叫到了一亿零 十亿斤 一亿斤 一号包厢 十 十 十亿斤 怎可能有人能 完啊 恭喜一号包厢的顾客 打破了本拍卖厂 自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甚至远超多年前的火灵神器 三亿斤的价格 请各个包厢的客人留在原地 按照拍品价格由高到低 依次离开会场 让我们出去 滚开 还未轮到您 请稍等 冷静 整个会场都有金灵石的脱藏 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法力 尊贵的客人 这件拍品完全属于您了 您可以随意处置 另外 我们已将它的双眼蒙住了 它不会看见您的容貌 也听不出您的嗓音 把笼子打开 是 大小姐 沈宗主你猜惨 我是谁 又是为什么要拍下你 因为 你想认爹 沈宗主死到临头了 还不忘嘴剑找苦吃 真是令人钦佩啊 你花十亿斤 只为了买一具尸体吗 不 其实 我想买沈宗主的心 开个价吧 本座不卖 沈宗主真是一语双关呢 我很好奇 天下无敌的沈宗主 是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的 啊 说 它在哪里 谁 微生柔 你快放开大小姐 你都不许动 你都不许动 否则我保证 它死在我之前 啊 不会吧 你不会是为了救它 才被别人骗到这种地步的吧 你不会是个傻子吧 你心有限 你 你心有限 那 完了 她怎么已经吃了理智了 好运 吃不上来气了 小姐 小姐 都不准动 啊 石敦 对不住了 沈宗主虽是微生世家的大恩人 可刚刚小姐有生命危险 她刚刚是不是说 她是为了救我 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的 回大小姐 恩人刚刚是这样说过 她大抵是关心则乱 被大人给骗了 嘿嘿嘿 我在她心里这么重要啊 给她松绑吧 笼子们不要关 我们离开这里吧 等她醒来 她自己就会离开 是 小姐 沈成明 我们很快 还会见面的 发现一名军水异常的人类 站住 本来小兔兔打探一下 拍卖会场的主人是谁 青果被发现了 跑不动了 又被追上了 人呢 怎么突然消失了 会不会进了这个包厢 尊贵的客人 打扰您了 请问 抱歉 打扰我 他们走了 嗯 那你 那你还不赶紧给老夫放手 李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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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是同一个主子呢 你到底是谁 而且我刚刚才救了你好不好 好吧 那我勉强谢谢你 注意注意 一号包厢的拍卖品逃跑 一号包厢的贵宾向落不明 哥哥包厢请立即封锁 哥哥 太好了 啊 幸好 以哥哥的本事 只要没有被金龙束缚 逃出这个拍卖会场也是绰绰有余的事情 嗯 这是什么 好漂亮的液体 这是灵油 用来给傀儡们添加能量的 傀儡人偶基本每三五个时辰就要添加一次 啊三五个时辰 可我的傀儡已经买下好多天了 从来没有添加过灵油呀 而且他还会吃饭呢 他甚至还会睡觉还有心跳 尊贵的客人 您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 您被骗了 等一下 意思是说 这两天里 嫌你 不许动 佳山姐姐骗天 姐姐 我这两天都干了什么 你怎么发生了 检测到尊贵的客人的情绪 正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 把外面那些我刚刚撵出去的恋人心回来 全都给我叫进来 老娘今夜要万花丛中过 你 你 你怎么突然 姐姐 你好漂亮 你也可爱呀 那姐姐喜欢我吗 不喜欢你这样的 她喜欢老的几百岁的那种 出去 谁允许你擅自做主的 不许动 你 你竟然为了他们 对我 你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怎么还吃起醋来了 我 可是 难道你对我幻化的那个人 一点情念也没有吗 可能有吧 真的吗 你对他 但 他当初不辞而别 我可是很难过的 我会避免日后再次尝分离之苦 我只好彻底将他放下咯 你怎么不说话了 啊 算了 算了 差不多都得了 罢了 其实我也能理解你不想拖累我的心态 但是 这个男人好过分 您不要打理他 来 张嘴 等 你们等一下 你们 拍卖场正在遭受重大袭击 拍卖场正在遭受重大袭击 发生了什么 会场怎么会突然被炸了 等等 天上那个人是 哥哥 是他把拍卖会场给炸了 下面的所有人都听好了 消除卫生柔 否则 老子退平这座城 救命啊 你是北荒修正之手 不是反派头子 发生了什么 沈长明 你甚至不愿意换我一生师尊了吗 我说了 我不想再做你的徒弟了 你想去哪里就去吧 你想成为什么人就成为吧 你是自由的 你去哪里啊 花火城找火灵神器 我和你一起去吧 关于火灵神器 我有朋友也帮我调查出了一些信息 不必 你如今不是修正界的人 没有一无一身犯险 你变得不一样了 也不许我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出现 你和我阴阳怪气的开玩笑了 我不习惯这样的你 沈长明 你为什么不能多看我一眼呢 作为微生柔 而不是作为你的徒弟 我不管 我就要黏在你身边 如果你不要我了 我就我就 我就找个坏人绑架我 那我就再来救你一次 真的吗 只要你身险危险 我就会来救你千千万万次 但是 还有 平日我不会再主动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我会一直默默保护你 直到你强大到能够自保 一直以来我都是将你当作我的徒儿来看待的 哪怕你我师徒勤奋已尽 你也是我此生唯一的青春弟子 我们不需要再见面了 忘了我吧 小柔 明明看见哥哥和柔柔在这里的呀 怎么不见了 红雀打探到拍卖会的老板 还开了花火城最大的赌场 并且今夜会现身 我们去赌场吧 你 你怎么不说话 唉 说起来这半天 一个字也没说 我只是一个傀儡 你去找别的傀儡吧 他们都比我好 我 我刚刚那就是逗逗你玩 我对别的傀儡一点兴趣都没有 哦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没有资格让你为我解释这些 好难哄啊 总算找到了你 你笼子的钥匙在我手里 我这就放你出去 那个我放他走纯粹为了救人 哦 您高兴就好 等等 为什么有一种越苗越黑的错觉 啊 你这个雄心的嫉妒心似乎很强啊 无足报恩 久事难还 恩人 有朝一日 天涯海角 我也会找到你 以身相许 不用 你赶紧回妖族领地吧 哎 尹呢 早气跑了 垮着个脸 跟个怨妇似的 你早说啊 我得赶紧去追他回来 爷 我放他走了 哦 你要生气了 好吗 我没有 你一难过 我好像也会跟着一起难过 好吧 原谅你了 但是 你以后不能摸别人的脑袋 啊 原来是因为这个 他都几百岁了吧 你怎么像个小朋友一样 来 还你一次 好吗 小朋友 一次可不够 呀 不错的男人 跟我走吧 不了 我明草有主了 放开他 呀 这不是传闻中的长君真人吗 我乃天才阁的阁主 我和你哥哥 沈长明 还算有一些交情 哦 哈哈 本阁主 碎红装模作样的人 早死了 不要冲动 给你钱 把他让给我 不然 成交 啊 长君天然大气 待日后我回到北荒修真界 定会与你们九华宗多多贸易合作的 好说好说 我先走了 再见 怎么回事 我的钱 你这么 发生了什么 怎么大地都在震动 冲场正在到处冬大鸡 冲场正在到处冬大鸡 沈长君把赌场给炸了 本座先情十分糟糕 下面的都贴好了 立即把赌场老板交出来 否则 脑子推平这座车 救命啊 你是大名鼎鼎的长君真人啊 你不是反派头子 明日 长君真人冲冠一幕蔚蓝炎的事情 就会传遍整个南北荒大陆 为了我 值得吗 曾有一个人 为我挡过筋毛 为我饮过毒酒 为我自剖内丹 没有什么比你更值得的事情了 只是为了报恩吗 我 我想 或许不完全是吧 赌方老板到 哈喽 还笑笑 潘莫会和赌方的老板 竟然是你 不好意思啊 打扰到你们两个亲亲我我了 没有没有 我和他还不 不是 能和老朋友久别重逢 太高兴了 半年前我来到花火城 一直潜伏在拍卖会 就是为了调查出火灵神器的启动方法 结果前几日拍卖会会长意外身亡 我变成了新的会长 你一个助击期的小垃圾 办事怎么会这么顺利 我们刚要调查拍卖会 会长就死了 没准你只是个被当枪使的傀儡罢了 喂 我已经调查出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好不好 夏夏 算了算了 奇怪 这俩人一见面就掐架 有点像叶叶 我现在不叫韩啸啸 已经改名为韩啸啸 逍遥的小 自在逍遥浪迹天涯自由无边 长君这人您快和我来 我带您去见我的一个朋友 好啊 柔柔 长君真人好久不见 柔柔 原来笑笑的好朋友就是你啊 柔柔 我回来了 有没有想我呀 你才走了一个时辰了啦 你不想我 我当然有想你啊 我是被孤立了吗 我们调查到 开机火灵神器的办法 在整个花火城最重要的地方 兵器研究部 我们一起去吧 互相有个照应 好啊 能和你们一起闯荡江湖 逍遥自在 真是太棒了 啦啦啦啦啦 喂 你们是不是漏了什么 许多年前 那年 花火城诞生了一个神童 他不但通晓一切神器器物的锻造 还研究了以灵石为动力的各种神器商品 但是却招来了黑炮人带头的不明视力的围调 他独脱了花火城的研究技术 并建造兵器研究部 火灵神器分为神器和火种 当年拍卖会只把火灵神器的神器拍卖给了炎谷 而火种私下卖给了兵器研究部 火种就是开启神器的方法 这个房间是 那是 这个世界已经发达到这种地步了吗 这些都是用高能度灵石压缩而成的吗 要不 很危险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面随便一个兵器 能轻易摧毁一个城邦 还有这些五颜六色的毒液 随便一丁 就能让整座城邦感染瘟疫 这些兵器的能量 哪怕是我 又未必能接得下他们的一击 何况这里批量生产了这么多 啊 金灵师的球楼 一个 堵了四条大雨 真是不是一事 想要火种 下辈子吧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你想让天下苍生毁于战火之中吗 没机会知道答案 小心 小心 小毒 火毒剧烈无比 死人无法运用法力抵御毒性 立刻就会死得彻彻底底 完了 完了 这弩好强 幸好我与天下智 难安独腾虎身 我还有凡事的情 我不要那么多了 别怕 有我在 我 你 我 全身充满了力 我 我 我 你 我 你疲惫了 不可能 上死吧 你帮我走 我 杀了他 小小 放了你 你就会拿着这些兵器去攻打北荒百姓 还生怕死之辈 你 怎么敢 小小 我要看 他 究竟是谁 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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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自从 父皇母后死后 我早就不是我自己了 人命 百姓 苍生 不过是权力的象征 一旦我死去 你便是唯一的继承者 你便是 你 王女帝 这是最后一粒坏混蛋了 你要 替我活下去 替我守住阎光 我知道你想自由 可你我二人的身份 注定 一生不得自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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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忘记事之后 我将失去一切情感 变成一颗石头心 毁了大局 我没得选择 但至少我曾拥有过 莫莫 莫莫 火种我就交到你的手上了 接下来 只需静候当年盗走火灵神器的歹人 自投罗王 不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四个 莫莫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大胆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吧 如今 活种已得到 沈宗主可要把柔柔看好了 将她拴在身边一刻也不眨眼的保护好 柔柔 你以后要是再受了委屈 就来找我 我作为燕国女帝 可是会帮你撑腰的 这两年 是笑笑最快乐的两年 再见了大家 此生 我终将被困在宫墙的囚牢之中 永不见天日 但是 我衷心希望我的朋友们可以获得幸福 消养自在 消消 好了 长君 我们回九华宗吧 我 如果卫生姑娘愿意的话 也可以来九华宗 我愿意 回到九华宗后 我会乖乖听沈宗主的话的 卫生姑娘 沈宗主 说二人怎么看上去突然不大熟的样子 哥哥 这个是 是我的朋友 我可以带他一起回九华宗吗 随你决定吧 反正我又不能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不过 回了九华宗之后 你的人你自己看好 别一个不留神让他死于非命 什么乱七八糟的 哥哥和他又没仇 长君真人 这不是击败圣女的大名鼎鼎的长君真人吗 长君真人在花火城 冲冠一怒魏蓝炎的事情 天下皆知的 这是真爱啊 帝子们公平常明宗主 长君真人归来 那个男子就是长君真人的小男友吗 长君真人不会是一个好色女魔头吧 不会了 没脸见人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沈长明会的眼底这么大了 走吧 我们去休息 喂喂喂 这样更解释不清了吧 这个房间是 那是 这个世界已经发达到这种地步了吗 这些都是用高浓度灵石压缩而成的吗 要不 很危险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面随便一个兵器 能轻易摧毁一个城邦 还有这些五颜六色的毒液 随便一丁 就能让整座城邦感染瘟疫 这些兵器的能量 哪怕是我 也未必能接得下他们的一击 何况这里批量生产了这么多 糟了 进灵石的球龙 一个 躲了四条大鱼 真是有什么意思 想要活着 下辈子吧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你想让天下苍生毁于战火之中吗 没机会知道答案 小心 死毒 死毒剧烈无比 你们四人无法运用法力 比喻毒性 立刻就会死的彻彻底底 完了 这毒好强 好 幸好我有天下制度 难免独当护身 我还有凡事的精 我活得那么多 别怕 别怕 有我在 银 怎么回事 我 全身充满了力量 哎 哎 什么 没有动物 疲劣了 不可能 受死的 帮我走 杀了他 小小 放了你 你就会拿着这些兵器去攻打北荒百姓 只是贪生怕死之辈 你怎么敢 小小 我要看看 他究竟是谁 黄兄 黄兄 为什么 自己 父皇母后死后 我早就不是我自己了 人命 百姓 苍生 不过是权力的象征 一旦我死去 你便是唯一的继承者 你便是 离黄女帝 这是最后一粒坏混蛋了 你要 替我活下去 替我守住阎国 我 我知道你想自由 可你我二人的身份 注定 一生 不得自由 使用 我 使用 使用忘情石之后 我将失去一切情感 变成一颗石头鞋 毁了大局 我没得选择 但至少我曾有用过 不得选择 我 不得选择 我 不得选择 我 不得选择 沈宗主可要把柔柔看好了 将她拴在身边 一刻也不眨眼的保护好 柔柔 你以后要是再受了委屈 就来找我 我作为阎国女帝 可是会帮你撑腰的 这两年 是肖肖最快乐的两年 再见了 大家 此生 我终将被困在宫墙的囚牢之中 永不见天日 但是 我衷心希望我的朋友们可以获得幸福 逍遥自在 肖肖 好了 长君 我们回九华宗吧 我 如果微生姑娘愿意的话 也可以来九华宗 嗯 我愿意 回到九华宗后 我会乖乖听沈宗主的话的 微生姑娘 沈宗主 这二人怎么看上去突然不大熟的样子 哥哥 这个是 是我的朋友 我可以带她一起回九华宗吗 随你决定吧 反正我又不能当着你的面杀了她 不过 回了九华宗之后 你的人你自己看好 别一个不留神 让她死于非命 什么乱七八糟的 哥哥和她又没仇 长君真人 这不是击败圣女的 大名鼎鼎的长君真人吗 长君真人在花火城 冲冠一怒魏蓝炎的事迹 天下皆知的 这是真爱啊 帝子们公平常明宗主 长君真人归来 长君真人归来 那个男子就是长君真人的小男友吗 长君真人不会是一个好色女魔头吧 不会啊 没脸见人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沈长明会的眼底也这么大了 走吧 我们去休息 喂喂喂 这样更解释不清了吧 哎呀我的床 两年不见我又来睡你了 两年前离开时还是和叶叶一起离开的 也不知道她近日修行怎么样 不过她可是堂堂替云之子 也轮不到我操心 好好休息一晚吧 未有人 已经偷偷潜伏大半夜了 什么人 出来吧 也 不是给她安排了客房吗 今夜又是打雷又是下雨的 她跑我门口做什么 发烧了 是不是着凉了 她现在的体质也太弱了吧 都是因为把内单给了我的缘故吧 不过 为什么她的内单也只有一半呢 是错觉吗 这种下雨天捡到流浪小狗狗的即逝感 要不要管回家照顾爷爷呢 好纠结 谁捡到就是谁的了 卡哇尼 照顾可怜巴巴是露露的小狗狗 她是害怕雷雨天吗 和爷爷好像呢 一到雷雨天 就非要我陪着才肯睡 是不是长得帅的人 都有反差吗 算了 夜夜 夜夜很帅吗 她 她长什么样子来着 怎么回事 一想夜夜 就完全回忆不起她的容貌 我 我不和老年吃呆了吧 岩 岩也是 似乎有很多秘密 但如果真的要接受她的话 我需要知道她的一切 仔细想想 如果和她在一起的话 似乎也挺不错的 她说她是以我的君子自称为岩 因为她说她的这一份喜欢 曾经是无法开口的秘密 那么她本名究竟叫什么呢 她又是从什么时候起认识的我呢 她又是怎么喜欢上我的呢 罢了 我只需要明确自己的心意就够了 剩下的 叫给岁月和命运吧 醒了 起床吧 早饭做好了 哇 吃完早饭 我带你在金云峰走一走 算在心吧 都听你的 一起起床 一起吃饭 散步 平淡安心的一日 好像老夫老妻的感觉 好看吗 很美 西云峰后山的花 开得比这凡间的美 往后余生 年年岁岁 暮暮朝朝 我都想和你一起看那里的花开 永不别离 世尊 那些话 就是我心底里最想告诉你的话 我为什么 会突然想起来叶叶 回忆中 叶叶的容貌逐渐清晰起来 似曾相识的感觉 好熟悉 你在混乱之地最深处 曾向我表明心意 我昨夜想了想 我考虑 我考虑 长军奸人 大事不好了 其余四大宗找上门来了 非要逼宗主和小师妹交出火种 由五大宗共同保管 几位倒是来得及时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来分赃的 武灵神器与精灵神器以及火灵神器 皆有师弟杜明月的一份功劳 但最后皆落入你们九花宗手里 这恐怕有失公平吧 没错 你们坦诚点不好嘛 沈兄 我是被他们拉来凑数的 别管我 四大宗今日上门挑衅 言语犀利 是打算与九花宗彻底撕破脸了吗 九花宗虽强 也未必是我们的敌手 不如各退一步 将火种轮流保管 没五年一轮 暗宗宗主真是会抗他人之开呢 要不你们四个都加入九花宗吧 大家都是一个宗门的人 也就不分彼此了 二位真的打算 与我们四人为敌 双拳难敌四手 你们兄妹二人可要考虑清楚后果 那么再加上我呢 谁跟我这次经书 下次又得等一面 爷 你 这股七星 化身七巅峰 是他 那个人 什么 哦 这要用手上的戒指 好 是这边的有趣 本座与长军心意行通 自愿入坠 火种有本座亲自属 各位还有什么不放心 尽管来 既然如此 九花宗的确是天下 保管火种最安全的地方 不等便放心了 再会 神宗主 慢着 这位自称为尹的尹氏强者 其实是 九花宗长军真人亲传弟子 你 啊 你说什么 主子 我实在是成不住了 走了 这个时候 长军真人 我最后问你一遍 火种究竟需不需要五大宗轮流保管 九花宗若是执意留下火种 那时 长军真人与徒弟的事情 便会传遍整个修正界 听着 枉你自成名门正派 火种是不可能交的 我九花宗三大化身七 你们也打不过 接鱼的事情随你们吧 送客 会计 九花宗可真是人才辈出 徒儿长得又嫩又俊 长军真人真是艳浮不浅 叫人羡慕 好尴尬 好想走 我为什么还在这里 师 师 师尊 您 您 您听我解释啊 师尊 是你告尊宗宗主 关于第九千叶真实身份的事情 早在圣殿里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你的机会来了 沈长军和第九千叶之间有了嫌弃 你可以趁机得到他 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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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是我的错 不 错的是为师 我这两年以来 都干了什么 我把土地给扬歪了 好看都刷过头了 我该怎么面对叶叶 要不知足摊盘 完了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成年男子 不行啊 根本行不通 你也对他了 不行 不能不错 作为师尊 我要鼓起勇气 正面解决这个问题 师尊 视为是管教不严 从今往后 我们恢复纯洁的师徒关系 人全没法对视了 听说了没 长军真人和第九千叶似乎有恋情 若是师徒恋传言伟真 那可真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如今连带着九华宗 出去也要被人出几两股的 师徒恋 真的是为世人所不容的吗 所有的骂名 都会集中在师尊的身上 一直以来 我都是将你当作我的徒儿来看待的 哪怕你我师徒情分已尽 你也是我此生唯一的青春弟子 师尊是一个正直的人 所以 他不可能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男女之情 他高级自知 他从未有过丝毫欲举 他真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 叶掩 先前那一切都是误会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我们始终是师徒关系 至于北荒修真界内 我还是有点声望的 只需要亲自出面解释一下即可 沈长君 你怎么可以这么平静自然的 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你给我差不多得了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瞒着我的事 你不是真正的喜欢我 你只是在年少懵懂的时候 对一个强大温柔的师尊产生了错觉 不是这样的 自始至终 清楚的知道我在做什么 多数无意 我意已决 沈长君 你对我难道没有过一丝一毫的爱意吗 你真的要抛向我 不会后悔吗 爷 我 以后 你不可换我为沈长君 第九千叶 你当称呼我为师尊 这二人情况不妙啊 我的主子成了你的主子的徒弟 那我岂不是直接比你低了一辈分 可若是我的主子成了你的主子的伴侣 那我岂不是和你成了亲家 好难啊 好难啊 去 去而入 拆散谈 杜明月 你怎么来了 你一定是来劝我自制克制 莫要做出出格制似的吧 不是 你是吗 恰恰相反 我想劝你 或要被世所规矩束缚 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情 你们还年轻 有的是经历用来轰轰烈烈的爱和恨 何必像我一个出家人似的 批服古板 我倒是没想到 你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觉得 你应该去和他好好将心中的话说开 不要依偎束缚自己的内心 沈强军 全是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的 起码 你们可以决定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对方 是或许已经比一些人幸运了 谢谢你 杜明月 许多年后 我回忆起来 在那之后 我还与他相见过无数次 但我总觉得 这一次 是我与他见的最后一面了 成军真人 不好了 不知从哪里传出消息 近日失踪的人 都是被你给掳走了 无数修真人士 涌上九华宗金云峰 并且发现了那些 失踪修真者们的尸体 什么 怎么可能 你现在是势之公敌了 沈长明叫你离开九华宗 千万不要回来 不 我这就过去 难道 师兄禁术结束 反噬剧烈 沈长明和四大宗对峙 大战一触即发 你现在去 只会令局面更加激烈混乱 可夜夜禁术结束 我要是再走的话 整个九华宗 却只剩下沈长明一个化神器了 我不能走 我绝对不能走 柔柔 现在你已经不是九华宗的人了 你快逃吧 我 我是九华宗的人 我也不会走的 长军真人 我们一起 好 我们一起 于月 你竟然 你竟然舍得撮合沈长军和地球千叶 你以为我会为了一起思雨 让你这个妖孽 会获时间吗 我记得他 但我会因此忘记我是谁 触摸未到 是我一生的死 不 我感谢 大人 九华宗大乱 整个肥黄都来九华宗讨伐了 你快快离开九华宗这是非之地吧 长军真人 你说 多勤苦难 还是无勤苦难 是长军 这是我做 做的一件事情了 自始至终 这世上无人之所 我心里 如此 也好 世尊 长军真人 你们小心 诸位 本座最后说一遍 九华宗是被人冤枉的 长军真人 沈宗主 别挣扎了 放弃吧 你们二人的确很轻 但你们背后有无数的九华宗弟子 你们护得住吗 沈兄 长军 住手交情吧 众怒难平 不必多说 众人且随我一起 杀上九华宗 杀 杀 降临现世 他的吉兆 是何方神圣顿物突破的修为 那是 杜明月 化神奇巅峰 本不成神 本不成神 此事一点颇多 为天下苍生性命 不可随意争斗 杜明月 你来帮我们了 杜明月竟然从原鹰起巅峰 一跃成为了化神起巅峰 杜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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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前 颇不会让任何人对九华宗出手 杜明月 你看 这里是不是很像当年的洛河河畔 我的慧眼不会沉溺于虚妄的美景 还有 请您换我为圣僧 杜明月 我是将你当做朋友的 不必 平一僧的心境已超出三界外 没有朋友 且不需要有朋友 杜明月 杜明月 你确定要将火灵神器交给我 你似乎一点都不意外 敢用两大神器揭在我手里这件事 倒在木灵环境 我见到了那个与你一模一样的人 那是你的另一重人格吧 你的另一重人格的目的 就是集齐五行神器 然后危害苍生吧 你盘前 杜明月的决定坐持了 哪怕自保 也没能阻止心魔的计划 你盘后的杜明月 比前一世更早的做出了选择 你似乎了解很多事情 很多你本不该了解的事 其实 会能大概猜到你的来历 这个世界需要你 神器交到你的手中 或很放心 你将它吸收 过程会很痛苦 但一旦成功 你将实力打增 再会了 我的朋友 需要我替你给他带个话吗 不需要 什么都不需要 杜明月的事情 应该告一段落了 只是 今日究竟是何人在陈队去做的 有话总有沈长明镇守 哪怕沈长明偶尔一开 也会仔细布下防御节节 好 虔尘的沈长明 为邪尸走后 他应该没来了 记布下节见 哈哈哈哈哈 谁能想到 世间最神秘莫测的北荒暗宗宗主 竟是阎国的皇帝 韩湘 日后 我的亲妹妹是统凡人界的女帝 而我将成为这修真界的霸主 天下都是我韩家的知识 半路杀出个徒驴 影响我天下九华宗 现在 沈长军应该去寻找土灵神器了 什么 那失踪者竟是死于我手的真相 岂不上瞒不住了 你 他不就问我 沈长军 与你再见面的那一时 我会为你打算 更漂亮的妙娄 叶叶 你 你跟来干什么 为师一人前往妖族领地就行了 我会尽力恢复修为 争取早日帮上你的 为师不是那个意思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刚刚打了个喷嚏 所以杀了下车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了 如果我立马放手 会不会显得过于刻意避险 做贼心虚 如果我不做任何牌制 会不会显得我在贪恋他的拥抱 妈 再抱一会儿吧 行好嘞 他们俩到底有完没完呢 在这世上 中央的大陆是人族领地 外围的森林则是妖族领地 二者之间 以妖族结界作为分割 看来 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传说中的 妖族领地的结界 这结界是由浓郁的妖气组成 强行穿越 一定会沾染妖气 只好硬上了 红穴 冲 我已经进入妖族领地了吗 我怎么变成小猫咪了 爷爷你 你变成狼了 为什么 我只是一个小猫咪 说不够厉害吗 你应该变成的不是寻常的猫 而是猫里的妖 我不乖 猫就是猫啊 狼就是狼啊 我不服啊 凭什么 堂堂长军这人 守过三大神经人主 你真的是狼吗 我不信 你又犯术骗我的吧 沈长军 松手 化成比我厉害的妖族了 这又敢知乎为师的名字了 对不对 说起来 我早就想找你算账了 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 你就是第九千叶 师尊 快停下 我 现在知道服软了 骗我的时候呢 小师尊 行吧 师尊 注意你的语气 师尊 好大的一团妖物 里面有什么东西 浮现出来了 那是谁 师尊 我们人生地不熟 不如去前面 打探一下情报 好不好 尊贵的客人 要不要光顾一下 妖灵中最富盛名的店呢 要 我的咱还是太单纯了 姐姐 要和弟弟一起玩手吗 欢迎光临 你们好 这 这 哇 好可爱的小老鼠鱼 奇怪 我怎么了 哇 这就是传说中的妖族结界吗 如此纯粹的妖气 吸食后 连身体都产生了一变 哎 沈长军呢 怎么不见了 等等 为什么脚下软软的感觉 救命 你为什么没有妖化呢 看上去和平时一样呀 好可 我需要水 水 真麻烦 要不是为了报答你在花火层拍卖会的那次出手相助 我才懒得管你呢 下面有条河 喂 死了美 哪儿去了 人呢 姐姐 你的美男鱼来了 谢谢你了 红雀 这条河有魔法吗 扔进去一个小废物 又出来一个大帅哥 传说中飞鸟和鱿鱼注定一声相爱 却无法触碰 你说 我们像不像千年前那个爱情故事中的太子与公主 呃 喂 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赶路啊 我胃高 别啰嗦 不然这种下去 好凶 姑娘 这是您这一桌的账单 公子 这是您这一桌的账单 哈哈 今日玩得真开心 老板 结账 那个 你给我这些金属和石头是用来干什么的 等等 难道 妖族领地的货币系统和人族领地不一样 您二位 不会想要白条吧 叶叶 我卫生身后 你是带你逃出去 嗨 嗨 小妖 我的灵力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在妖族领地无法使用灵力 不 原来如此 我现在不但是一个穷鬼 而且是一个失足废物的穷鬼 日起 你们二人卖身还债吧 唉 向我堂堂尹 唉 向我堂堂沈长军 也有今天啊 对了爷爷 你从哪里学来的技术这么厉害 能将人的修为猛地提高得那么高 我 不如告诉他 我的真实神势 师尊 我有件事 想珍重地告诉你 啊 我 原来这里就是妖族领地啊 好奇妙呢 沈长军 为什么你没有妖化呢 已经妖化了 只不过你没有看出来罢了 还有 你确定不换我一生师尊吗 这 我可还没有放弃追求你呢 唉 我真不该随你来 你非要跟着我来 是不放心我 还是不放心长军真人呀 主要是不放心第九千业那小子 堂子野心 左真是小瞧了他的色胆 有道理 同感 他竟敢进云长军真人 好浓的妖气 好大的妖物 我去前方探探路 谨慎行事 如今体内秀威被压制 你莫要与我分开 哦 这是 是 是酒馆爷 我们进去打探打探消息吧 世尊 我有件事 想郑重地告诉你 我不听 你不用说了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知道 你要说的 是关于我和你之前的事情吧 叶叶 我和你不能 不能踏出那一步 沈阳俊 你喜欢我吗 我和你年龄相差太大了 年龄不是问题 你喜欢的是那个 在美荒大典上一眼万年的人 是混乱之地帮你挡金毛的人 是木铃幻境里 为你含笑饮毒酒的人 是圣殿为你剖单的人 是花火城你为他吃醋 让天下皆知的人 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敢看我 你看我一眼 我不信 你还能说出不喜欢我 我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了 我可以当 等到你愿意承认的那一日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总有一日 你对我的喜欢 会超过对世俗的偏见 何许吧 好想软一下他的尾巴呀 二位 准备一下 有客人来了 身为你的师尊 我却逃避怯怒 说的我都听进去了 但我如今脑子有点乱 我需要冷静考虑一下 好吗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那么用心地把你养大 是为了让你对我捏腰捶腿 端茶倒水 好好孝敬我的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局面呢 我信 我信 你跑什么 难道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你不是我的爷爷 又重来一遍 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我的那个爷爷了 我对我的徒儿那么好 我那么用心地把我的徒儿养大 是为了让他给我捏腰捶腿 端茶倒水 好好孝敬我的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你只能够舒服着我的加速 在这一瞬间永然无测 别哭了 你只是在做梦 一会儿就醒了 哟 为什么要说哟 为什么要说 重来一遍 我当初还以为是口误 但如今想来 他从一开始 就和涅槃前截然不同 会吧 发什么呆 走呀 一定是我多想了 一定不会的吧 哇 你们来了 长军真人 老板 给我们开一个包厢 我要和长军真人好好聊聊 好嘞 老板 也给我们开一间包厢 我也要和这位公子 好好聊聊 可觉不太妙啊 好的 尊贵的客人 为什么感觉此处 我突然杀气好重啊 你和小师妹 为什么也来到 沈长明 你干什么 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 基于我的妹妹 如今竟敢对我直呼本名了吗 连一声宗主大人都不愿意叫了吗 你的本体是 我已经被施展全妖型派了 我至今仍记得 在六年前 你刚被沈长军救回来的那阵子 你不止一次对沈长军都会杀起你 那种深入骨髓的极致恨你 至今都记得 现在 你却告诉我 你喜欢他 你觉得我会羡慕 那时我没杀你 是因为你还是个小垃圾 现在不一样了 你长本事了 我不会再对你放任不管了 所以 现在 你要杀了我 不 在杀你之前 我会让你先说出实话 关于你身上的纯终谜团 你而是对沈长军莫名其妙的杀意 成年后的诡异禁术 杜明月将火灵神器托付给你的理由 不 不需要这么多理由 光第一点 就足够我杀死了 你好歹也是狼妖 一点也不反抗我吗 你是他的生产 你会对你出生的 我看你能忍到几时 才肯说出真相 天哪 柔柔 你喜欢我哥哥 柔柔 你是不是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 你怎么会喜欢上那个家伙呢 我超喜欢他的 长军真人 你说我还有机会吗 起码在我这里 你永远都有机会 不过沈长军表面上看起来洒脱随意 但实际上他脾气倔得很 大不了我一辈子默默在他身边看着他呗 长军真人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跟师兄的关系啊 唉 我再考虑到 其实我也明白 我没有做任何违背道德的事情 我爱上的 是与我一路相伴的眼 可我可能 还是需要时间去适应 但实际上 我已经在开始做心理准备了 长军真人 你可以决定你们这段关系的走向和结局 这真是令人羡慕啊 乖了 以后不要叫我长军真人了 叫我长军姐姐吧 这声惨叫 是第九千叶 叶叶 是粉酥 叶叶 小子 嘴还真够硬的 死也不说是吧 不过 我也在你体内下了蛇毒 他人 你若胆敢对沈长军有一丝不利 我会让你死的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惨千万倍 他们二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 收了我一夜吗 沈长军 我究竟敢拿你怎么办 沈长军 对不起 这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 我去你的梦里窥探真相 我在哪里 又是这个熟悉的场景 我又做梦了 艾婷 我知道到底想要发生什么了 首先我伤心一下 我是一种好人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不论这是梦境 还是又一次捏牌 你说 又一次捏牌 所以你在二十岁对我的梦好 都是为了逃避被杀把的命运 一切都是欺骗 都是续续依旧的安排 早饮成之后的苏莉莲 有一丝老鼠 属住了我的内心 如果我不曾喜欢过你 是不是世界就不会这尘了 怎么又做噩梦了 对了 艾艾的药快熬好了 我得赶紧去拿 沈长明你也太过分了 你对大师兄下手太重了 差点忘了正事 我去给大师兄送火种去 沈长明 你要做什么 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丫头 这火种暂时还不能给第九千叶那小子 我本就怀疑他另有目的 大师兄喜欢长君姐姐喜欢得不得了 怎么可能另有目的 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我这就把你送出妖族领地 我不会我不会 我要和你等在一起 我就要和你等在一起 由不得你了 心脏 怎么回事 心脏突然好痛 我会伤不理 沈长明 你怎么了 是因为刚刚释放了蛇毒 所以透支 变成小不点了吗 看我 云云 沈长明 你是我的啦 我要退人之威了 族长大人 毒物已经备好 这就给地面上的那帮家伙送去 此事 我亲自来办 你退下吧 是 世人永远都知道 遮云天本是我盐国的国 我只需稍微 便可以将他从天底之间重新凝聚 沈长君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韩潇倩儿没死 还重新凝聚成了遮云天 我们得赶紧去找沈长君和第九千亿 告诉他们这件事 否则 放开 哥哥究竟为什么怀疑夜夜目的不纯呢 你醒了 来 把药喝了 沈长君 你一定很得意吧 你心什么 我说 我喜欢着你 我为你痴迷着 如此种种一切 令你很得意吧 你明知自己可以玩弄我于鼓掌之境 而我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任你摆布 夜夜 你 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 放 放开我 你 你怎么了 你不喜欢吗 怎么回事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能不能给你 我得离开这里 沈长君 你不能走 夜夜 你 你要做什么 你在害怕我吗 你 放开我 伤害没 我怎么就放她走了 我该让她付出代价 你判前是一个恶人 现在也是一个骗子 我为什么要心软呢 沈长君 怎么回来了 我还是有点担心你 所以回来看看你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 为什么要来关心我 我没事 总是这样 给我希望 又让我娶我 你是不是因为我近日 对你的态度疏离了 而不开心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处理好 我们的关系 不要 不要说下去 但我想告诉你 快停下来 不论你是谁 不论你我之间是什么身份 不要说出那句话 你与我 比性命还要重要 我知道你的命 就让你短暂的便宜我了吗 就一小会儿 我恨我爱着你 微微的不像我自己 沈长明这个鬼孙儿 究竟跟夜夜说了什么 他怎么突然就不对劲了呢 哥哥 我有事找你 长青姐姐 你猜 给蛇打一个结 他会自己解开吗 这是 所以沈长明这是废了 也不能说话了 照实的吧 长君姐姐放心 沈长明就交给我来照顾吧 好吧 那我先走了 你为什么要在长君姐姐面前 假装不会说话呀 你害怕他从你口中问到什么 知道太多对你不好 小气 莫挨老子 你 微生柔 你大逆不道 沈姑娘 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 指明要见你 我们已经是自由身了吧 这位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我都怕说出来后能吓死你 你行 好吧 如果是大人物的话 岂不是能打探出更多的有用的情报 大人 沈姑娘为您带来了 是你 你是 那个花火城拍卖会的那个五十万间 阿月 好久不见 原来你是妖族领地中落地妖怪的首领吗 你这么厉害 人族不使货 没有认出我的真实身份 否则 当初我该比那个压轴的沈长明还要更贵 我胡族有恩必报 有仇义必报 阿月 我愿意与生相许 成为你的伴侣 不不不 不用不用 我 你有喜欢的人了 我不介意 不不不 介不介意不是重点 他介意 不止 不止他会介意 你也介意 我可太介意了 好奇怪 风俗 风俗 风俗不同吧 九玉 你不懂 我们人族生命短 一生或许只会刻骨铭心地爱一次 原来如此 那确实跟我们的风俗不太一样 您就是那位进贡酒水的大商人是吧 九玉大人正在忙 稍后片刻 第九千叶 他竟然在九玉的服务 有趣 原本 是打算将这一盆新研究出的妖精 设计让九玉喝掉的 然后趁机搅乱万高城 不过 我改变主意了 公子 九 嗯 云与城已经被我吞下 万妖城也即将 族长大人 毒物已经备好 这就给地面上的那帮家伙送去 此事 我亲自来办 你退下吧 是 世人永远不知道 遮云天本是我盈国的国务 我只需烧费 便可以将他从天底之间重新凝聚 沈长军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算了 韩潇晋儿没死 还重新凝聚成了遮云天 我们得赶紧去找沈长军 沈长军 和第九千叶告诉他们这件事 否则 放开 哥哥究竟为什么怀疑夜夜目的不纯呢 你醒了 来 把药喝了 沈长军 你一定很得意吧 是什么 若说 我喜欢着你 我为你痴迷着 如此种种一切 令你很得意吧 你明知自己可以玩弄我于鼓掌之间 而我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任你摆布 爷爷 你 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 放 放开我 你 你怎么了 你不喜欢吗 怎么回事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没有得意 我得离开这里 沈长军 你不能走 烈烈 你 你要做什么 你在害怕我吗 你放开我 伤害没 他 我怎么就放他走了 我该让他付出代价 你暗前是一个恶人 现在也是一个骗子 我为什么要心软呢 沈长军 怎么回来了 我还是有点担心你 所以回来看看你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 为什么要来关心我 我没事 总是这样 给我希望 又让我绝望 你是不是因为我近日 对你的态度疏离了 而不开心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处理好我们的关系 要 要说下去 但我想告诉你 快停下来 不论你是谁 不论你我之间是什么身份 不要说出那句话 你与我 比性命还要重要 我知道你的态度 就让你躲在那边一会儿吗 就一小会儿 我恨我爱着你 卑微的不像我自己 沈长明这个鬼孙 究竟跟叶叶说了什么 他怎么突然就不对劲了呢 哥哥 我有事找你 长青姐姐 你猜 给舍打一个结 他会自己解开吗 这是 所以沈长明这是废了 也不能说话了 照实的吧 长君姐姐放心 沈长明就交给我来照顾吧 好吧 那我先走了 你为什么要在长君姐姐面前 假装不会说话呀 你害怕他从你口中问到什么 知道太多对你不好 小气 莫爱老子 你生柔 你大意不到 沈姑娘 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 指明要见你 我们已经是自由身了吧 这位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我都怕说出来后能吓死你 你行 好吧 如果是大人物的话 岂不是能打探出更多的有用的情况 大人 沈姑娘为您带来了 是你 你是 那个花火城拍卖会的 那个五十万斤 安苑 好久不见 原来你是妖族领地中 落地妖怪的首领吗 你这么厉害 人族不使货 没有认出我的真实身份 否则 当初我该比那个丫头的沈长明 还要更贵 我胡族有恩必报 有仇义必报 安苑 我愿意以生相许 成为你的伴侣 不不不 不用不用 我 你有喜欢的人了 我不介意 不不不 你介不介意不是重点 他介意 不止 不止他会介意 你也介意 我可太介意了 好奇怪 风俗 风俗不同吧 九月 你不懂 我们人族生命短 一生或许只会刻骨铭心地爱一次 原来如此 那确实跟我们的风俗不太一样 您就是那位进贡酒水的大商人是吧 九玉大人正在忙 稍后片刻 第九千叶 他竟然在九玉的飞 有趣 原本 是打算将这一瓶心研制出的妖点 设计让酒愈喝掉的 然后趁机搅乱万妖城 不过 我改变主意了 公子 酒 云与城已经被我吞下 万妖城 也即将 大师兄 你又在喝酒呀 你的伤恢复好了吗 大师兄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 我 消出来 大师兄 你 你怎么 首领大人 您今夜没能得到那位雌性贵客的芳心 实在是太可惜了 他真是一位角色 不解 来日方长 我还有的是机会 什么人 酒愈大人 酒愈大人呢 他死了 听说妖族以强者为尊 从今夜起 我便是万妖城的城主 若有不服者 可以来试一试 别来找死 第九 千叶 西长君 逃不掉的 怎么回事 这里是哪里 师尊 徒儿如今七师犯上 您后悔吗 第九千叶 你 你 你叫我徒儿吧 师尊 不要叫我的名字 师尊 您不是最忌讳你我的师徒关系吗 我偏要你时刻记得这一点 你亲手养大的徒儿 我可救药地爱上了你 师尊 你还没回答我 你后悔吗 你当初在九花纵上初相识 你就该直接杀了我 这样就可以避免如今的命运了吧 当初我的确如此想吗 我下不了狠心杀死他 也下不了狠心放过自己 我只能这样与他纠缠着 日复一世 师兄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他是不是不太对劲呀 沈长明 你说长君姐姐现在 会不会有危险 不会的 我给第九千叶下的昼印 只要他对沈长君 有哪怕一丝杀心 都会立马痛不欲生 你真棒 真是一个好哥哥 你今日怎么没有像往日一样 躲着我了 平时碰都不让碰一下 是不是地牢里太冷了 蛇是冷血动物 再这样下去 你就要冬眠了 我搂着你吧 师尊 徒儿最后问您一遍 要自由 还是要命 要命 没搞清楚一切之前 我不能死 带上这个妖灵 你不能踏出我十米之外 否则 将灰飞烟灭 从此以后 留在我身边 就是你最大的求劳 我无数次想要安慰自己 哪怕得不到你的心 得到你的人也是好的 你方才的问题 我还没有回答呢 若是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选择 在九华宗上收你为徒 可在我最难求求得到你新的此时此刻 你却告诉我 我或许曾得到过他的一顺 我不后悔我过去的选择 我也是 恭喜大人 成为万妖城新的首领 小人乃是沿海的饭酒商骨 特献来大量美酒和肉食粮草 供万妖城欢庆新首领上任 赏 谢谢大人 第九千叶的气质 与以往截然不同 他心底的恐惧和欲望 正在被逐渐放大到极致 那妖酒的毒性 只会愈演愈立 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 偏执癫狂的疯子 等万妖城的妖族们 喝下我的毒酒 帅令云雨晨的妖族们 突袭万妖城 我是 沈长均 他在伺候你酒的血液 喂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二位再见 我究竟是为什么要来找罪受啊 他死了 你就是我的了 神尊 我为了活命 真是活得出去呢 第九千叶 要不你杀了我吧 你在 说什么 你这么折磨自己 我看不下去了 折磨的是你 不是我自己 是吗 你恨的是我 还是舍不得对我下手的你自己 你看向我的目光是怒火还是祈求 你真的这么恨我 不如杀了我 一了百了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不是不敢 你是舍不得 虽然不知道你究竟藏着什么心事 但如果你还不想说 那就等你想说的那一日再说 你死了 你怎么走了 你走慢点啊 超过十米我就灰飞烟灭了 哦 哦 放你的头 给我回来 你去哪 沐浴 冷静一下 那我 我都道歉了 那日在池子里不是故意打你的 实在是条件反射了 哼 听说第九千叶成了万妖城的妖族首领 我们赶紧去找他们 告诉他们含笑的身份吧 救命 我的出界也太尴尬了吧 费力无事 你躲那么远 怎么侍奉我 喂 这不合适吧 我也说我不好意思的 要么 你过来 要 我过去 就这样直接过去 哎 哎 别说了 我来了我来了 这个场面对我来说 太考验人性了吧 不要想他是叶叶 不要想他是叶叶 想他是叶 想他是叶 不合适 不合适 你在想什么 没 再这样下去 本座未老不存 万劫不逃我 我 我先走了 急 当心离我太远 灰飞烟灭 你真的是猫妖吗 我第一次见这么笨的猫 还不放开 第九千叶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自从那日你苏醒后 就突然变了性情 你究竟为什么生我气 你是不是因为我最近逃避的态度而生气了 我错了 我早该告诉你 我喜欢你 和你一样 你心跳好快 干嘛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不信我 苦说无凭 待我取得土灵神气后 就会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心话了 行行行 随你吧 好不容易浮起勇气表白了 没想到 一点反应也没有吗 心跳好快 快要从胸腔中跳出来了 哪怕不一定是真话 听起来也真是月儿啊 还能不能再听一遍 啊 谁能听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的呀 话说 你俩从什么时候开始偷听的呀 哦 从一开始的时候吧 实际上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半个时辰了 啊 我恢复了 看来 是土之的邀气不足了 不行 沈长明 你别想推开我 求求你了 就让我待在你身边吧 我保证乖乖的 不许走 沈长明 回头看我一眼好不好 我喜欢你 我一直喜欢着你 为什么沈长君和第九千叶不让你我回到灵气中了 讨厌鬼 别进我水 他二人一定就是嫌你暗眼 所以把我们给撵出来了 无所谓了 在妖族领域 你我二人都有独立形态和意识 回到灵气中 万一无法休眠 岂不是咱们要看着他们睡觉 这也太尴尬了吧 好烦 好想揍死你 铁顿 那今晚我们就睡在院子里吧 如今寒笑在暗 我们在门 为了防止敌人偷袭 正好帮忙忘风 那我们二人岂不是很危险 要不要我上去陪你 哼 得了吧 你离得开水吗 第九千叶说 土灵神器一半在玩妖城 一半在云雨城 你说 如果我们真的集齐了土灵神器 每个人都能问一个问题 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问 我究竟是谁 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人 遗失的千年前的记忆 究竟是什么 你呢 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对了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来着 是不是在南荒圣殿 不是 是在洛河秘境 长军和第九千叶 是用联合计 打败祖佑那次 召唤出了你我二人 并肩战斗 你还记得 那个组合计叫什么吗 忘了 好像叫 南荒红雀 你说 我们千年前 会不会就已经认识了 千年前第一次出箭时 我们在想什么呢 会不会想到 如今的局面呢 越来越离谱了 怎么就躺在一起了呢 小时候不是一直这么睡的吗 那能一样吗 师子 你究竟在生气什么 你告诉我 没这个必要 我不会再信任何人 我很快就会拿到 寒霄的另一半土灵神器 神器会告诉我一切的答案 还有 我不是说了 让你叫我徒儿吗 师尊 再不听话的话 就把你这个妖灵的范围 改到半米之内 以后要乖乖听话 知道了 那你哄我睡觉 怎么哄 你再说一遍 你今晚在水里说的那句话 哪句啊 明知故问 好吧 我喜欢你 一直说 不要停 直到我睡着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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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 我好想回到小时候 人生若只如初见 必亦连之 当日愿 沈长明 我终于找到 只要你死 我就赏了一档威胁 你怎么上来了 两个人在一起 安全一些 好困啊 下雨了吗 所以我待在树上 也可以维持人鱼的形态 好冷 浑身是碌碌的 我最不喜欢下雨天了 这样好多了 什么声音 沈长明 小龙 跑 沈长明 在妖族领地血脉压制胜过一切 要怪只怪命运 我是鹰子 你是蛇子 死定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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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 绝对 下次再取你性命 小柔 你 你又在为我难过吗 像以前年前的 木林幻境一样 在这一次 我恐怕是真的死了 是长明 我给你找大夫 找最好的灵药 你不要死 已经来不及了 我快不行了 真好啊 可以看到你 为我这么忧心的神情 你一般不成神 还可以活很多 很多年 在你余生的时光里 你岂不是 还可以记住我 很多 很多年 你不要睡着 你快醒醒 你要不要问我问题 你想听什么 想要什么承诺 我都答应你 你说句话 不用问了 我心中有数 答案 我早就知道了 只不过 只不过 这两年来 一直在自欺欺人罢了 但是没关系 我还有下一世 还有下下世 再见了 神仲敏 神仲敏 喂 你醒醒 坚持住 只要你能坚持下去 只要你能活下去 你 你不管有什么承诺 我都答应你好不好 一直以来 谢谢你了 神尊 小容 怎么回事 突然一股没有来的星际 醒着 刚刚 空气中飘来一股浓浓的血腥气 是一股熟悉的味道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柔柔 他 微圣柔 木铃神器不是有治愈功能吗 柔柔还有一丝气息 你一定能把他救回来的 对不对 我虽然功能强大 但是触发机制苛刻 以往的每次触发 都需要你们二人处于 情动瞬间的时刻 可你们二人 现在的感情太尴尬了 我也触发不了治愈功能 我去云宇城找韩潇 他曾经在花火城 研制出武器和药水 肯定也有各种林达庙 冷静 你现在去找韩潇 就跟去送死没两样 怎么能冷静下来 一九千一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我只是劝你不要冲动 你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告诉你 微生柔我就定了 无论有什么办法 无论要面对什么敌人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我也要去试一试 我劝你不要拦我 连你我也要翻领 你也不许动 行 我竟然早把他给忘了 他的使用次数 竟然还没有到极限 难道 这么多天以来 他其实一直可以反制我 但是 他一直没舍得对我下手 等等 糟了 你着急忘了妖灵 哎 专队 这距离早就超过十米了吧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这妖灵 根本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灵的 你 我还活着 师尊 不要说话 不要动 好好休息 你睡觉 今夜 我守着你 慎长军 我们 东宁是吧 师尼是吧 东宁是吧 喂 天员 你把这个炸铁饭抓走 好了 慎长军 既然这么多天了 我们都下不了狠心对对方下手 那就不用再彼此试探下去了 不如 今夜就把话都说清楚 这句话我都一开始就说过了 自己一直不肯说 现在都知道沟通了 你一开始遭受的打击太大了 可能那个时候 你说了我也不信 那我现在说了你就信了 所以沈长军 我只问这一遍 你今夜回答什么 无论你说的是真是假 我都当真话来听 我此生不会再问第二遍 如果你要骗我 那就请你一辈子都骗下去吧 沈长军 第一个问题 这一世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 不再是为了躲避前世惨死的命运而对我好 而是真心实意地待我的 第二个问题 已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一世 你为什么变得心地善良 正义凛然 我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涅槃而来 和涅槃前无异 你涅槃而来 却性情大变 这在说什么 难道第九千叶也是涅槃者 完了 大脑荡机了 我看有点反应不过来 我没看过双双逆盘吧 我的确是按照涅槃号 冲上恶同女配的套路来的 但男主角的好感都烧满了 但是我们想到男主也涅槃了呀 你看 能理解我了吧 我一开始受到的打击 就像你现在这么大 什么声音 声音声声俱死 难道 是涅槃的兵马开始进攻万妖城了 还不是 是我们的兵马正在突袭云雨城 突袭声响响车云霄 从百米高空传到了地面 景玉 你还活着 千叶公子并未争地杀我 还让我趁涅槃带兵突袭万妖城之际 抢先一步突袭云雨城 涅槃以为我死了 我以为万妖城大势已去 熟不知 如今万妖城内全城戒兵 反倒云雨城防御薄弱 被我们偷了家 其实我隐隐也能猜到你可能没有死 毕竟我了解爷爷 他根本不是滥杀的人 不 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那个你们聊吧 我去看看柔柔怎么样了 我得冷静冷静 处理一下说说涅槃这个信息量 千叶公子 有一件事 我很好奇 你究竟有没有中寒霄的 妖酒的毒 我有天下制毒 难安毒疼傍身 百毒不侵 但是我想 我可能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一直理智尚存 反正你二人都有能力的对方下狠手 但都没下手 这与其说是默契 不如说是情调吧 别说了 我还活着 沈长明 你已经没什么打碍了 好好休息一阵 就可以彻底痊愈了 我想起来了 不愧是神气 就是厉害啊 我记得当时都快死了 沈长明你一直喊着 让我不要睡着 还说什么来着 喂 你醒醒 坚持住 只要你能坚持下去 只要你能活下去 你还有什么承诺 我都答应你好不好 他竟然说了那样的话 沈长明平日看上去不正经 但其实他骨子里最正经了 说一不二 只要是他说出口的承诺 绝对会做到 但是 他当时是为了让我坚持下去 才故意说出那样的承诺吧 哎呀 昨夜我实在太痛了 发生了什么都不大记得了 也没听清你们说了什么 昨夜 我说 只要你活下去 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一个要求 这样啊 可我们没什么要求呀 沈长明 我可是在故意装傻啊 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 我知道你在装傻 我欠你一条命 如果你需要我做什么 任何要求 说到做到 哎呀 我真的没什么要求啦 再说了 你从前可是我的师尊呀 你保护了我无数次呢 我还你一条命不算什么的 不一样 我保护你 天经地义 可哪有徒儿为了保护师父丧命的 而且 你不是一直想抛开你我的师徒关系吗 好 今日之前 你我的师徒情谊和记忆还在 但是今日之后 我就将你当作寻常女子看待 而不再是我的徒儿 以后 你在我眼里 不是任何身份 而是微生柔这个人本身 我会重新看待你 我 我是在做梦吗 哎呀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先听哪一个 无所谓 这个世界上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打击到我了 麻了 恩人 你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啊 看来 你还没有做出决定 罢了 输出战局吧 好消息是 严宇常被我们攻下了 并且拿到了另一半土灵神器的碎片 如今 土灵神器已合成完毕 坏消息是 天爷公子 如今妖族路空两族统一 还要多给您的功劳 至于这妖族的王座 我没兴趣 你愿做便做吧 我们来到妖族领地 是想借土灵神器一用 欢酒华宗清白 诸位皆是妖族领域的恩人 土灵神器自然可以借给诸位一用 诸位可以再休息几日 再回人家 至于韩潇 如果日后我们捉住了他 会告诉你的 对了 我们在韩潇的寝宫下 发现了个密室 里面有些奇怪的东西 我们不认得 需要你们来帮忙看一看 这些 是韩潇在花火城研究出的 杀伤力极大的火器 和超大范围性攻击的毒物 这些毒物只需一两滴 便能毁掉整片山川琥泊 何况这里有这么多 糟了 韩潇肯定是带着一些毒物离开的 救育 必须立刻捉住韩潇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 不是故意的 那个 我们会送毒吗 也不一定有毒吧 也对 我现在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应该没什么事情 应该吧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养过崽子 我一直在养一个几百岁的老东西 是这个意思吧 我曾经处心几率想要报复的 根本就不是涅槃前囚禁我的人 是因为和此事毫无关系的一尸兼涅槃指的 是这个意思吧 我都在干什么呀 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实际上我和这具身体融合后 这具身体的一部分感情我也继承了 但是 那件事情 我是真的白白背过了 不信你问问土铃神气 我已经说过了 我只问这一次 哪怕你在骗我 我也愿意被你骗一辈子 意思就是心里里还不信了 你说你从一个满式飞机 WiFi 汗毛 电脑 人人平等 一世界过来 我能认真听你说完这些奇怪词汇 还不觉得你精神失常 那都算我接受度高了 随你信不信 我再说最后一遍 早在六年前的腰月森林 我就已经把你当作我的徒儿看待 真心待你 而不是为了躲避之前必死的结局 慎长君 原来如何 我就不后悔遇到这一世的你 别说好听的话了 没用 现在看见你这张脸就生气 想到小时候 我给一个几百千老东西放过尿布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状态 本座没有尿过床 那是茶水洒到了床上 你算了不解释了 再说下去 本座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变态 好了 先不说了 我想 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 来消化一下彼此的关系 理论上来说 在这些身份一层层被揭开之前 我喜欢上的他 就是真正的他 他喜欢上的我 也是真正的我 我们喜欢上的 就是最真实的彼此 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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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君 君 又怎么了 我烦着呢 你 我 我 我怎么突然变小了 本座变成小孩子了 为什么 不仅如此 体内的功力也使不出来了 不行 寒霄还没有捉住 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 第九千叶功力尽失 发生了什么 二位 聊得怎么 这 这个小孩是 九月 你来得正好 第九千叶他 杨青 您和千叶公子的孩子 原来都这么大了呀 但第九千叶如此胜倦在握 原来如此 杨青 宝宝 我们回房休息吧 我的 清白 事发突然 他应该是不想让自己变小的事情传出去 但是 这个幻灭石子 九月 我先带我的宝贝回房休息了 具体的事情 我们回头再聊 好 好的 九月大人 节哀 他这样的身份 好像更有魅力了 应该是今日 在寒霄的密室里 打翻了一瓶不知名的药物的缘故 我的功力也被封印起来了 这件事必须隐藏起来 喂 不至于恶心到这种体股吧 幸好六年前 我不知道你的体内是一个成年人 否则的话 我岂不是每日都要受今日这种肉麻的折磨 好了好了 是我错了 我不该瞒你这么久 可你也体谅一下我吧 毕竟 你也没告诉我 怎么回事 好晕 叶叶 叶叶 你快醒醒 I don't know 他现在几百岁了 叫叶叶太像小孩子的称呼了吧 那要不要叫他千叶 又好像有点暧昧了 老东西 老东西 你快醒醒啊 好晕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在沐浴 你看不晕 你在干什么 累死我了 你知道为了凑齐这一桶药玉的药材 红缺带着我飞了多少地方吗 你是因为肉体变小 无法容纳体内强大的妖力 因此身体失调 再这样下去 你估计要暴体而亡 为了查阅你的病因 调配合适的药材沐浴 我把妖族领地的藏树格的树全翻遍了 接下来洗 我 我 剩下的我自己洗吧 麻烦 因为身体变小的缘故 一点实力都没有了 你活 你之前想骑尸犯上来的 对吧 沈朝军 把本座放开 你之前不还挺酷的吗 千叶老祖 你 你要干什么 你还有脸说 那讲讲吧 千叶老祖大人 你之前赚了我多少便宜 现在倒知道老是 冤枉我 我从来没有刻意语句 那时候 我满脑子想着 怎么杀死你而已 为什么这样天上去 更火大了 我告诉你 今日不把你钱阵子得对过我的都逃回来 没完 沈朝军 放手 世尔 你饶了我 你叫我世尔 行不行 听上去太奇怪了 既然无法坚持羞辱 你都直接武力报复吧 救命啊 哇 这就是土灵神器吗 九玉公子 你真的允许我使用一下吗 小事 您也是我们妖族的贵客 何况 只是向土灵神器提一个问题罢了 火又没什么损失 只是 一个人的一生 只能向土灵神器提一次问题 你可要考虑清楚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已经想好了 土灵神器 我想知道 红雀他失去的记忆是什么 南安公子 一个人的一生 只有唯一一次向土灵神器提问的机会 你确定 要替别人问问题吗 我得知了答案后 天天不告诉红雀 我偏要吊着他 让他老老实实听我的话 为什么 他好幼稚 土灵神器 回答我吧 红雀他失去的记忆究竟是什么 我不能回答你 因为 千年前 你已经向我问过一个问题了 千年前 我已经问过了 太子殿下 这是从妖族领域搅和而来的土灵神器 据说 可以向他提一个问题 您有什么想问的 都可以试一试 土灵神器 请你告诉我 如何能让阿兵 永远记得我 太子殿下 只要你永远记得他 他总会记下你的 那么 我要如何永远记得他 哪怕生生世世 岁月轮回 哪怕 我已不是我 他已不是他 我还如何一眼就认出他 一眼就回忆起他 太子殿下 你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你根本不会彻底忘记他 或许 下一次见面 你暂时没有想起他是谁 但是 你们一定会被彼此深深吸引 仿佛冥冥冥之中 人海茫茫 只有这个 与众不同 只有这个人 能吸引你 这就叫缘分吗 生生世世 兜兜转转 纠缠不清 这是什么 头好痛 那些记忆 是什么 无辜 有深邃刻 男公子 你怎么了 让我听听 沈长明是不是快来了 起床 把药喝了 身子好虚 拿不动碗 要是能有人亲手喂我喝药就好了 你的可能是废了 要不干脆剁掉好了 反正留着也没用 哎呦 没天理 谁不知道我当初是为了谁才受伤呢 也不知道是谁 当初大意凛然的说 绝对不会嫌图报 小心烫 苦吗 苦的话 我去给你拿些蜜剑 不苦不苦 甜甜甜甜得很 还有吗 我还能再喝三大桶 行了 你好好休息吧 我还有事 你再陪陪我好不好 卫生柔 我从小交到你 男女瘦瘦不亲 全都交到狗肚子里去了 沈长明 你要是不让我抱一下的话 我再也不乖乖喝药了 我 我这就去找韩啸单挑去 罢了 随你心意吧 九月 你找到了韩啸的踪迹了吗 不错 韩啸和他的十万妖军 驻扎在了妖族领地边疆的海岸线上 我们还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 他手中 有着足以毁灭一切的大范围毒物 现在 需要一个强者 单枪匹马 杀进韩啸的营地 请贼先请网 杀了韩啸 或者毁了他的毒物 皆可 只是 赎今千叶公子据说闭关了 或者身份不能去 该派谁去刺杀韩啸呢 我 我也去 算好一个韩啸那里找解药 这副身体 我真是受够了 长军姐姐 早啊 仁仁 哥哥 早 长军姐姐 你旁边那个小孩子 有点像一个人 不会是本座想的那样吧 你们听我解释 军亲 这个就是我的舅舅吗 舅舅好 一种亲一如今二十岁 这个孩子看上去都快十岁了 我的亲妹妹 你都干了什么 长军姐姐 这好像有一点点不道德 我简直不敢承认这一切 舅母好 哎 舅母 大卫小 你好 真是相亲相爱的救生关系啊 好幼稚 千叶老祖 真的有几百岁吗 大家好久没有这么欢快的氛围了呀 要是这一刻 能永远持续下去就好了 不过 自从你昨天去见了土灵神器 似乎就一直有心事的样子 你究竟问了什么问题啊 我 我问土灵神器 我未来的恋人是谁 他告诉我 是你 你 你瞎说什么 你说的真的假的 你猜 老子受够了 你俩都够了 经历了前一阵子的血腥搏杀 大家终于可以放松的快乐休息一阵子了 是 马上又要去刺杀韩霄 希望大家珍惜最后的快乐时光吧 卫生小姐 九玉大人 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情 您客气了 多亏了您击退韩霄 您也是我们妖族的恩人 请讲 我也有一个问题 想去问一下土灵神器 林神器 每一个人的一生 可以问土灵神器一个问题 会得到绝对正确的答案 和水灵神器一直未来不同 土灵神器 凌驾于时空规则之上 指向最终唯一的结局 土灵神器的答案 无法改变 绝对正确 哇 土灵神器如此厉害 简直就像全知的神一样呢 那么请问 黎曼猜想怎么证明 那我换一个问题 飞米被论如何看的 是否存在更高位的生物 依活着整个宇宙的企业 呃 卫生姑娘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这些都是长军姐姐告诉我的 她说这些都是天大的难题 世上没有人可以回答 看来长军姐姐说的是真的 土灵神器 还没有我的长军姐姐厉害吗 我受到了一万一生 这些问题和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同一个体系 话说回来 这些问题都不是你真正想问的吧 你不是全知吗 你不知道我待会真正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吗 不知道 可还是需要你亲口提问 我才会给你答案 你的选择导致了你的解决 你以为这就是命运 人们都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但是一切早就在冥冥之中注定了 在你问出你的问题之前 在一千年 在一万年 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之初 我就已经知道了你的问题和问题的答案 这才是你 所以我高于水灵神器 高于一切神器 我是神器之手 名下于这个世界的一切规则之上 土灵神器 你也不必要说得如此严肃 我猜 微生姑娘的问题 应该是沈宗主心中有没有她吧 亦或是 如何才能得到沈宗主的心 不 我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答案 她不喜欢我 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对吧 对 什么 微生姑娘 九玉大人 您不用安慰我 她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是因为她从不屑于利用高位者的姿态 既于身在低位的少女 也从来始于仗着年长成熟 去欺诈引诱我的懵懂天真 可是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人啊 何况谁说爱情就一定比别的感情更高贵呢 我相信 她也是很爱很爱我的 只是 不是男女之爱而已 不过 我不会放弃的 虽然她过去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但是未来 我一定会让她喜欢上我的 日日复年年 我相信我可以的 更何况我在九华宗这么多年 不是只学会了如何追求男人的 沈长明曾教我 何为百宗之首 何为拯救苍生 何为天下大义 所以土灵神器 我今日前来 真正要问的问题是 这次 我该如何阻止含霄生灵涂炭 我该如何拯救天下苍生 有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 我义不容辞 沈长明和第九千叶那个小骗子 已经出发了 希望他们二人此行 能击溃含霄和他的妖族大军 沈长明 不喜欢你了 你 我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想去见山川大河 想去见人间烟火 我不需要拒泥于小情小爱 我突然想和得思议潇洒一回 明确需要听说 未来已经注定 一切都无法改变 卫生 若非当年沈长军 他窥探水灵神器 改变了这世界的未来 当年北方大眼上 你早就死了 但是 这世界有他的规律和天命 无人可以更改他的结局 哪怕是一世纪的念盘者沈长军 哪怕是细云之子 第九千页 不论沈长军和第九千页 还多是 他们都要把出命令的轮回和结局 寒霄一定会和前世纪一样 和前世纪一样 十一五百个年 一年世界 那么 我 我能做什么 你的结局 也一定会和前世纪一样 你 第一就会死了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律 几日后 灾难降临在这世间 所有人都会死 但是 我倒是可以给天下苍生争取一丝极其渺茫的生计 代价是牺牲你性命 你 宣宣 为天下苍生争取一丝极其渺茫的生计 需要牺牲我的 生命 这样啊 那真是太好了 那真是我的荣幸 你说 你想活得四一枪才会 是啊 在生命 最后的虚与时光临 寒霄带着大规模杀伤性法器和毒药逃窜多日 如果 他想危害苍生 毁灭天下 那么他或许会将毒药下到海里 这样 毒气便会散发到妖族 人族 修真界 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果然 韩霄和他谈存的妖族大军就在前方的海边 我看见他们了 对方有数万大军 背水一战 一定会拼死反抗 我们要小心行事 仔细谋划 要不试试乔装昏入 我有一种不好的意义 这就轻音 自从你坦白一切之后 我你二人核对了所有的信息 你有没有发现 如今局面的发展 和涅槃前的结局越来越相似 涅槃前 杜明月自暴牺牲 以阻止第二人格为非作大 涅槃后 他也以类似的方式 彻底泯灭抹出了自我人格 涅槃前 会胜柔年纪轻轻 郁郁而亡 涅槃后 每逢大事件 他就要走一趟鬼门关 而我 沈长金涅槃前 我是恶毒的反派世尊 涅槃后 我拼尽全力避免曾经的结局 却被污蔑为变态女邪心 你的意思是 你说 这次 我们真的能阻止寒霄吗 我们真的能改变之前的结局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 这次 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有对方一起并肩作战 千叶老子 你现在这个身体 我实在听不得这样肉麻的话 你千 老子以后再也不说了 你求也没用 好了 严肃点 要开始行动了 我们接下来小心行事 仔细谋划一番 偷偷潜入寒霄的营地 沈长军 你要干什么去 第九千叶 等一切结束之后 你可以追求 你 你真的愿意 可 可我还不了解你 不知道你的过往 真实的人生经历过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 你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沈长军 你干什么 你九千叶 这八年来 你眼中见到的我 就是真正的我 叶老鬼祭不是我的风格 我要和他们正面撒一架 我的勇气 我的智慧 我的迷茫 快跑 快去找韩湘书林 黄芹 我的朋友 我的敌人 我的荣耀 我的失败 天哪 我经历种种 通通通数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 下面的腰听好了 交出韩湘 本座绝不滥杀 否则的话 本座今日 可就要统一人 妖两族江山了 我曾无数次见他 与他讲话 与他朝夕相处无数年 在我的眼中 我曾将他当作敌人 当作师尊 当作友人 当作女人 但是 我已许久没有见到他 如此意气风发的模样 令我钦佩 令我尊重 他不是任何人 也不属于任何人 他只是他自己 强大而温柔 如我与他第一次相见 恍恶格式 沈长君 找到了 不知道你喝完这解药后 要多久才能变回成年形态 韩湘要以这些毒害天下 我们把这些毒药和武器 都毁掉吧 投降了 饶命啊 饶命啊 这十万大军群龙无首 如一盘散沙 韩湘真的打算靠这样的妖兵 攻下整个妖族领地吗 沈长君去追韩湘了 希望他能成功将他击杀 韩湘 你害死那么不仁 你对得起你的妹妹吗 今日 我要你付出代价 沈云天 难道 你 我不是韩湘 韩湘不在这里 不 准确地说 这些天 他一直都埋伏在云宇城 要狐离山 糟了 他的目标不是反攻妖族领地 是 盗取土灵神器 红圈 快 到了 若若 你们还好吗 长君姐姐 你们离开后不久 韩湘突然抽了进来 抢走了土灵神器 没有伤亡就好 至于神器 对不起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恩人 这些日子 感谢您和您的朋友 对妖族领地的帮助 您和您的朋友 永远是妖族领地的客人 小事小事 沈长明 奇怪 前些日子 我以小孩子的形态 真顾沈长明 如今他进到成年的我 竟然不找我算账呢 沈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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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沈长明竟然会发胆 再见九玉 我们要回人族领地了 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有缘再见 再见 二人 希望下次再见面时 我可以向你正式报恩 比如成为你的伴侣什么的 九玉 你能不能有什么 别的报恩的方式 人类也不完全是 想要伴侣之类的 我知道 你们人类还想要财富 想要地位 想要天下 我也不是对每个人 都以身相许的 曾经我也想过 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们妖族 也会有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想法吗 本来不会 但是一千年前 我曾被一个人族 小姑娘救过 我甚至不知道 她的名字 但她告诉过我很多 告诉我 她想要财富 想要地位 想要天下 也曾想要一生一世 一双人 一千年前 我曾被迈到 人族的南荒大陆 在黑市上 我被一个人族的 小女孩救走 她单纯 善良 赤丑 我们相依为命 互相取暖 度过了一段 温暖的时光 山儿 她被黑市上的人 花了三个头满 买走了 而我 却被及时赶到的 妖族族人救走了 我曾许诺过她 说我登上妖族王位 一定要给她 想要的一切 她想要的财富 想要的地位 想要的天下 想要的 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是 当我真正拥有了 这些之后 我重返人族领地 无数次 却再也没有找到她 她是我唯一 没有报答的恩人 不知道 她有没有得到 她想要的一切 不知道 她是否过得快乐 其实 时至今日 我仍然不能理解 那个小女孩 口中心心念念的 一生一世一双人 因为 萧族的寿命 实在是太长了 不过 如果那个小女孩 得到了如同妖族 一般的千年寿命 不知道 她会不会改变想法 时隔半年 终于离开妖族领地 重回人族领地了 我们赶紧回 北方修身界吧 怎么回事 好好运 好难受 体内的法力 怎么突然枯竭了 之前在妖族领地 我们体内的法力 被妖力取代 如今重回人族 应该是因为体内法力 没有快速补齐 所以法力虚弱 需要多加休息 可是 沈长明 你为什么看上去 没太虚弱 可能因为 我是天下第一吧 何况 我就算虚弱 也不会让你看到的 既然如此 我们今日不如就在此处歇一碗吧 好的 你又不再是天下第一 狮子 你有两大神器杆 你才勉强和我进去一致罢了 我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灭盘前 我才是天下第一 而且我是这个世界的气韵之子 你们是不是忘了 如今理论上真正的天下第一 是断情绝念之后 化神器巅峰的杜明月 不知不觉中 大家都成长为了不起的人了呢 我也要努力啊 为这苍生 贡献一臂之力 话说回来 我们这是掉落到哪里了 这里好繁华啊 简直像黄都一样繁华 什么 你说这里是南北荒的交界 混乱之殿 混乱之地 怎么变得这么繁华了 在离开北荒大典之后 这片地方不是非常混乱不堪吗 也还成为过这里的幕后之主呢 这一切都要感谢传说中的那三位大人物 千年前 南北荒因那场公主与太子的联姻悲剧 而陷入多年混争 今来 我乱与一名不聊生 生灵不悍 但是三年前 爵士强者第九千叶 幻名为尹 击退了上一任的幕后之主 修真界第一天才 沈长军 击退了圣女 并且居散 木铃幻境千年缭绕的独物 再加上两年前 女帝韩笑笑登基 大战宏图 收复南北两荒 凡间天下统一 从此 天下安定繁荣 百姓安居乐业 当然了 混乱之地的大安人 远不止这三位 我听说还有 圣僧杜明月 百宗之首 九华宗宗族 沈长明 卫生世家大小姐 卫生柔 哇 几年过去了 现在天下已经这么繁荣 太平了吗 哇 沈长军的名号 现在已经明满天下了吗 对呀 现在坊间处处流传着 长军真人的传说 天下谁人不知 谁人不想 真希望有生之年 能见一眼传说中 鼎鼎大名的长军真人 和他的伙伴呢 真好啊 一路走来 连枉费岁月 也算无愧于心 话说回来 南安和红雀去哪里了 你还说呢 你的南安刚刚把我的红雀 给拐走了 南安非要带红雀去一个地方 好像是混乱之地 最深处的木林幻境吧 也就是千年前的南荒黄都宫殿 他带他去那干嘛 南安来小红雀 带你去一个地方 喂喂 臭小子 你上次说你从土灵神器 看到了我和你未来是恋人 究竟真的假的呀 你猜 三年前 赫赫有名的长军真人 驱散了木林幻境的毒物 从此 这棵千年神树得以重现世间 千年前 传说中那一场影响深远的南北联姻 太子与公主就双双殉情于这棵千年神树旁的太子殿 欢迎大家来此游览 欢迎大家来此游览 可以购买花火车最新商品 临时换灯器 与千年神树留营纪念 千年前 公主和太子的故事实在是太感人了 得成笔木和此死 只献鸳鸯 不献仙 这就是传说中千年前的神树吗 为了国家大义 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却不忍杀死对方 最终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好奇怪 我的内心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 莫名的刻骨铭心的悲伤 他们二人也太惨了吧 我不喜欢悲剧的故事 不要哭 我还有这个故事的后续 要不要听 我讲给你 后续 如果后续也是悲剧的话 除了徒增遗憾 也没什么值得听的了 那如果后续的剧情不是悲剧呢 千年之前 太子和公主死后 灵魂还眷恋着对方 千年之后 一次偶然 二人再度相遇 说过故事悲剧的 欠老子 救命 你再咬下去 这个故事的结局就真成悲剧了 你说 为什么太子不告诉公主真相呢 说了他也不一定信吧 二人现在的关系 可谓水火不容 何况 他现在过得很好 他也不想打破他的生活 但是 他会让他再一次喜欢上自己的 故事还没有结束 一切都有可能 日日复年年 二人一定会再续千元 反正 已经等了一千年了 还有下一个一千年 下下个一千年 总有一日 他会再次爱上他吧 那是呢 心跳得好快 刚刚心中那股悲伤的感觉 被冲淡了许多 好了 二人的结局 我以后再讲给你 走吧 长君真人还等着我们呢 我们回家 好 话说 你刚刚说公主和太子 如今的关系水火不容 为什么 因为公主总是揍太子 公主真是太过分了 太子那么痴情 他应该温柔些对待太子 对对对 话说 你刚刚是不是拉我手了 这 找打 救命啊 临时飞车 临时夜明灯 临时留影机 四年前 阎国皇都还只有王公贵族 用得起临时为动能的工具 如今已经融入寻常百姓家了 太棒了 那是 瞧一瞧 看一看 这两套衣裳啊 就是四年前 长君真人和千叶老祖 为服游历时的同款情理服饰 独家出售 我要一套 我要买 我也喜欢 老东西 四年前 你假装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和师尊一起穿情理装 是什么感觉 是心动啊 好直白 走走走 有有有 不学无术 我不发愁 逢人不说真心话 全凭三寸烂舌头 你是 两年前 花火城一别 长君这人 我们又见面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花火城 那位卖给我 阎灵红绳的江湖骗子 我也想起来了 就是把我当傀儡 卖给沈长君的那个人 是把忘情石的功效 告诉给杜明月的人 哎呀呀 不要生气了 这要是在言情小说里 我可是标准的助攻角色呀 忘情石 杜明月 什么意思啊 这个世界也有言情小说 这个词语吗 不是都叫画本子吗 诸位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许明月圣僧 修德大道 不问红尘之后 我已正式投靠 女帝韩孝孝 成为阎国的新任国师 如今 南北荒百姓 人人安居乐业 灵石科技普及 都是我的功劳 实不相瞒 当初花火城 之所以能在 灵石科技上发展卓越 也是我的功劳 我就是 兵器研究部的幕后之人 哦 阎国的国师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呢 科技 对了 我今夜前来 不只是为了见旧人 也是为了 见一见传说中的 微生小姐 我 你认识我 不认识 但久仰大名 有一个人 想见你很久了 那就是我的老板 女帝 萧萧 是萧萧吗 她说的没错 只有你会这么称呼她 她此刻就在黄陵 黄陵 萧萧 萧萧 两年不见 萧萧 你真的成为了一位了不起的帝王呢 你过得开不开心 帝王哪有开心的权利 无愧与子民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 今夜能见到你 确实值得我开心好多天呢 不过 我觉得自己也算是无愧与列祖列宗了 短短两年 不但一同南北大陆 而且普及零食能源 令天下人人安定 对了 柔柔 如今 黄氏与微生世家和睦相处 黄泉与商骨融洽 你也该放心了 你真是太厉害了 对了 大半夜的 你怎么在黄陵 今日 是我黄兄去世两年的忌日 我来祭奠他 你黄兄寒霄 去世两年的忌日 说起来 当年在花火城 萧萧只知道韩萧死去 却不知道 他是假死 萧萧至今都不知道 韩萧是修真剑 暗宗宗主的身份 和妖族领地 天空之族首领的身份 自己 他一直为海苍生 图谋天下 甚至在妖族领地 韩萧杀死过我一次 萧萧至今都不知道 他的哥哥 辜负了妹妹的崇拜 柔柔 这两年 我每天都活在 失去唯一亲人的悲痛之中 但是后来 我渐渐学会了 将悲痛化为动力 如今 我渐渐不再那么难过了 夜里也不会再梦到 黄兄后哭醒了 我相信 黄兄九泉之下 你会希望我能坚强吧 他一定很爱我 就像我爱他一样 我一定不会辜负黄兄的嘱托 做一个了不起的帝王 守护好这片天下 这些子民 不被任何人毁掉 不过 萧萧 我倒是衷心地希望 你不再为任何人而活 而为自己活 罢了 能满意时试一试吧 只要他过好当下 至于日后 希望他永远不知道真相 就这样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这世上 又有谁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呢 我本就是千古以来 唯一的女帝 更是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长君姐姐说 在她的故乡 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哪怕是寻常人家的女孩子 也可以选择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 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新任国师容风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一开始我还以为他疯了呢 也许他和长君姐姐 来自同一个故乡呢 邓柔柔 你和沈长明的进展怎么样了 我 我倒是可以给天下苍生 争取一丝极其渺茫的圣结 代价是牺牲你的性命 你愿意吗 为天下苍生 争取一丝极其渺茫的圣结 需要牺牲我的生命 这样啊 那真是我的荣幸 OK 你将自己的一滴金线 滴入神器之中 将神器与你的灵魂连接 未来一日 含笑妄同毁灭天下 彼时你将献祭自己 若是幸运的话 有机会阻止世界毁灭 献祭自己 那我就再也见不到沈长明 也见不到长君真人了 还有我的家人们 我的爹娘凶丧 对 但你的死 会换来他们的一线生机 说说嘛 柔柔 你和沈长明的关系 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其实 我早就不喜欢他了 爹 娘 兄长 你终于回来了 一别数年 你们最近还好吧 好好 女帝念在于你是至交好友 皇室与微生世家的关系 再也不像从前那般如履波兵了 小柔 听闻你离开了九华宗 但是沈宗主依然很器重你 你真是微生家的骄傲啊 妹妹 这些年累了吧 这次在家中多待几日吧 我们为你准备好了饭菜 不了 我不饿 我先回房休息了 嗯 就这么回房了 不和家人们好好聊聊天吗 可能累了 明天起来再聊吧 没关系 反正以后小柔 还会常常回家的 又不是最后一次 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沈长明 那日你问了土灵神器什么问题 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在看着你 没有了你误会了 我没有问土灵神器 沈长明 你去哪儿 杀寒狗 夺神器 本座要问问土灵神器 你究竟问了他什么问题 沈长明你冷静呀 你独自一人去惹寒狗干嘛 他疯了脉咬人的呀 我心里可是摆动之手 唯一体会的机会 应该是关于天下苍生的 怎么能快快浪配在 我这种小事上呢 你的事情 从来不是小事 下次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可是 和全天下相比 我的确是微不足道的呀 一人和千千万万人比起来 谁都会选择后者吧 于我而言 在你和天下之间 从来不需要做选择 你和天下 我都要保 魏成柔 即便我拯救不了天下 那也是我的无能 而永远不是牺牲你的理由 陈丘明 陈丘明 谢谢你 哎 自从水灵神器被驱走后 这里越来越繁华热闹 可惜 找到和哥哥没有和我们同行 没有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 我去给你买一些小吃 那个人是 杜明叶 杜明叶 一年不见了 你怎么在洛河 还记得四年前 我们就是在这里 一起结伴同游的呢 自从我修为突破华神器巅峰 这一年来 我四处游离 见山见水见世 可是 我的修为却一直无法再突破 无法修成大道 这些美景 仿佛过眼云烟 岁月流逝 仿佛弹指一挥 这一年来 我一心一意为天下苍生 可却常常连自己的心都看不清 长军真人 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 杜明叶 你还记得吗 四年前 你 我 第九千叶 韩笑笑四人 意气风发 在洛河桥上许下的誓言 记得 我们四人 都许下了 无愧于天地的大义誓言 如今 我们也都遵守了自己的誓言 曾经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杜明叶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只着眼于天下大义 却从来没有许下过任何关于自己的愿望 这些年来 我们或许无愧于天下 但是 我们或许忽略了自己的内心 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完成任务的提线末 一会儿是收集神器 一会儿是拯救天下 我从未为自己而活 无论是这一世 还是上一世 一或第一世 所有人都告诉我 要强大 要大义 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笑识人庸俗 会遂引几两折腰 可我若不能活得随心所欲 我与俗人有何区别 我来到这个世界整整八年了 我不再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我已半步成神 可我自己心里明白 我和另一个世界时的自己 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我还没看清自己的心 杜明月 你有什么心愿吗 只为自己 不为他人 我想再看一次 那年的雪景 你呢 沈将军 你的心愿是什么 只为自己 不为他人 我 糖花咯 买糖花咯 五年前 你我第一次前往凡间 第一夜就落脚在这里 你还记得吗 你还买了糖花哄我 唉 五年过去了 岁月却没有在这棵神树上 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传说中 这棵紫色的千年神树 与木林幻境那棵火红的千年神树 本是同根绳 后来 却被硬生生分隔两地 永远不能合二为一 还会思念遥远的另一个自己吗 第九千叶呢 人呢 怎么就剩我了 我刚刚不是让你给我买他人的意思啊 你似乎心情不好 我可以陪你聊天吗 他看出来了吗 唉 马上要到中秋了 这在我的家乡 是全家团圆的节日 我说出来你一定不行 在我的家乡 马路上走的不是马 而是汽车 嗯 还有种东西叫网络 可以让天下的人互相联络 没有修真仙人 但是有科学家 科学家能让凡人上天 能让天上下雨 能让百病痊愈 我信 真的吗 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理解我呢 既然你信 那我就再多讲一讲 我都憋了八年了 好 在你的家乡 你也是一名化神器的修真者吗 还是科学家 没有啦 其实 在我的家乡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爱看小说和漫画的普通人 学历平平 外貌平平 家境平平 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这样的小人 我不是长君真人 我只是一个凑巧 阅读了这本书的普通读者 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我 可能只会把我当作云云众生 谢谢你 谢谢你读过这本关于我的书 穿过茫茫时空与我相遇 能遇见你 能有你这样的读者 是我最大的幸运 真的吗 那我再多给你讲一讲 我家乡的故事 故事还长着呢 好 在那里 飞机不是机 火车不冒火 航空母舰不分公母 如果有机会 我真的希望你也能去我的家乡看一看 好 你慢慢讲 谢谢你 肯倾听我渺小的内心 你呢 宣承君 你的心愿是什么 只为自己 不为他人 我希望 未来有一个人 愿意看一眼我的内心 他如同每一个平凡人的内心一样 平凡 却又不甘于平凡 渺小 却又常常伟大 时隔一年 横渡望海数日 今日终于重回北荒修真界了 可惜 虽然阻止了寒霄得到妖族领地 但我们最终还是没有拿到土灵神器 奇怪 吴望海怎么空无一人 修真仙人都去了哪里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们快回九华宗吧 什么 九华宗 怎么会变成这样 常君真人 您终于回来了 昨日 寒霄手持土灵神器 杀尽了修真界 常君真人 长命宗主 明月圣僧 三大强者都不在修真界 寒霄挨个偷袭五大宗 从禅宗抢了水灵神器 从暗宗取走了献祭大阵 今早 常明宗主独自回到修真界 他觉得寒霄要以两大神器为辅助 献祭天下苍生 以成就他的成神之道 眼下 常明宗主和各大宗主一起 前往凡界保护灵民苍生去了 献祭 天下苍生 沈长君 我们走 去与沈长明会合 阻止寒霄 一切都和涅槃前一模一样 这一次 会如何阻止寒霄 等等 你说 尽早沈长明独自回到修真界的 卫生柔呢 他没和他一起回来 小师妹 他没和宗主一起啊 一切都和涅槃前一模一样 按照之前的结局 卫生柔必死无疑 按照原本的故事走向 所有人都会死 如何才能感谢原本的结局 姐姐 你醒醒 毁灭世界 我会飞升成神 这就是天道 我就是天命之子 很像 究竟为什么要涂探生灵 谁告诉你这样可以成神 因为 是被上天选中的人 自我儿时起 也曾想做一个好君王 勤政爱民守护苍生 守护我的妹妹 向皇帝之位 毁灭微生使家 夺得五大神 毁灭微生使家 与这道神 与之身互相抗争 皇帝之位 与之力不断争承 毁灭微生使家 终于 夺得五大神 也断悟了 万物一切 都是上天的旨意 上天遇之一切 上天要我灭世 是对我的考验 这是我成神的必经之路 沈长君 你我都是上天的傀儡 谁也无法摆脱 注定的命运 这凭天下的结局 注定是毁灭 韩小杜 两大神奇家事 又掀进了天下苍生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无法改变了吗 书中注定的结局 话说回来 韩小杜的意思是 他做的一切 都是被神操控了吗 他究竟是什么 成了 成了 李下 李下危险 别靠近 皇兄 你怎么会 终于 等到这一刻了 是沈宗主 太好了 沈宗主来救我们了 沈长君和地球亲衣 还是失败了吗 小柔 小柔 究竟发生了什么 沈长明 你阻止不了我的 如果你真的想对我好 最后几天就陪我散散心吧 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 就让一切 结束在今日吧 随着两大神器 祭祀万千生灵 出我成神之路 好吧 小柔 小柔 我的神器 怎么去你那里了 不 把我的神器还给我 还给我 再见了 各位 这一生 能遇到大家 真是太好了 好刺眼的光芒 柔柔 头好晕 心心好听 这是我涅槃而来的第八年 当时的我 万万没有想到 如此漫长的八年 实际上 竟然只是过去了 短短一夜 柔柔 我这是在哪里 柔柔呢 寒笑呢 生气呢 等等 我这是在 回来了 回到了 二十一世纪 我又回到了校园 这种感觉陌生又熟悉 直到现在 我仍然无法缓过神来 难道 过去的八年 只是我的一个梦吗 小说也暂停更新了 并没有记载结局 你看上去好憔悴啊 昨晚没休息好吗 是不是玩手机玩得太晚了 没有了 我只是昨夜 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啊 是我的两位室友啊 虽然只是一夜未见 但梦中已经过去好几年 差点没认出来 很有生活气息的对话 我又回到了有手机的时代 那真的只是一个梦吗 那么真实 那么漫长 什么东西 找茬是吧 是不是找死 那几个人在干什么 那几个可是学生会的学长呢 而且据说家里非富即贵呢 你没听说吗 这几个学长 瞟起了那个男生的毕业设计 还反养一口 说那个男生抄袭了他们 太过分了 我要教训教训他们 你疯了 你哪里忍得起他们 哎呀 你傻呀 你一个没权没事的普通学生 得罪不起他们几个富二代的 到头来 连你自己也没什么好下场 对啊 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 应该说 我至始至终都是一个普通人 我不是长君真人 我不是修真天才 我不会滔天反术 我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英雄 没有本事你举报啊 举报啊 我不敢了 别打我 看不下去了 难道经历了过去八年种种 我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改变吗 不 那些无比真实的经历 一定在我的身上留下了痕迹 啊 沈长君 你去哪里啊 住手 哟 什么人敢来找茬 是个女生 带真肥啊 我要阻止这一切 我看到 体内有一股汹涌的力量 正疯狂涌出 难道 我竟然将法术带来了现代吗 雅 那有月亮 惩罚你 雅 雅 雅雅不然没有出现 那八年前的岁月 困然只是一场梦而已 这位同学 多管闲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是哪个班的 我们回头去问候问候你 我 我 怎么回事 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恐惧 可以 趋利避害的本能 深深刻在这一句二十一年来 勾起偷生的平凡躯体 对不起 我只是路过而已啊 当我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选择了逃避 但我意识到自己失去法力的那一刻 我同时也失去了勇气 原来 一切 只不过是我看小说太入迷了 然后做了一场虚幻的梦 我 不是长君之人 我只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平凡普通 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却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家 连中秋节这样的家家团圆的日子 也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收获的琐事和学业的繁重 就足够压垮我 我没有实力 没有背景 没有后台 我从来没有勇气和自由 我这样的人 却还总做梦成为一个英雄 书 是他们的话 他们会怎么做 无奈千叶老祖 以杀指杀 威靡赫赫 百宗以本座为首 修真界 有本座守护 断情绝爱 除魔未到 是平僧 洗生的使命 能为天下而牺牲 真是我的荣幸 朕唯愿山河一统 江山永固 黎明安康 天下太平 不 虽然只是一本小说 只是一场梦 但是过往八年的种种经历 遇到的一个个人 却真真实实地影响到了我 他们 给了我勇气 给了我反抗黑暗和困难的精神 这才是我做了一场穿越梦后 获得的最大的财富 我要举报 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或许 在某个平行时空 我也是某个故事的主角 希望我的勇气 也可以影响到 所有能看到我的故事的人 总裁 就是这里 前面那个老旧小区 这是您的远房堂妹的家 又老又破 像鸡窝一样的小区 就是我妹妹的家 我沈家是开养鸡场的吗 从此刻起 忘记白人梦 回归现实生活 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的事实 冲 大半夜的 有人敲门 谁啊 你好 我是你的远房堂兄 我们虽然素未谋面 但是前几天 我在家族合照中 看到了你的照片 我想问你 我看见沈长明了 想不到 现在现实里还是在梦境里 为什么我现实生活中的素未谋面的远房堂哥 长得和沈长明一模一样呢 是巧合吗 那个 请问你 我该怎么开口询问 究竟是不是修真切的九花宗宗主沈长明 他不会把我当成神经病吧 你知道 九花宗金云峰的风主是谁吗 说什么 总裁又开始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了 总裁这几天怎么回事 一觉醒来说的话都叫人听不懂 看不懂 有些时候 就算了 像是 红锥